第371章 为啥桑桑会得到广播总台的偏袒跟宠爱 所以 姜天诚想给沈桑资源 他一直拒绝 最后 姜天诚大概也有点生气 已经两个月没联系过沈桑 这次是古梅打电话过来 应该也是姜天诚不想搭理他 所以才让古梅打的电话 沈桑猜 应该又是有什么资源要给他 过年这段时间不忙 如果要是短期的节目或者角色出演 他都能去 只不过 沈桑突然心中一动 想着这接近年关 给他的资源 不会跟春晚有关吧 倒不是他多想 也不是觉得姜天诚对他极好极好 而是因为 接近年关 即便是娱乐公司 也都开始放假 资源有限 年底就很少有资源 跟各大娱乐公司来谈 这又是接近春节 除了春节时候的资源 那就是春晚 各大卫视的春晚节目 特别是京市的春晚节目 而且是隶属于电视广播总台 是直接属于上面领导 而之前上面一直狠护着他 芯片的事情都特意提前公布了 说起来 虽然没怎么跟上面领导见过面 不过平时有些什么事情 上面基本都是帮帮他 现在古梅一打电话过来 他心里就有点预感 不过 这距离过年就两三天了吧 上面倒是很幸福他 不用彩排 直接就能上节目 沈桑接通电话 里面传来古梅激动的声音 桑 桑桑 天大的好消息 今年京市的春晚 邀请你上节目 京市就是隶属于 电视广播总台的电视台 是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 古梅激动的说话声 都有点结巴了 本来公司都放假了 江总突然打电话给他 让他给沈桑打个电话 他那会儿还有点疑惑 江总 现在给桑桑打电话做什么 公司不都是放假了吗 江天成道 刚才电视广播总台那边 打电话过来 问我能不能请桑桑 参加今年京市的春节晚会节目 给他准备了三个节目 可以挑选其中一个 一个是单人独唱 一个是武术表演 还有一个是木雕工艺 还说 如果要是桑桑有自备节目 也都是可以的 那边问我 让我给沈桑打电话 看看他想选择那个节目 如果他不想来 也是可以的 要是想去参加 那就更好不过 连江总的声音 都有点激动 想到广播总台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笑眯眯地 还很客气的语气 电话里还直言 一切都以沈桑的想法为准 如果他不想来 也没有关系的 江天成那一刻 除了激动 还是有点茫然 他能够感觉 电视广播总台 对沈桑的态度 是非常和蔼 甚至去不去参加节目 都是沈桑自己说了算 还给了他三个备选节目 甚至说 可以自备节目 显然这都已经是 明显的偏袒和宠爱啊 为啥桑桑会得到 广播总台的偏袒 跟宠爱 桑桑这一年多 也没做什么吧 就上了个综艺 拍了个广告 拍了个历史剧跟电影 怎么广播总台 对桑桑的态度 就这么好了 因为江天成的确没想到 电视广播总台 会给他打电话 还是专门给沈桑留了节目 今年金氏春晚的节目 一直没有公布 网上本来都还在猜测 怎么回事 因为往年金氏春晚 都是提前半个月左右 就会公布节目名单 和参演人员的名单了 这次一直不公布 就很奇怪 江天成心里 就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 难道是春晚特意等沈桑 但是桑桑到底去做什么了 需要到接近年关 才能清闲起来 甚至连广播总台 都知道 桑桑在接近年关 才清闲点 难道上面是知道 桑桑去做什么了 要知道 广播总台隶属于上面 这也就是上面受益的 显然是上面宠爱沈桑啊 所以才会得桑桑如此待遇 另外 上面也知道 她最近如此忙 特意等到她不忙的时候 才来跟公司商量 让她上春晚的事 上头为何如此宠爱桑桑 为何知道桑桑在忙 难道桑桑忙的事 跟上头有关 江天成不知为何 突然想到 前半个月 闹得沸沸扬扬的心片 难难道 不会吧 不会吧 她心里有个很恐怖的猜测 不然她实在想不到 为何上面会如此宠爱沈桑 可以让春晚流程 都出现一些变动啊 最后 江天成还是摇了摇头 甩开心中的想法 告诉自己 不可能的 就算桑桑很聪明 本事很大 也不可能研究出芯片啊 芯片 跟光刻机技术 那得多难啊 肯定是因为桑桑 其他的人际关系吧 江天成最后 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 觉得更大可能 应该还是沈桑 有其他很厉害的人际关系 但不管如何 她肯定还是希望 沈桑能去参加 今年金氏的春晚 沈桑这都半年多没露脸 热度下去不少 她都担心 粉丝们会忘了她 现在能参加春晚了 肯定能长很大一波热度 而且 春晚啊 那是每个艺人都向往的地方 还是金氏的春晚 所以挂掉电话后 她就给古梅打了电话 跟古梅说了这事 就让古梅给沈桑打电话 一定要说服沈桑来参加金氏的春晚 她自己还有点拉不下面子 有点生沈桑的气 沈桑一听古梅的话 想着 自己还真猜准备了 她笑道 春晚节目还没有定吗 古梅激动道 没定吗 不对 也不是没定 就是还没公布 今年春晚的节目一直没公布 网友们都有点炸了 因为其他台的春晚节目 跟人员早就定了 名单都公布了 就是金氏春晚的节目 跟名单 还有参演人员一直没公布 所以还有网友们猜测 该不会今年春晚要黄了吧 都还说 春晚一年不如一年 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看也罢 古梅就没往其他地方想 更加没想到 今年金氏春晚的名单 没公布 可能还是跟自己带的艺人有关 总之因为 金氏春晚名单 没公布 网友们有点生气 虽然说是春晚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还是要有这个节目 它代表的意义太重大了 不管网友们如何猜 也有猜今是春晚 是不是忘记公布了 反正都猜不到 是跟沈桑有关 古梅说完这一通 又立刻激动问 桑桑 你要不要参加 那边说有三个备选节目给你 让你挑选 一个是唱歌的 一个是武术表演 还有一个就是木雕 古梅激动的不行 从来没见过春晚节目可以给谁有三个备选节目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其他艺人能上春晚都已经是烧高香了 但是却给了桑桑三个备选节目 让桑桑自己挑选 想要做什么 另外 她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木雕这种节目的表演 桑桑还会木雕吗 古梅不等沈桑说啥 又接着说 桑桑 你可一定要参加 江总都说了 一定要说服你参加 沈桑笑道 行 我参加 三个选择的话 那我选木雕吧 她知道 虽然京市的春晚节目一直没公布 但每个节目根时长肯定都是已经安排好了 其他参演人员早开始彩排了 现在估计都彩排结束 安心等着上节目了 所以 她这节目的时长 应该也是控制好时长的 差不多都是一首歌的时间 至于三个选择 一个是唱歌 这是一人上春晚的基本节目选择 几乎一人上春晚的节目 都是唱歌 木雕跟武术都是宣扬H国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木头雕刻 现在也越来越少人会去学这个 所以 她想选择木雕 古梅高兴的 好好 那我一会儿跟江总说声 江总都还很担心 你不愿意去参加 沈桑笑道 前些日子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将总给的资源才拒绝了 今年应该稍微清闲些 桑桑 你最近都是忙什么啊 古梅忍不住问了声 她算是沈桑经纪人和生活助理 沈桑这半年多是没有资源 她可是知道的 粉丝们都猜桑桑去拍什么不能录透的剧了 她却知道 不是如此 桑桑半年多没工作呢 所以 她也不知道 沈桑这半年多都在忙什么 沈桑笑道 以后你就知道了 古梅也就不多问了 不过她对沈桑会木雕的事情 也很好奇 忍不住问起这个事情来 这事儿就没什么好瞒着的了 沈桑也只说自己是自学的木雕 古梅也没多想 想着木雕也就是雕刻的一种 现在好像都是机器雕刻 跟人雕刻的差不多吗 两人又聊了几句 古梅说一会儿就去打印电子合同 先把合约签了 明天再跟节目组那边确定一下 要出演的节目 以及其他的一些事宜的安排 毕竟再有三天就要上节目了 两人正聊着 沈桑手机突然又有别的来电进来 一看竟是姜天诚的 她是等了快十分钟 还没等到古梅的回电 心里实在着急 就忍不住亲自给沈桑打了电话 沈桑跟古梅说了声 古梅得知是江总打了电话过来 吐了吐舌头俏皮道 肯定是江总等级了 我跟桑桑你聊得有点久 那桑桑我先挂了 你亲自跟江总说 好 沈桑挂了跟古梅的电话 接通江总电话 接通到她便笑道 江总 多谢你一直惦记和提拔 给我不少资源 春晚我打算选那个木雕的节目 一会儿就能签订电子合约 明天再商议节目后续流程 江天诚终于松了口气 行 那一会儿 我把电子合同发给你 先把合约签了 然后明天早上九点 跟那边打视频会议 商讨节目后续 就有三天就要开播了 得快点了 她猜测 等明天跟那边商讨完 估计就会立刻公布 春晚的节目名单了 沈桑道 好 明天早上九点 我们再商讨节目后续 江天诚本来想问问 沈桑前些日子 到底忙什么 为什么总台对她如此偏爱 春晚节目都要等她 但想了想 始终没问出口 挂了电话 江天诚看着手机 半晌后 她才挠挠头 嘀咕道 算了算了 以后就知道了 不管是桑桑跟芯片有关 还是上面有人 依现在总台对桑桑的偏爱 反正桑桑以后的资源不会少 随时都可以挑选资源 也不用她操心什么了 沈桑一挂电话 姬老爷子就笑道 桑桑要去参加春晚了呀 不错不错 她是不知道 桑桑竟然还有一手木雕的本事 因为刚才沈桑跟古梅和江总通话 都没避开姬家老爷子 跟姬无锡 所以都知道 她打算去参加三天后的春晚 还是木雕节目 难道是现场雕刻木雕 但是春晚上 一个节目最多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 就算是一个小品 也控制在十几分钟内 十几分钟 又是木头雕刻工艺 能雕刻出什么来吗 好的木雕手艺人 雕刻出一个让人心动的工艺 都是需要很久很久 有时候可能大半年或者几年 才能雕刻出完美的作品 姬老爷子也有点担心 或者并不是现场雕刻木雕 而是跟木雕有关的其他节目吧 因为还没跟总台那边商头 所以姬老爷子也不清楚 桑桑这个木雕节目到底什么样子的 就是姬老爷子有点疑惑 这距离春晚也没几天了吧 节目应该早就确定了 怎么现在才喊桑桑 难道是专门为了等桑桑忙完 桑桑好像挺忙的 不过总台那帮人可都是眼高于顶 什么时候对一个艺人如此了 对桑桑却很特别 姬老爷子有点奇怪 想着桑桑可能有其他什么事情没公布 他本身的军衔可不低 虽然是退休了 想要查一些事情还是很容易 但姬老爷子没打算去打听什么 桑桑不说他等着就是了 沈桑笑道 对没想到临近节目都要开播了 还能去参加 能参加春晚他也觉得很荣幸 姬无锡也说 桑桑恭喜 沈桑望了姬无锡一眼 面上笑叶如花 犹如一株盛开的海棠花 鲜艳生动 姬无锡的心 怦怦地跳动着 沈桑没在姬家留多久 陪着姬老爷子说了话话 就回了沈家 回去后先把电子合约签了 又跟姬天成说了几句 他才歇下 次日一早 沈桑跟往常一样 起来修炼洗漱 然后陪着沈家人一起吃过走饭 到了九点 沈桑就过去书房跟总台那边 开个视频会议 为什么不能去公司 因为公司在西川市 沈桑如今在京市 虽然春晚的节目是在京市直播 但现在过去总台那边也麻烦 所以就先视频会议 商讨下节目后续 看看要不要趁着这两天彩排一下 第372章 彩排 视频会议室专门的加密房间 沈桑点进去后 才发现对面就一个人 这人年龄看着有五十来岁 头发已经掺杂一些白发 面容慈祥 竟是台长 沈桑在网上见过他 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 陈台长 沈桑同对面的人打过招呼 你好 陈台长笑眯眯的 沈小姐 你好 你好 你们公司发过来的电子合同 已经签署完成 帮沈小姐准备的三个节目 沈小姐选择的是木雕 不知道沈小姐需要彩排吗 今天有时间过来彩排吗 陈台长的语气很客气 其实给沈桑预留晚会上的节目 并不是他的意思 是一开始早在节目选定时 上面的领导就给他打了电话 那可是最上面的那位 接到那位电话 陈台长心里都惊了下 因为那位在电话里告诉他 陈台春晚的节目上 我想帮你推荐一个人 他叫做沈桑 是个明星 一般明星上春晚 传统节目就是唱歌对吧 他还会武术 另外也会木雕 这两样都是H国传统文化 如果能在节目上 让更多人看到 或许也是好的 可以三个备选 看看他愿意表演什么 陈台当时就心惊了 这位竟然亲自找他 让他给一个明星留个节目 他自然不可能往其他地方想 知道这位有多为国为民 为不少事情 都是操碎了心 现在却亲自找他说了 给这个叫沈桑的留个节目 节目还能三选一 陈台心里清楚 这个叫沈桑的明星 身份恐怕不简单 不单单是娱乐圈的明星 肯定是还有其他本事 且在上面过了号的 也就是得上面认可 陈台也不敢多问 立刻应承下来 表示道 您放心 我知道的 立刻就会让台里跟沈小姐签约 然后开始安排节目彩排 那位却说 他现在还有事 离不开 可能要等到过年前两三天才有时间 陈台你看看 能不能把节目安排好 给他预留一个节目的时间就行 彩排对他来说 可有可无 要是想彩排 也要等到腊月28号左右 彩排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签约可能也要等到那时候 所以到了腊月278 你再联系他的公司就可以了 陈台一听 就知道 沈桑肯定不光是个明星 老大这话 意思就是 沈桑在帮国家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现在没空 要等到腊月278才有空 把给他的节目的合同留到那时候 等沈桑执行完任务 才跟他签合同 陈台不敢多问 立刻说道 您放心 我知道了 会立刻安排下去的 好 所以 陈台长等到腊月27 才给沈桑的公司打了电话 说了节目的事情 然后这才开始走流程 虽然其他节目都安排好了 但沈桑的节目时间还没安排好 所以 今年的节目表都还没有公布 网友们各种猜测都有 甚至还有网友 直接at他们总台 总台也没去说什么 沈桑道 不知道陈台长安排这个节目 时间是多长 另外彩排一下比较稳妥些 装造什么的 肯定都是要提前试一下 还有木雕 他觉得彩排一下 陈台长或许更安心 陈台长一听 果然松了口气 他其实还有点担心 沈桑不愿意彩排 虽然那位都说了 看沈桑愿不愿意彩排 但他肯定更希望 沈桑可以过来彩排 这样更稳定些 春晚也是非常重视的节目 又是直播 初步的半点差池 另外 陈台长也觉得 木雕那好像是需要好几日 甚至几个月 才能雕刻好一件的工艺 几分钟要怎么表演 给沈桑的节目时间 只有五分多钟 陈台道 沈小姐给你安排的节目的时间 是五分钟半 你看一下 这个时间够吗 就算不够 他也没办法更改的 单人节目 通常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 其他节目的时间 早都安排好了 不能随意变更 更加无法删减其他节目 只是五分钟的时间 真的够雕刻一样木雕工艺吗 哪怕是小姐的木雕 肯定也不够时间吧 沈桑笑道 时间足够了 那陈台给我个地址 下午我过去做庄 早然后彩排 陈台长心中怀疑 但没有再问 他给了沈桑一个地址 沈小姐 那下午两点过来即可 会议结束 江天成那边见会议结束 立刻给沈桑打了个电话 桑桑 怎么样 江天成还是很重视 沈桑这次上春晚的节目 沈桑道 下午两点过去彩排 江天成可算松了口气 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桑桑 一个节目的时间 够你雕刻什么东西吗 沈桑想了想 够了 五分钟多钟 对其他木雕师 或许不够 但是他足够了 他曾经也雕刻过 许多许多年的木头 现在他不管是精神力 还是武力 都比那个世界要厉害 即便是坚硬的木头 在他手中 也不过跟面团一样 其实他能够理解 为什么上面 还给他备玄有这个木雕 上面肯定也是知道 他曾经修复过西川式的宝塔 知道他的雕刻技术 所以是相信他的 在春晚上表演这个 可以传承H国的传统文化 现在H国很多传统文化 都已经日暮西山 也很让人惋惜 所以希望更多人可以看见 可以让这些传统文化 有人去学 有人继承 继续传承下去 江天成没再多问 桑桑虽然平时对资源不上心 但是他说的事情 就没有他办不到的 下午两点 沈桑过去了约定的地点 彩排的地方也在京市 到时候春晚直播就是在京市电视总台那边 每年的节目也都是在总台这边直播的 沈桑过去有人在大厅那里等他 一看见他就朝着他招手 沈小姐 这里这里 沈桑看过去是个二十出头的圆脸姑娘 女孩脸淡红扑扑 扎着低马尾 看着沈桑微微有点激动 等到沈桑走近 他才小声说 沈小姐 你好 我是台里的实习记者 我叫任宇 沈桑笑道 你好 任宇红着脸带着沈桑往里面走 还在继续小声跟沈桑说话 沈小姐 我你是的粉丝 因为现在算工作期间 他也不敢胡乱称呼沈桑 只能喊沈小姐 沈桑也看出小姑娘是他的粉丝 脸红得不行 他跟任宇聊了几句 任宇带着他过去专门彩排的厅 里面人不多 除了陈台长 还有就是化妆师跟造型师 另外 自然还准备了不少木雕的工具和木头 陈台见到沈桑 也过去打了招呼 大家寒暄了几句 就开始给沈桑做妆造 第373章 这官博连个解释都没有 沈桑这次的装扮也很简单 出场扮相就是古装造型 一身娇领如群 头发也只是简单的挽着了发际 头上一根很简单的木头簪子 妆容也非常清淡 几乎是淡妆 造型师本来还想给沈桑打粉底 最后发现上了粉底 沈桑脸色还黑了一个肚 化妆师无奈 只能把粉底擦洗掉 只给沈桑简单的描眉 眼线和唇枝 所以沈桑的装造非常快 但是到众人面前 却仿佛一位真正的古代女子 面容娇好 周身沉稳大气 眼前的古装女子 明明五官模样都是沈桑 看着却又完全不像 仿佛真是从古代过来的女子 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等她走到众人面前时 众人都忍不住平住呼吸 沈桑没有说话 只是走到木料挑选区 她挑选了自己需要的木料跟工具 然后站在木料面前 开始雕刻起来 慢慢的周围的陈台长 还有其他几个工作人员 跟实习记者 人语都慢慢瞪大眼睛 等到五分多钟结束 周围所有人都忘了呼吸 痴痴望着沈桑那面的木雕 人语喃喃道 太美了 太美了 简直跟神迹一样 他们无法形容 自己此刻的震撼 只知道望着眼前的木雕 心跳都快要停止了 原来真正的木雕 是如此震撼美丽 手工雕刻出来的木雕 是机器雕刻无法比拟的 甚至 甚至这样的木雕 只用了五分多钟 就雕刻完成了 大家望着沈桑的 满是惊骇 他们当然知道 这样的木雕 换做其他木雕师傅 不可能几分钟就完成 可是面前的少女 只花了五分多钟 就完成了这样的木雕 她还是人吗 说是神迹都不为过 沈桑雕刻完 起身行礼泄木 从彩排一开始 连音乐都没有 沈桑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效果却出奇的好 本来陈台长来看沈桑彩排 一来是想看看 她能不能五分多钟雕刻完 以为沈桑会 选择一个小件的木料来雕刻 想着拳头大小的木雕 五分钟或许还能雕刻出来 但是没想到 沈桑挑选是这样的木料 而且接下来 更是惊呆了陈台长 那坚硬的木料在沈桑手中 宛如豆腐块一样柔软 看着木雕渐渐成型 陈台长心里只剩下佩服 她终于知道 上面为什么会给沈桑三个备选节目 终于知道 那位为何会如此看重沈桑 能有这样的雕刻手艺 恐怕其他本事也不少 看沈桑彩排 二来是想看看 要配石音乐或者舞蹈 但是此刻她发现 什么都不用配 因为五分多钟的时间 她全程盯着沈桑面前的雕刻刀跟木头 看着巧夺天工的作品 是怎么快速雕刻出来的 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眼 陈台长立刻拍着大腿说 真是非常完美 完全无需其他的配乐和舞蹈了 其他人也都赞同的点头 沈桑这才露出笑意来 陈台彩排过了吗 陈台长朝着沈桑竖了个大拇指 过了过了 沈小姐太厉害了 她的语气是满满的惊叹 谁能想到 这样一个二十岁的少女 能有这般手艺 沈桑彩排完 就开车回了沈家 到了晚饭时间 江天成就给她打来的电话 桑桑彩排过了吗 沈桑道 过了 江天成终于松了口气 也有点好奇 沈桑这个节目 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应该是一边雕刻 一边配着古典的乐曲跟舞蹈吧 然后慢慢呈现给观众们好看的舞蹈 跟悠闲的木雕工艺吧 江天成也觉得 木雕这种节目 会不会太枯燥了些 不得网友们的喜欢 到时候也不知道能不能上热搜 也不知道 会不会被网友们评成 春晚最无聊节目 说起来 网友也很闲 这两三年 总要搞个春晚评测榜 评选出春晚上最惊艳的三个节目 还有最无聊的三个节目 他有点担心 不过想想 能上春晚 对一个艺人来说 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到了晚上八点 京市电视台总台的官博上 公布了今年春晚的节目 和参演人员 这是今年春晚的节目名单 很抱歉 让大家久等了 相信今年的春晚 会让大家满意的 警号 警号 最近要过年了 加上也没什么有趣的事情上热搜 芯片的热度 也已经差不多过去 所以 很快就被网友们发现 电视总台的这条 自然很快就被网友们点赞 回复艾特其他人来看 冲上了热搜 可别卖萌了 你们春晚一年比一年了 哟哟哟 你们电视台 终于把今年春晚的名单公布了呀 我还以为你们知道 自己每年的春晚节目都稀了 所以 今年的春晚没有节目了呢 楼上这嘲讽 就有点过了呀 春节是咱们国家 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春晚自然也成了春节的招牌 所以不可能取消 而且 其实每年的春晚都还可以呀 只是人们现在的娱乐项目多了 才觉得春晚越来越无聊 你们快别争了 啊 有我的男神 我男神上节目唱歌了 哪个哪个 哇 竟然是王成义影帝 呜呜也是我男神 男神以前好像没上过春晚 今年也上春晚了吗 还是唱歌 太棒了 王成义 就是跟沈桑一起拍摄历史剧 《无祖地》的影帝 在里面饰演中老年无祖地 虽然 剧还没开始播 但是热度也一直还好 加上王成义大满贯影帝 粉丝无数 很多粉丝听闻影帝 要参加今年的春晚 都跑来看了 热度越来越高 我男神终于来春晚唱歌了 还是独唱 我以前好像听过男神唱歌 很好听的 之前春晚节目 好像就邀请过王成义影帝 但是 影帝好像是腿不太舒服 就没来 我都遗憾了好久 今年终于来了 没人知道王成义腿上的老毛病 已经被沈桑给治好了 所以 今年受邀参加春晚节目 他也就来了 哇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第一个节目是谁 沈桑 我家桑桑啊 刚才我就简单扫了一眼 没仔细看 先看的评论 听见别人提王成义影帝 我就直接在节目名单上找影帝 都没注意到桑桑 桑桑竟然也上春晚了 还是第一个节目 木雕 这是啥 歌曲名单吗 不对 我看节目类型 是记忆展示 记忆展示 所以就真的是雕刻木头 这有啥看头 对吧 木雕不就是那样 而且 一个节目的时间才多久 最多给个十分钟都不错了 难道就雕刻个木头小人吗 我觉得 应该是配合古典的乐曲跟舞蹈吧 虽然是记忆 但应该不可能就是单独给大家展示雕刻木头 不然几分钟也没啥看头吧 大家对这种记忆表演 也有些不太感兴趣 觉得才几分钟 可能应该并不是让大家看木雕吧 桑桑怎么不唱歌啊 好像还没听过桑桑唱歌 桑桑要是在春晚上唱歌就好了 沈桑还想唱歌 能让他上这节目 恐怕都是他不知道怎么得来的资源 而且 说什么记忆表演 什么木雕 估计是以木雕为题目的大型古乐器舞蹈 他就是个花瓶摆设罢了 沈桑的黑粉又来了 不是 好奇怪 沈桑最近真的多了好多黑粉 到底是谁买黑粉 一直黑沈桑 说我们家桑桑说花瓶 就是承认 我们家桑桑很好看了 看样子 连黑粉都臣服于桑桑颜值了 不对 就我好奇 为什么今年春晚的节目 公布的这么晚吗 这官博 连个解释都没有 网上对春晚节目讨论的热度 越来越高 但是对沈桑作为第一个出场的节目 反而都有点兴致缺缺 因为都觉得木雕似乎很无聊 而沈桑这两天在家忙着修炼 陪伴家人 他之前就猜测 因为寻宝者 所以灵气越来越稀薄 直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 再无人信奉神明 无人进贡香火 世间没有神明 天道陨落 所以修炼起来才很难突破 所以他即便突破不了 但也没放弃 每天都坚持修炼 到了腊月二十九 吃过晚饭 一家人待在一起看电视 沈桑接到了小采宁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传来小采宁的软糯糯的声音 沈桑姐姐你好呀 我想你了 听见小姑娘软糯糯的声音 沈桑心里也软得不行 她温柔道 采宁你好 我也想你了 她跟小采宁 是因为拍摄 无阻地 结识 江采宁是 盐晓夕公主小时候 江采宁 还有个哥哥叫江灵 当初就是两人的父亲 设局绑架了小采宁 可能就是为了她身上的寻宝者 后来小采宁被沈桑所救 兄妹两人就越发幸福沈桑 小采宁还把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 告诉给沈桑 就是小采宁身上 有一个寻宝者 也因此 沈桑才猜测到 林柳兰是怎么回事 小采宁身上 虽然也有寻宝者 不过 她一直没有听从寻宝者的话 从来没收集过东西 跟寻宝者兑换过东西 只不过她搬来京市 采宁跟江灵都 还在西川市 她这半年多 一直在实验室忙 就很少跟采宁联系 小采宁经常给她发消息 沈桑姐姐 你在忙什么呀 姐姐 姐姐 你忙完了 能不能跟我说说话 我想你了 姐姐我好想你 小姑娘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沈桑 第374章 连耳根子都开始泛红了 沈桑虽然忙 但是晚上从实验室回来后 看到小姑娘给她发的消息 虽然不能及时回复 都会回应她 小姑娘还经常给沈桑 分享自己的日常 沈桑待在实验室 没什么日常 可以分享给小姑娘 有时候就自己画点花花草草 或者Q版的小彩 您送给她 小姑娘 每次都满心欢喜的道谢 现在接到小采宁的电话 沈桑也有些想她 小采宁在电话里 听见沈桑姐姐也说想她 小姑娘可开心了 沈桑姐姐 我看到春晚节目的公布名单 上面有姐姐的节目 姐姐 你太棒了 沈桑笑道 彩宁也很棒 之前看彩宁考试的成绩 也是第一名 小采宁今年上的一年级 寒假期末考的时考了 全班第一名 两人聊了话 小采宁忍不住问 姐姐 你过年回西川市吗 江采宁跟江玲的母亲 是西川市人 当初两人不想跟着父亲住 江玲就带着彩宁 搬回西川市 沈桑以前也住在西川市 没搬来京市前 小姑娘经常去找沈桑 现在沈桑搬来京市 小姑娘已经许久没见过她 肯定也是想念她的 沈桑也知道 小姑娘这么问 就是想她了 是想跟她一起过年 兄妹两人 在西川市孤零零的 沈桑道 彩宁你跟你哥哥 要不要来京市 跟我们一起过年 对面的小姑娘 本来有点委屈巴巴 听见沈桑这么问 水汪汪的大眼睛 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沈桑姐姐 我跟哥哥 真的能去跟你一起过年吗 小姑娘的语气中 也满是期待跟高兴 沈桑笑道 自然 要不你让你哥哥 看看明天的机票 你们明天过来 正好在京市多玩几天 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彩宁高兴道 沈桑姐姐 我太爱你了 你太好了 小姑娘扭头 跟自己哥哥说了几句话 然后又对沈桑说 沈桑姐姐 我哥哥要跟你说话 好 很快 电话里传来江灵的声音 桑桑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他不想给沈桑添麻烦 沈桑道 不会 我也想念采宁了 江灵 你带采宁来京市过年吧 对面那边的江灵顿了顿 采温声道 好 我明天带采宁去京市 跟江灵说完 沈桑又跟小采宁聊了许久 小采宁还在电话里 乖乖巧巧跟沈母沈父 和沈渝打过招呼 沈家人也很喜欢这个从未谋面的小姑娘 次日 采宁就跟江灵飞来了京市 沈桑去机场接的他们 小姑娘个头又高了些 但还是长得跟以前一样可爱 水汪汪的大眼睛 穿着一身奶 白色羽绒服 戴着毛茸茸的帽子 看见沈桑时 小姑娘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水汪汪的大眼睛都笑成了月牙 她站在那儿 朝着沈桑跑过来 一边跑一边招手 沈桑姐姐 沈桑也忍不住露出笑意 江灵跟上妹妹 她妹妹摔了 兄妹俩很快来到沈桑面前 小姑娘一下子就扑到沈桑怀中了 沈桑姐姐 我想死你了 她真的特别想沈桑姐姐 沈桑姐姐 要是她亲姐姐多好 就能天天住在一起 沈桑抱了抱彩宁 才牵着小姑娘的手 看向江灵 她面带微笑 冲着江灵微微汗手 江灵看到沈桑时 完美英俊的面容上泛起红 连耳根子都开始泛红了 第375章 美轮美奂 沈桑接到采宁跟江灵 开车带他们回了沈家 一路上 小采宁坐在副驾上 一直跟沈桑叽叽喳喳说着话 江灵坐在后面 目光温柔地看着妹妹跟沈桑说话 偶尔她的目光会落在沈桑脸上 多停留片刻 很快 沈桑带着两兄妹回到沈家 也见到了沈家人 小采宁嘴巴很甜 伯伯 沈圣 哥哥 江灵也跟着喊了人 不过她比沈鱼大一些 跟着沈桑一起喊的小鱼 沈桑把兄妹二人介绍给家人 沈母笑道 你 你们来 了 就 安心 住 住着 自打白建明被判刑后 沈母的恢复比以前还要好 现在能断断续续说些话 上半身也都能慢慢活动下 最近周济和一直在家陪着沈母做康复 让他站起来锻炼双腿 试着行走 沈桑给两兄妹安排了房间 都在二楼的两间客房里 沈桑也住在二楼 安排两人的客房在他房间旁边 今天已经是腊月29 周济和跟沈鱼早已经被好年货 今天也是忙着各种炸丸子 准备各种吃食 有了采宁跟江灵 沈桑也在厨房帮忙 沈母坐在轮椅上 在厨房门口望着里面 厨房里都是欢声笑语 晚上也是周济和跟沈桑准备的饭菜 采宁还小 沈鱼带他在外面玩 江灵在厨房帮忙 晚上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 吃过晚饭 一家人带着两兄妹 在附近公园转了转 公园里面也是很多人 充满了欢声笑语 沈鱼也很喜欢小采宁 带着小姑娘 在公园里疯跑着玩 公园附近很少卖玩具 还有其他不少好吃的好玩的 沈鱼给小姑娘买了不少玩具 小姑娘脸上的笑容 就没停下来过 一直说 谢谢沈鱼哥哥 沈鱼哥哥真好 沈桑在旁边的石凳上坐着 江灵也在旁边看着 桑桑 谢谢你 她很久没有看到 妹妹如此开心了 沈桑微微侧头 看向江灵 她的目光有两秒的发正 才笑眯眯说 不用谢我 我也很喜欢采宁 而且采宁来沈家过年 我家人都很开心 比起往日 沈家也多了很多的欢声笑语 晚上回去 小采宁已经有些累了 洗漱过后 小姑娘穿着毛茸茸的睡衣 跑到沈桑门口敲了敲门 沈桑开门 看见可爱的小采宁 她忍不住笑道 采宁是怕黑吗 小姑娘眼睛亮晶晶的 沈桑姐姐 我不怕黑 我 我就是过来 想跟沈桑姐姐说话话 要是能跟沈桑姐姐一起睡觉 就更好了 她真的超级喜欢沈桑姐姐 沈桑见小姑娘非常识诚 也看出小姑娘的渴望 笑着说 那晚上采宁跟我一块睡 我们晚上说悄悄话好不好 小采宁使劲点了点头 露出个大大的笑容来 好 晚上小姑娘跟沈桑说了许久的话 叙叙叨叨 说着她跟哥哥这大半年的事情 说着说着 迷迷糊糊睡着了 次日就是大年三十 今天就是过年了 沈家的习惯都是中午吃年饭 一大早起来 沈家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采宁跟江林也起来得很早 两人吃过早饭 也在厨房帮忙 大家一起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年饭 年饭前 沈桑接到姬无锡的电话 桑桑 新年快乐 沈桑笑道 姬大哥 新年快乐 而那边 江林跟采宁正在和沈家人说话 是周济和正在问叫江林要不要喝点小酒 说是今天过年 大家都很高兴 可以喝点果酒 江林平时不喝酒 昨天吃饭时就没喝酒 江林忙说 好的 今天陪伯父喝点果酒 只是我酒量不好 果酒也容易喝醉 周济和笑道 那喝饮料也行 你沈沈也不爱让我喝酒 听见电话里陌生男子的声音 电话那头的姬无锡顿了顿 他没问沈桑说话的陌生男子是谁 他也没有这个资格问 只是问沈桑 桑桑 晚上上完节目后 要不要出去玩 姬十一他们也都在 沈桑晚上还要上节目 八点开播 他下午就要过去 他是第一个节目 表演完就能待在现场 继续看春晚 或者也能回去 沈桑道 姬大哥 我家中有客人 晚上应该也会早点回去陪他们 等明天吧 明天可能会带我朋友出去玩 姬无锡又是一顿 才说话 明天可以约着一块出去 人多热闹 桑桑觉得呢 沈桑笑道 明天再跟姬大哥联系吧 好 那桑桑 你们先吃年饭吧 替我跟叔叔阿姨 说声过年好 挂掉电话 沈桑来到餐桌旁 主动跟家人说起了 刚才是谁打来的电话 爸妈 刚才是姬大哥打来的电话 跟我们问新年好 周济和忍不住问 姬先生身体好些了吗 沈家人都知道姬无锡的身体有些问题 总是无缘无故昏迷 桑桑每个月都会去帮他针灸几次 已经治疗了好久 虽然有些效果 但也一直找不到昏迷的原因 每次桑桑给他针灸后 他能清醒一段时间 但过不了两三天 又要昏迷 现在听说是姬无锡打电话过来 沈家人也都担心他 沈桑道 给他配的一起玩挺有效 他最近都没昏迷 听见沈桑说起其他人 还喊着人叫做姬大哥 江灵抿了下唇 周济和点点头 那就好 来来 桑桑快坐 我们吃饭了 四口人 加上江家两兄妹 其乐融融吃着年饭 今天是过年 沈桑平日也不喝酒 今天还是喝了点果酒 果酒是外面买来的 给江灵也倒了一杯 江灵就跟他说的一样 的确不会喝酒 只是喝了一杯果酒 脸色就红了 身上皮肤也有些发红 沈家人有点担心 江灵 你没事吧 江灵红着脸摇摇头 没事 我不太能喝酒 喝一点就有反应 不过没什么事情 睡上一觉就好了 见他这样 沈家人当然不敢再给他喝酒 就跟小采宁一样 喝着饮料 沈桑小酌了几杯 还陪着周济和 喝了一小杯的白酒 他酒量还是可以的 喝完好几杯果酒 跟一小杯白酒 脸色也是如常 脑子也很清醒 吃过午饭 沈桑下午四点左右 就过去了电视台那边 节目是现场直播 他肯定也要去现场 所以晚上 他就不能跟家里人一起吃饭 江天成虽然不在京市 但早已经安排妥当 给沈桑配了保姆车 本来还打算配个临时助理 沈桑说不需要 本来连保姆车跟司机都不需要 但沈桑中午喝了点酒 所以才要了保姆车 到了现场后 人山人海 各种工作人员 还有表演节目的嘉宾们 现场观看节目的嘉宾们 还没到时间点 都还没来 沈桑有着工作人员 她是第一个表演节目的 晚饭也是节目组这边分配的 四菜一汤 味道还可以 吃过晚饭 才开始做装造 等着节目开始 而沈家 沈桑不在 周济和还是准备了不少好吃的 来招呼江家两兄妹 吃了晚饭 就是首年夜 大年三十的晚上 首年夜 也就是一家子待在一起 吃吃喝喝 闲聊着 看看春晚 八点开始 每年的春晚节目 也准时开播了 因为家里人跟江家两兄妹都知道 今年春晚有沈桑 还是第一个节目 所以 吃过晚饭后 一家人跟两兄妹 就早早来到客厅的大电视前 守着了 周济和还准备了不少零食水果 等到春晚节目开始 主持人说说笑笑开场 还说起来鲁班大师 说起来了木雕工艺的起源 最后女主持人说道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欣赏我们国家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工艺 有多巧多天工 美轮美奂 第三百七十六章 都痴痴看着台上的凤凰 大年三十的春晚 几乎是每个H国人都会看的节目 即便很多人喊着 春晚节目一年不如一年 但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 不管是正在吃年饭 还是已经吃完年饭 跟亲戚朋友们聊着天的人 都会习惯性的看一眼 时间 发现到了八点 立刻喊到八点了 春晚开始了 特别是一些年龄比较大些的爷爷奶奶们 每年春晚 都是准时守在电视机面前观看 现在年轻人 大年三十都有节目 吃完年饭 都是跟朋友们出去玩 但有些喜欢宅在家里的年轻人 不爱出门 那就是打打游戏 刷刷视频 即便不看电视 网络上也到处都是各大春晚的直播 所以 今年春节一开始 各家各户也都打开了电视机 八点了 快快 打开电视 爷爷奶奶先过去看春晚 哎呦 八点了 春晚是不是开始了 咱们一边看节目 一边继续喝 或者一些年轻人的群聊里面 春晚开始了 不打游戏了 先去看看今年的春晚咋样 今年春晚 有王城一影帝的节目 还有沈桑呢 沈桑啊 他啥节目 沈桑好像还是第一个出场的节目 叫什么 木雕 开始了开始了 给个直播间 你们快进来看 刚才主持人就一直说着 我们H国的木雕传承 还有鲁班大师啥的 现在第一个节目就是木雕 也不知道如何表演啊 一个节目才几分钟时间 雕刻的话 时间肯定不够吧 而且 沈桑应该不会木雕吧 难道想用舞蹈或者歌唱 来表达木雕工艺几千年的传承 且 那不是挺无聊的 基本上以往的有这种传承记忆节目 都是用歌唱舞蹈和话剧来表达 要是真的在节目上雕刻 那才是牛逼 不过沈桑不会雕刻 肯定只能用以前那种传统表演来表达 不过 就算真的能有人在节目上表演木雕 能雕刻的也就是那种小件的木雕吧 真正的艺术品 很大件的 让人觉得美轮美奂的木雕作品 那可都是经过很多时日慢慢打磨出来的 所以就不用指望在春晚第一个节目上能看到什么了 在大家的讨论中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的直播画面中 一个穿着娇领如裙 头发简单挽着插着一根木簪子的古代女子走到场地中央 场地上一个架子上摆放着一块很大的木料 这块木料差不多有半人高 长度大约有一米半左右 还有一整排的木雕工具 木雕的工具包括铁锤 豹子 枣子和钢刀 每种工具也是大小款式各不一样 工具非常多 大家看见女子走到工具面前 挑选了一把很锋利的小刀 然后走到木料前 坐在电视机面前观看节目的长辈们 发现节目上的古装女子似乎很眼熟 咦 这不是那个直播给人看病叫沈桑的明星吗 大孙女 今年的春晚上还有沈桑啊 她这是要表演什么 她这是要叼木头吗 这么大一块木料 她要叼到啥时候 而在其他群 还有直播间里 网友们也发现了 咦 看这节目 竟然不是以歌唱话剧 或者其他形式 来表达咱们国家木工记忆的传承吗 怎么就沈桑一个人上台了 这还拿起了一把小刀 走到木料前 她想干什么啊 想要雕刻木头吗 这么大一块木头 一个节目就几分钟时间 她想雕刻什么啊 随便雕刻几笔吗 开始了 开始了 真的开始雕刻了 一个配角都没啊 连音乐都没有 现场好安静啊 卧槽 我看到什么了 这个雕刻速度 用一把小刀 直接就削掉一大块边角 这位网友喊完 发现直播间一片安静 竟然没人发弹幕了 她也没空打字了 因为眼睛盯着直播间 根本没空打字 生怕错过节目上的每一秒 因为她都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了什么 而这种情况 在其他地方 也是一模一样 本来喝着酒的年饭上 大家本来只是边吃边喝 随意看着电视上的节目 看着看着 加菜的忘记加菜了 举着筷子 停在盘子上方 瞪大眼睛看着电视上 那个把木料当豆腐一样削的女子 喝酒的 也忘记喝酒了 举着酒杯在嘴边 同样愣愣地盯着电视上 本来还在跟晚辈们 闲聊的老一辈们 目光都不由自主落在电视上 有人甚至惊讶地 微微张着嘴 有人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陪伴着长辈们的小辈们 也差不多如此 本来还说说笑笑 等看到电视上女子 是如何雕刻木料时 再也没有其他心思 惊奇地盯着电视 而一些懂雕刻的大师 本来也是漫不经心 看着春晚的节目 可看着那样一大块木头 在女子手中 就如同柔软的豆腐 一些大师看着看着 忍不住喃喃道 这么厉害的手艺 也不知道诗从何处 什么时候雕刻 见来了这样一个天才 几分钟过去 不管是电视上 还是直播间 还是现场的嘉宾们 看着雕刻下来的木屑 被大功率的风扇吹开 原本厚重的木料 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凤凰 看着女子诗诗然离开台上 指于下架子上的木雕 这是一头凤凰木雕 从头到凤尾 大约在九十厘米 每一处都非常精细 可以说是巧夺天宫的精致 甚至凤凰展翅的翅膀 也是薄薄的一片雕刻而成 非常轻盈 衔接得非常好 非常轻薄 仿佛一碰着翅膀上的羽翼 就会断裂 还能看见羽翼轻轻颤动着 凤尾更是飘逸流畅 本身木雕工艺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厚重 笨重 越大的整体木雕工艺品 越容易显得有点厚重 可眼前这个凤凰木雕却一点不显厚重 所有人都觉得 下一刻 台上的这个木雕凤凰 就要腾空而起 遨游四海 这甚至还只是木头的原色 不敢想象 这要是上了色 会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就如同一只真正的凤凰一样 是不是就有了灵魂 实在是眼前这个原色的凤凰木雕 都已经栩栩如生道 让大家呼吸 都不敢太重 生怕惊扰了这只正在腾空的凤凰 不管是电视前 直播前 还有现场的嘉宾们 都迟迟看着台上的凤凰 下一刻 镜头一转 换了场景 第377章 带着一丝 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痴迷 镜头切换到了主持人这边 与主持人微笑道 这就是我们H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木雕记忆 是不是很让人震撼 真真是精美绝伦 巧夺天功 若是给这木雕上了色 恐怕就会让人看到 真正的凤凰展翅 遨游四海 木雕记忆 有时候只是能雕刻出行 很难有神 但是刚才的木雕 仿佛已经有了神 只是还没有上色 就让人觉得心惊动魄 即便主持人已经开始继续主持着节目 说完木雕后 又开始说起其他 但他脸上的震撼和经验 都还没来得及退去 显然也还沉醉在刚才的木雕凤凰中 而电视还是直播间的观众 也终于都回过了神 加菜的继续加菜 喝酒的继续喝酒 就是话题明显变了 今年的春晚 还是有些本事呀 哪里是今年春晚有些本事 是这个雕刻木雕的人 有些本事 真有几分钟 就能雕刻出这样一件木雕工艺品吗 感觉超出认知了 完全不现实 但是春晚是全程直播吧 没有做假的可能 他是怎么办到的呀 不过真的很精彩 我这举着筷子 硬是举了好几分钟 都没感觉 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我也是 手抬着还准备跟你们敬酒呢 这举着举着 就是好几分钟过去 这个表演实在精彩 看这个姑娘 削这些坚硬的木料 跟削豆腐一样 应该是会功夫吧 感觉还是那种 已经练出内劲的高手 这姑娘不简单 削木头跟削豆腐一样的话 那肯定雕刻起来就快了 加上熟能生巧 也不是不可能 这年头还真有武术高手啊 有肯定是有的 这姑娘有点眼熟 是个明星 我家闺女 还说很喜欢她 好像是她的粉丝 我之前还有点担心 闺女追星不太好呢 现在觉得 能追这样的星 也是很不错 是个很不错的明星 听说这个明星还会医术呢 以前直播时候 都是点人看病 这么厉害 真是天才啊 看模样才二十左右吧 而各大短视频平台 还有直播间 很多网友也疯狂讨论了起来 啊啊 这就完了 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多看看那个木雕啊 刚欣赏一半 镜头就转走了 就是就是 我还正张着嘴 看着看个凤凰木雕呢 实在太巧夺天工了 正欣赏着 镜头就给转走了 真的没想到 桑桑还会木雕 今年春晚的节目 属实不错了 那是桑桑不错好吧 换个人 看看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雕刻出一只 如此活灵活现的凤凰啊 沈桑真的牛逼 没想到他还会木雕 之前以为他这个节目 就是唱歌或者话剧来表演呈现出来 没想到是他亲自雕刻 这期间 我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一点都不敢错开眼 实在太精彩了 讲真 这个节目一开始沈桑一出来 并没有其他配角时 我以为沈桑是 这个节目的主角 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木雕 虽然这个木雕 也是沈桑雕刻出来的 但在这样的雕刻品面前 完全一不开眼 这个木雕 才是真正的主角 难怪不需要配乐 也完全不需要配乐 真就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同感 真是一场畅快淋漓的雕刻 和视觉盛宴 网上不知道 有没有高清的这个节目片段了 我要下载到手机里继续欣赏 就我想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吗 感觉比几大流派的木雕 都稍微有点区别 风格有点融合 就是更加精致 更加好看 你们不觉得 沈桑这也牛逼过头了一点吧 雕刻一件这样的工艺品 哪有这么快的 说实话 要是其他人用这么短时间 雕刻出这样一个木雕来 我肯定会吃惊 会震惊 会怀疑 但是沈桑雕刻出来的 我完全不会怀疑什么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天才 什么都会 有聪明的不行 而且 他本来就是会功夫吧 还会点学 肯定是练出内劲了 雕刻木头对他而言 就跟雕刻豆腐块一样轻松 我只想再看看那个木雕 啊 镜头转得也太快了吧 妈惹 我突然想到了西川市的西川宝塔 你们都知道吧 很出名的一座古建筑 就是那个宝塔 上面有108朵木雕的莲花 那些莲花都烂得差不多 一直找不到人修复 去年的时候 那座宝塔突然修复了 有人重新雕刻了莲花 上了色 简直太好看了 想起来了 莲花宝塔嘛 所以那些宝塔 其实也是沈桑修复的吧 应该是那时候沈桑 还住在西川市呢 修复好的莲花宝塔 真的太好看了 我跟男朋友 还特意去西川市旅游 看了莲花宝塔 没死了 网友们讨论着 就讨论到西川市的西川宝塔上 西川宝塔 因为那座古木塔上 有108朵莲花而闻名 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座宝塔也摇摇欲坠 上面的莲花木雕 更是七零八落 所有人都以为过不了两年 这座宝塔就会彻底消散 没想到去年的时候 宝塔被人修复了 修复后的宝塔 简直是完 每还原了两三年前的莲花宝塔 现在也成了旅游的热门景点 而且 第一个节目还没结束几分钟 就给冲上了热搜 讨论的网友无数 第一个节目的视频 也被人剪辑好 单独发了出来 点赞收藏下载的人数 数不胜数 沈家 沈家人跟江家两兄妹 看完沈桑的节目后 沈家人都是一脸自豪 也都很激动 沈母更是落了泪 她昏迷这些年 她的桑桑长大了 还有如此了不得的本事 小采宁更是疯狂鼓掌 兴奋的脸颊都红彤彤的 沈桑姐姐太棒了 她内心都想尖叫起来了 木雕这个节目时 江灵也一直望着电视里 只是别人都忍不住 目光落在沈桑 一直雕刻的手掌跟作品上 只有她 目光一直落在沈桑的面容上 带着一丝 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痴迷 沈桑表演完节目后 并没有离开 被工作人员 请到现场嘉宾的位置上坐着 作为现场观众 继续观看春晚的直播 第378章 继无息心中 生出一种不喜和厌恶 沈桑坐在观众席上 继续观看接下来的现场直播 她还是刚才的装造 周围很多嘉宾 目光都忍不住落在她的身上 满是惊艳 这次不是惊艳她的容貌 而是那一手 让人不舍得眨眼的雕刻技术 之后的节目上 摄像机每次朝着观众席位 扫过去时 都会多在沈桑面上停留几秒 沈桑也会在摄像机面前微笑 她笑容甜美 每次摄像机扫过去 观看直播的网友们 就开始舔屏 啊 我老婆真美 刚才光顾着 看她雕刻木雕 都忘记欣赏我老婆的盛世美颜了 真是好看 沈桑颜值当真美的说 五官骨香都极好 这好像还没化什么妆吧 清冷的感觉 五官却又很清丽 真的好美 好美 我舔 今年的春晚 后面的节目 有的也很精彩 到了影帝王 诚意唱歌时 流量也达到了一个巅峰 到了十二点 随着倒计时结束 新年的喝彩声响起 各家各户响起了祝福声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 大家新年快乐 各种在直播间观看春晚的网友们 也都在弹幕上纷纷打字 大家新年快乐哦 新年快乐 祝我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希望新的一年 我可以收二十斤 可以报复 可以找个疼我 爱我的男朋友 喂喂 楼上 这是过年 可不是许愿池 哈哈哈哈 大家新年快乐呀 节目结束 沈桑也坐着保姆车 回去沈家 路上时候 司机很激动的说 沈小姐 你太厉害了 沈桑笑道 谢谢 回去的路上 沈桑有一搭没一搭的 跟司机聊着 又一边翻看着手机 很多人都给他发了消息 父亲跟母亲 还有沈渝 闺女 你真棒 姐姐 你太牛叉了 江陵跟采宁 也给他发了消息 江陵发的消息是 桑桑 所有人都会为你骄傲的 小采宁的消息是语音 沈桑点开听了起来 沈桑姐姐 你好厉害 沈桑姐姐 你太棒了 还有他的一些朋友 发来的消息 江天成跟小经纪人 古梅发来的消息 自然都是激动加恭喜 特别是江天成 他一连给沈桑发了好多条语音 可以听出他语气里的激动 桑桑 你藏得太深了 连他都不知道 这个节目上 沈桑会亲自雕刻 还是如此短的时间 雕刻出如此惊艳的凤凰 果然之前是他白担心了 只要桑桑出手 就没他完不成的 他清楚 这次之后 桑桑不会再跟普通的明星一样 认识几乎半个H国的人 都认识他 甚至都能记住他 即便他不怎么爱接资源 也不会担心 他会被粉丝遗忘 因为他真的有一种魔力 可以让人轻而易举喜欢上他 真正的喜欢上他 拿他做榜样 但是 这是桑桑应得的 沈桑都一一回了消息 倒是鸡无锡一直没给他发消息 沈桑挑眉 他知道 一会儿鸡无锡的电话 肯定就要打来了 果不其然 刚想完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沈桑正想着 手机响起 里面传来鸡无锡的清朗的声音 桑桑 恭喜 他没有说别的 只是说了一声恭喜 沈桑笑道 鸡大哥还是专门等到12点过后 亲自打电话 来同我说恭喜吗 鸡无锡温声道 是 我想亲口同你说 还有 桑桑 新年快乐 他的语气温柔至极 又如潺潺溪水 缓缓流淌过沈桑的心间 沈桑笑道 鸡大哥也是新年快乐 鸡无锡 桑桑这是回去的路上吗 沈桑恩了声 正在回去的路上 鸡无锡道 回去早点休息 明天若是想出来玩 就同我打电话 我来安排局 鸡十亿 他们也都在 沈桑在京市 除了鸡十亿 也有一些朋友 沈桑道 那明天晚上出去玩 我还有一位朋友住在沈家 到时候带着他一并过去 他指的是江陵 小采宁才七岁 肯定不能去酒吧 这种娱乐场合 明天晚上 就让沈玉带采宁玩 鸡无锡顿了顿 想到昨天电话里的 听见的那个男生 他道 欢迎 挂掉电话 沈桑也快到家了 大家都已经睡下 沈桑也洗漱过后睡下 次日 大年初一 一般住得近的亲朋好友 会来拜拜年 沈家在京市 也没什么亲戚 所以 也没什么人来拜年 到了晚上 沈桑跟江陵道 江陵 晚上我要和朋友们 一起出去玩 你要一起吗 采宁太小了 不能去 一会儿让小鱼 带他出去玩会儿 江陵点点头 可以 只是我没怎么去过 这种场合 怕有些不合群 他有些拘谨的模样 他也的确没怎么去过 这种场合 沈桑笑道 没事 去了之后 大家也基本都是闲聊 唱唱歌什么 就是朋友之间的小句 江陵点头 好 采宁也没闹 他很乖巧 知道桑桑姐姐出去玩的场合 不适合小朋友们去 也不会闹着一块去 沈桑也太喜欢小采宁了 实在太乖了 很快 沈桑就带着江陵 过去给姬无锡发了地址 上了电梯 到了包厢 沈桑敲门 带着江陵进门 包厢里已经不少人 都是沈桑熟悉的面孔 姬十亿 还有她的那群朋友 姬无锡也坐在沙发上 抬头看到沈桑 目光又落在她背后 一个容貌非常出众的年轻男子身上 不知为何 姬无锡心中生出一种不喜和厌恶 第379章 就不是个正常人 姬无锡知道 自己对沈桑有好感 并不是因为 此人是桑桑带来的 那种仿佛遇见情敌一般的敌意 若是情敌 他也能光明正大竞争 他也不会对情敌去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敌意和厌恶 但他见到这人第一眼 就是厌恶 好似天生厌恶他一样 他七情六欲和正常人似乎不太一样 姬无锡对人类 其实没有太大的情感触动 也就是没什么感情 各种感情都没有 不厌恶 不喜欢 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 就生出一股子浓烈的不喜厌恶 想要弄死他 姬无锡没有说话 只是面无表情 看了江灵一眼 沈桑已经带着江 灵走进去了包厢里 包厢里的众人 扭头朝着沈桑看了过去 姬十一欢喜道 桑桑你来了 快坐快坐 这位是 姬十一看向沈桑背后的江灵 目入惊艳 这人长得也太好看了 第一次见到如此漂亮的人 不管是五官还是古相 完全挑不出一点错来 皮肤也很白 是那种暖白 因此 整个人还给人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其他人也发现了江灵 有人甚至吸了口气 还有人小声嘀咕 这谁啊 不知道 应该是桑桑朋友 姬小叔不是说 桑桑会带个朋友过来吗 这人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简直让人惊艳 娱乐圈都没这么好看的人 他怎么没进娱乐圈 或者还是已经签了公司 难道也是桑桑公司签的行人 让桑桑帮忙带带 不知道啊 不过长得是真好看 连包厢里的男生们 都目不转睛盯着江灵看 不等沈桑给大家介绍 江灵已经到 大家好 我叫江灵 是桑桑朋友 帅哥 你好 留着寸头的长孙景 对江灵很有兴趣 他拍拍身边的位置 帅哥过来坐 他也是姬石屹的朋友 后来跟着姬石屹认识了桑桑 也跟桑桑成了朋友 性格也比较大大咧咧 他就是单纯欣赏江灵 而且他知道 姬灵真要是桑桑男朋友 桑桑肯定就是直截了当 跟他们介绍清楚 所以 真就是朋友关系 旁边的舒刚静 扯了长孙景一下 示意他别胡说 舒刚静 也是基石屹他们这个圈子的 人称小刚子 人有点憨 长孙景瞪了他一眼 不过到底没再继续 只是盯着江灵 这人长得 真是太好看了 而且莫名的很吸引人 很容易让人 对他产生好感 沈桑回头对江灵笑道 江灵 你随便坐 他们都是我朋友 江灵点头 虽然沈桑说 让他随便坐 但是他还是跟着沈桑 最后坐在个沈桑身边 像那小媳妇一样 这会儿 长孙景也不打去江灵了 他情商高 看出这个江灵 似乎喜欢桑桑 沈桑坐在了姬无锡的身边 所以 江灵坐下后 跟姬无锡就隔着一个沈桑 包厢里热热闹闹 大家都在聊天喝酒 沈桑扭头跟姬无锡说话 姬大哥 你的身体如何 吃了这么久的一起玩 还有感觉身体还好 给姬无锡的真酒没有断 一起玩也吃着 他现在不用日日昏迷着 他就是担心 吃完三个月后 姬无锡还是会跟以前一样 时不时昏迷 姬无锡 身体并无异样 他的语气温和不少 又问桑桑想玩些什么 这里也就是唱歌 喝酒 玩玩头子 或者打打牌 再者 也能玩一些其他游戏 像是狼人杀这些 沈桑回头问江灵 江灵 你想玩什么 想唱歌吗 江灵点点 他也渐渐适应了 之后 江灵到 是跟基石屹这群人 很玩的来 唱歌 玩游戏 就是他不能喝酒 大家都是年轻人 知道江灵不太能喝酒 也就不会劝着他喝酒 他性格很温和 年龄也跟基石屹这帮人差不多 能聊的话题不少 他的性格 跟基无锡完全不同 基石屹他们这行人 多多少少 心里有点聚集无锡 但是觉得 江灵就很平易近人 很容易就跟他打成一片 喜欢上他 想把他当成朋友 所以 包厢里基石屹他们 跟江灵玩得很好 倒是显得 基无锡有点不合群 他也的确不太合群 梅雨有些冷烈 他也不唱歌 也不玩游戏 就是一杯接一杯的喝酒 沈桑忍不住说 基大哥 少喝点酒 基无锡朝他笑了笑 桑桑不用担心 我喝不醉 他的确是喝不醉的 他的身体 的确很奇特 他少年时期 就发现 自己似乎喝不醉 还特意试验过 最后喝吐了都没喝醉 就是他并不喜欢酒水的味道 所以也不怎么喝酒 沈桑点点头 那也少喝点 一会儿大家一起玩游戏 基无锡很听话 看了桑桑一眼 倒是一杯 也不喝了 掌孙景看着二人 眨眨眼 有些惊恐 基小叔竟然喜欢上桑桑了 倒不是别的原因 桑桑太优秀 喜欢桑桑实在很正常 但是基小叔在他的印象中 呃 就不是个正常人 他还以为基小叔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上谁 掌孙景也没有多嘴 这事儿总不好到处宣扬 对桑桑又不好 所以大家玩到了十二点 差不多就散场了 基十亿跟书刚进等人 还拍着江林的肩膀说 江林 下次有局再出来玩 不仅如此 基十亿还把他拉到了他们这个群里 里面都是基十亿 他们这群人 沈桑都还在里面 基无锡也是在的 但他平日根本不怎么在群里说话 江林温和道 好 不过 我在京市也待不了多久 过几日 就会带采宁回西川市 大家都已经知道 他跟妹妹是怎么跟桑桑结识的 基十亿笑道 没事 等以后你再来京市 我们帮你接风 江林笑着说了声吼 大家出去 来到停车场 各自找了代驾开车 送他们回去 江林没喝酒 他会开车 所以 这次他开车 跟沈桑一起回沈家 江林去地下停车场开车 基无锡看了沈桑一眼 有些犹豫 要不要告诉给桑桑知道 他见到江林第一眼 就非常奇怪的感觉 其实他知道 桑桑已经知晓 他对他的心思 现在要是再跟桑桑说这个 桑桑会不会觉得 是他把江林当情敌 故意诋毁他 犹豫下 基无锡到底没说 直到回去早点休息 沈桑点头 你也是 江林已经开着车过来 桑桑 上车吧 沈桑上了车 开了车窗 朝着基无锡挥挥手 让他也赶紧回家去吧 江林也冲基无锡 微微汗手 基无锡也点头示意 面色也没什么变化 看着车子渐渐驶走 基无锡有些头疼的 揉了揉额脚 真是奇怪 即便江林真的喜欢桑桑 他也不会对江林产生这种不好的感觉 但他在江林身上也没发现什么让他不解或者疑惑的地方 除了他那几乎完美的容貌和性格 基石屹他们那群人平日眼光也是很高 即便交朋友也不会轻而易举就交心 但是今日不过一个晚上的相处 他们对江林的感官就非常好 还拉到了群里 基无锡喊了代价 开车送了他回去家 第380章 这次的评委人选 还有谁 之后几日 沈桑也没怎么出门 在家陪伴着小采宁 江林跟小采宁出妻 就回了西川市 而热搜上 沈桑在节目上雕刻的凤凰木雕的热度 一直没怎么下去 电视台那边特意请沈桑去给木雕凤凰上了色 到了正月15 电视台发表了一则声明 总电视台 Eddie沈桑 很荣幸地同大家说件事情 之前大家很关注的凤凰木雕 现在已经邀请沈桑大师给其上了色 这只凤凰将会送到金氏博物馆 以后都可供大家观赏 图片 图片 还放了两张凤凰木雕上色后的图片 上色的凤凰 几乎让所有人都沉溺在它的美丽之中 我的天 没想到上色的凤凰 比节目上看到的还要震撼 如此绚丽的颜色 流光溢彩 到底是怎么上色的 太厉害了吧 真的太漂亮了 灿烂夺目 好像凤凰就应该是这样 而不是火红色 色彩虽然有些多 可非常融合 真正是流光溢彩 上了色的木雕凤凰 整体是火红色 但翅膀和凤尾 却是流光溢彩 五彩斑斓的色彩 却一点都不为何 只会让人觉得绚丽无比 让人觉得 凤凰的颜色 就该如此美丽 注视着它 就会让人一不开眼 太美了太美了 图片我收藏了 等有空就去博物馆近距离 也有人说 我承认 这个凤凰雕刻的 的确还可以 上了色也挺美 但是 它为什么能进博物馆啊 博物馆陈列出来的 不都是文物吗 这个木雕凤凰 还不够格吧 楼上故意黑的吗 博物馆本来就不是只有文物 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都可以陈列在博物馆 这只凤凰 它除了绚丽的美感 还让我们更加了解 木雕工艺的传承 了解我们 H国几千年的传承 也可以 让大家去知道 H国更多的传承艺术 还还不够格吗 楼上就是想黑桑桑而已 去它主页看看就知道了 最近一直黑沈桑 之前还有黑别的明星 黑的明星不少 也就是俗称的职业黑 除了有一两个黑子找麻烦 剩下的 自然都是夸赞 也有很多网友聊起了 H国其他的传承文化 也会让更多人注意到 这些快要失传的文化瑰宝 要知道 H国除了木雕 还有许许多多的传承 像是 茶道 瓷器 刺绣 传课 各种戏曲等等 这些都是H国的文化瑰宝 这次的木凤凰木雕 也会带动H国的传承文化 不仅如此 电视台甚至想要弄个节目出来 就是关于H国几千年下来 都快要被人遗忘的文化传承 这个提议 还是沈桑给电视台的陈台长出的主意 也就是前几天 电视台请沈桑 去给木雕凤凰上色的时候 跟陈台长聊了聊 沈桑跟台长说 陈台长 其实可以趁着这波热度 弄个民间传承文化的节目 让民间还会这些艺术的素人 来参加这个节目 不拘年龄 都能来参加 然后由着裁判打分 从海选到总决赛 最后评选出来的冠军 可以有奖金拿 评委也可以选一些老艺术家们 再配合两个明星评委 因为要是有流量好的明星 坐镇评委的话 也能为节目带来更多的热度 陈台长一听就很心动 这样的节目 或许可以成 这样就能让更多人了解 H国的快要消散的传承文化 趁着现在还有热度 这个节目一开始 热度应该就不会低 果然陈台长就跟上面写了份报告 说了这事 每两天 上面就同意了下来 还拨了款 显然是让陈台长 好好弄这个节目 于是乎 陈台长就着手准备起这个节目来 沈桑跟陈台长 就是这个节目的策划人 这个节目被命名为传承 沈桑不仅是这个节目的策划人之一 陈台长还希望他也能够做这个节目的评委 他这一手木雕技艺 谁敢说他不配做评委 这个节目暂时设定是每周一次的直播节目 从海选到初赛复赛和总决赛 大概四个月左右可以完成一季的海选到决赛 一次时长两个半小时左右 沈桑就算到时候在实验室还忙着 每周抽这几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有的 而且节目的地点就是在京市 距离不远 所以他就硬撑下来 另外一个明星 陈台长是想请王成义影帝 王成义影帝也在春晚节目上唱了首歌 那段时间的流量 比沈桑第一个节目的流量还要多 毕竟第一个节目 很多人无法准时收看 但是王成义影帝的粉丝众多 很多不怎么想看春晚的人 也会特意订个闹钟 所以陈台长很清楚 影帝能够为节目带来的流量 只是这位影帝从来都是支演戏 就连广告都没拍过 其他通告也从来没有过 也就今年上了次春晚而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影帝唱歌 那段时间的流量 会冲出一个高峰的缘由 不过陈台长犹豫了会儿 还是给王成义影的 拨打了个电话过来 电话里 他把自己办这个初衷的理由 告诉给影帝 说了好几分钟 说的有点口干舌燥 才听见对面影帝问了句 陈台长 这次的评委人选还有谁 陈台长道 还有沈桑 他也是这个节目的策划人 另外也会作为传承 这个节目的其中一位评委 另外还有三位评委的人选 除了王成义老师宁 还有两位 一位是戏曲职业学院院长 还有一位是博物馆的馆长 剩下这两位 也是H国国宝级的老艺术家 那位戏曲职业学院院长 叫刘石棉 如今已经六十多岁 他不仅是戏曲职业学院的院长 还是妇女工作部副主任 多家艺术院校的教授跟会长 善金句 拿过许多大奖 另外一位博物馆的馆长 明中开 除了是博物馆的馆长 同样也是老艺术家 从幼年时期就潜行研究各种木雕绝技 善各种派系的木雕绝技 同样被聘请为园林局古建筑的专家 两位都是国宝级的大师 平时也都很忙 而且听闻这两位的性格都还有点孤僻 除了忙工作 对其他名利都是不屑一顾 恐怕也是不好请 但陈台长还是打算去试试 第381章 所以他一定不会拒绝 听完陈台长的话 王成一影帝说 好 我愿意去传承 这个节目做评委 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陈台长都可以同我沟通 这个节目也是比较特殊的 他对这些文化都不懂 自然也是要去了解的 到节目开播之前 他都会努力去了解去学习这些 争取做一个合格的评委 陈台长一听 还愣了愣 他没想到影帝会答应的如此干脆 陈台长欢喜道 好好 那后续的事宜 我再跟王老师您慢慢商议 好 挂掉电话后 陈台长忍不住先给沈桑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这一喜讯 沈桑笑道 王成一老师怀紧握鱼 知道这个节目对我们H国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一定不会拒绝 即便自己不去 王成一老师也会答应下来的 他清楚自己的号召力 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节目 随后陈台长又分别给刘诗棉跟中开 这两位国宝级的老艺术家 打了电话过去 二人性格不喜张扬 也很少在公众面前露脸 大多数导师时候都是专心研究各自领域的戏曲木雕 接到陈台长来店后 两人没考虑太久 想了想就同意来做传承这个节目的 他们都知道这个举办这个节目是为了什么 所以他们也愿意为了这样的传承去出一份力 不过两人同意后都忍不住问了陈台长 对了 陈台长能不能问一下春晚节目上表演木雕的沈小姐 她会去这个节目做评委吗 不怪他们这么想 两人都觉得这个小姑娘刚在春晚节目上表演完这种快要消失的木雕技 电视台就突然要举办传承这样的节目 说不定就跟这个小姑娘有关 而且小姑娘本来就是娱乐圈的明星 木雕技艺也是让人臣服 做评委当然是够资格的 那首木雕技艺 连同为国宝级木雕大师的中开都甘拜下风 那个凤凰木雕已经有了自己的神 这也是中开最向往的 她的木雕技艺刻行刻情 但是却没法刻神 让要染雕刻的出来的木雕作品 有自己的神 实在太难太难 不只需要熟能生巧的技术 还要天赋异禀 虽然许多人说她的雕刻作品很有灵性 很精致漂亮 但也只是有灵性 灵性跟有神 赋予给作品神魂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她很想见见沈桑 想同她讨教讨教 另外一位刘诗勉老师 虽然是戏曲方面的 但她也很喜欢沈桑 想见见这样天赋异禀的姑娘 陈台长立刻说 沈桑小姐也会来这个节目做评委 除了她 还有王成一颖的跟二位老师了 二位老师都同意下来 也期待节目上正式跟沈桑见面的时刻 所以等到陈台长在官博上说了 沈桑雕刻的凤凰 要放在博物馆的声明后 时隔一天 她又在官博上发表了另外一则通告 总电视台 Eddy沈桑 Eddy王成一 Eddy戏曲学院院长刘诗棉 Eddy博物馆馆长中开 再告诉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关于传承 关于我们H国这几年签下来的文化艺术 总电视台决定举办一个节目 传承 觉得自己会这些文化艺术的都可以来试试 拿到总冠军的人可以获得20万奖金 四位评选也都转发了这条微博 两位老艺术家没什么粉丝 但是另外两位 沈桑也算当红明星 王成一影帝更是红的发子 二人带来的流量跟粉丝 很快就让这条微博上了热搜 传承 感觉是很有意思的节目啊 而且评委老师除了两位老艺术家 还有沈桑 沈桑本身就会木雕记忆 他做评委没问题 竟然还有王成一影帝啊 太期待了 我男神以前从来没上过任何节目 除了今年的春晚 很期待男神在节目上的表现 太棒了 影帝真的很少露面 即便每年都有拍戏 但也基本很少有路透出来 现在影帝愿意上节目 以后露面的机会就多了 感觉这个节目真的很棒 是不是跟沈桑在春晚雕刻的木雕有关 让国家让大家重视起 我们H国的文化传承 我也觉得 希望这个节目 会被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注意到 让大家看看 我们H国从古至今传承下来 那些快要绝技的艺术 有多震撼 有多美丽 传承这个节目 即使还在筹备期 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跟共鸣 接下来 就是电视台这边 开始筹办节目 沈桑也回了实验室 他也是传承 这个节目的策划人 白天他要在实验室 就晚上回到寝室后 跟陈台长开视频会议 商量节目的各种筹备工作 如何进展等等 沈桑作为传承 节目的策划跟评委 自然也是要先签订合同 江天成本来还担心 他在春晚上露脸后 又跟去年一样 呈消失状态 现在见他愿意做 这档节目的策划跟评选 自然是再高兴不过 这样 桑桑今年至少能在节目上 一直露面 所以 江天成也不祈求其他的了 桑桑愿意做 这档节目的评委就好 到了四月 传承 这档节目正式海选 没想到 报名的人还挺多的 看来这两个月的宣传 还是很有效果的 而且二十万的奖金 对普通人而言 也很有吸引力 民间的确还有一些年长之人 都是老手艺人 会那些几乎快要失传的手艺 但是因为这些手艺 早已渐渐淡出国人的视野 很少有人去欣赏他们 会为他们买单 所以 即便有些手艺人是有真本事 可也连温饱都顾不上 只能做起别的工作 来养家糊口 所以最后沈桑建议 这个节目可以分为冠军亚军季军 冠军一名 亚军两名 季军三名 冠军奖金二十万 亚军奖金十五万 季军奖金十万 甚至不用国家掏腰包 已经有不少赞助商来赞助这个节目 传承 这档节目 定在每周日晚上七点半到十点半结束 这两个月 已经有不少人报名来参加海选 即便有些年龄大一些的 不怎么知道关注网上动态的人 但是家里的晚辈们 却是知晓传承这个节目 也知道自家长辈是老手艺人 就跟自家长辈说了说 还告诉家人 这个是有奖金的 其实即便没有奖金 很多老手艺人 也愿意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他们也都不愿意 传下来的手艺 慢慢消散在自己手中 以后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被人类从记忆中抹去 所以很多人都很听劝 愿意来报名参加海选 第三百八十二章 我让你减 让你减 四月初一 传承正式海选 参加海选的人数不算多 但也不算少 差不多有一千人左右 不算多 是因为相对于其他节目的海选人数 的确是不多 但不算少 则是因为 大家都以为这些文化记忆 早就已经没多少人会了 但海选还是有一千多人 比预期的人数多 大家都还以为 会有一些凑热闹的 最后发现 来海选的一千来人 竟然都是有点真本事的 当然 肯定也有那么几个烂鱼充数 就是来凑凑热闹的 没想到 来的竟然都是有点真本事的 肯定啊 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快要失传的文化瑰宝 还是总电视台举办的节目 大家肯定很认真的对待 谁敢来烂鱼充数凑热闹 真的没想到 竟然还有一千多人来参加海选 而且看得出来 虽然也有几个年轻人 但是至少99%都是中年老年人 等到他们这两代人走了后 可能这些文化传承就真的彻底失传了 哇 甚至还有一个看着七八十的老奶奶 这位老奶奶也来参加的吗 准备表演什么 网友们说的 老奶奶是个头发都已经花白的老太太 面上很多皱纹 甚至被都有些勾搂了 看得出来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穿的衣服洗得有些发白 上面甚至能够看到一些补丁 脚上也是一双满是补丁的布鞋 很多人都注意到 这位老太太 实在是因为 这位老太太 看着年龄有些太大了 精神状况 也不是很好的样子 这位老太太 在海选上表演的是剪纸 一张大红色的剪纸 被她复杂地叠了起来 也看不出 到底是叠成什么形状 因为是海选 所以 有很多位参赛选手一起比赛 20位选手一起比赛 每人给的时长是20分钟 随便表演什么才艺 像是戏曲 木雕 剪纸 刺绣 书画 乐器 武术 茶艺 裁缝等等 都可以来参加海选 沈桑坐在裁判席上 饶有兴趣看着下面 20位海选的参赛选手 年纪最小的是个 11、12岁的少年 表演的是竖法 看得出 字迹还很幼稚 但字迹工整 手腕跟笔法 也都很端正 但是在他这个年纪 写出这样一手端正的毛笔字 已经是很不错的 除了这个小少年 其他参赛者的年龄 最年轻的 有30来岁 这一批的海选参赛者 年龄最大的 就是网友们口中 那个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 满是皱纹 似乎被生活压垮了的老太太 沈桑也注意到 这位老太太了 老太太正在剪纸 不少网友 因为先看见老太太 所以也注意到 老太太正在表演的节目 老奶奶准备的剪纸吗 是剪纸 但是看不出老太太要剪什么 不过感觉老奶奶 虽然看着年龄很大 但剪得很从容很流畅 一点停顿都没有 好奇这位老奶奶 到底会剪出一副 什么样子的剪纸来 沈桑仔细看着老太太的叠法 以及剪纸的角度 和剪出来 还没有展开的花纹 知道老太太 这个叠法和剪法 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是什么 很明显 老太太是位剪纸高手 海选中是绝对能够胜出 而且 沈桑也注意到了老太太的面向 在瞧见她的子女宫时 沈桑皱了下眉头 随后却又慢慢舒展开 电视台就发现 传承节目刚开播 收视率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是 慢慢攀升的状态 传承 是在京市频道直播 另外 也会在好几大视频 播放平台直播 电视机面前的观众 自然也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长辈们 看节目也都看得非常认真 各大视频平台收看的都是一些年轻人 视频平台都是可以发弹幕的 有些网友从网上视频平台看到这个节目 发现认识这个老奶奶 我认识这个老奶奶啊 好巧 我也认识 楼上的应该都是龙岗镇上的人吧 这个老奶奶在我们这边很出名的 真的很凄惨 我就是没想到杨奶奶竟然会剪纸 对啊 没想到杨奶奶会剪纸 不知道杨奶奶剪纸技术如何 但是真的真的很希望杨奶奶能拿到奖金 这笔奖金对杨奶奶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两位网友的讨论中 网友们也了解这位头发 已经花白的老太太的绅士 这位老太太姓杨 她这一生都很凄惨 她出生在旧社会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 是家中的长姐 因为家中父母一心想要个男孩 即便她是家中长女 但父母也只是想要男孩 何况她出生的那个年代缺一少时 家里人对她自然不上心 小时候就没人管 到了两三岁就要帮着父母干活 长到十岁左右闹饥荒的几年来了 杨家开始逃荒 路上养不起几个孩子 加上越来越难熬 就把杨奶奶给卖了 就卖了一袋粮食而已 买杨奶奶那户人家本来也是个地主 但是因为逃荒 一开始还行 后来路上被人抢了 也越过越潦草就剩一家几口跟杨奶奶 杨奶奶是买来的 路上一直被这户人家当丫鬟用 继续伺候着这一家老小 后来饥荒年总算过去 他们逃到了龙岗镇那一带 在附近安了家 但家底已经没了 这户人家也没再富裕起来 反而越来越贫穷 这户人家的儿子也娶不上媳妇 杨奶奶也成了这家儿子的同养媳 家里人对她也不上心 要做全部的家务 杨奶奶到了二十七八岁才生了个女儿 这期间其实一直被嫌弃 但是这户人家也实在拿不出钱 娶别的媳妇 杨奶奶生了个女儿 不用说肯定是不得富家喜欢 加上这户人家以前也是娇生惯养 逃荒到龙岗镇后 一直没都没怎么找活计 这些年一直是杨奶奶挑货走街串巷的叫卖 来赚钱补贴家用 生下女儿后 杨奶奶也只能一边背着女儿 一边挑着便单走街串巷去卖货 杨奶奶卖的货 很得街坊邻居们的喜欢 除了胭脂水粉 还有一些小玩意 女性日常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些小零食小手势什么的 另外 还有一些漂亮的剪纸售卖 但是大家都以为 这是杨奶奶从哪里售来的剪纸 都不知道是杨奶奶自己剪的 杨奶奶也从来没告诉过大家 这些剪纸是她自己剪的 小时候跟着邻居家的一位老爷爷学的 老爷爷见她很有剪纸的天赋 也很高兴把自己的记忆都交给了她 后来桃荒来到龙岗镇后 她又开始继续剪纸 发现自己的剪纸很受欢迎 杨奶奶就自己开始尝试剪一些新花样 也都很受欢迎 夫家也都知道她会剪纸 因为杨奶奶剪纸能卖钱 夫家的人也就不说什么 任由她每天剪纸剪到半夜 等到杨奶奶的女儿三岁时 杨奶奶的丈夫染上了恶习 家里需要更多钱 女儿也长大了 她在背着 然后挑着东西去卖 就有些吃力 家中婆婆就说她帮着照看 让杨奶奶出去挑货卖 杨奶奶也只能如此 因为丈夫欠下不少钱 她早出晚归去卖货 就想多赚一点钱 可是有一天回来后 家里人看她的目光都有点躲闪 婆婆更是眼眶有点红 不敢面对她 她一开始没多想 跟往常一样朝着屋里喊道 荣荣快出来 看娘给你带了什么 她每天回来都会给女儿带点东西 有时候是一块糖 有时候是一朵漂亮的花 不管是什么 哪怕只是一颗漂亮的小石头 女儿都会很高兴地抱住她 说谢谢娘 可是今天她喊了好几声荣荣 女儿都没有从房间里跑出来 杨奶奶脸色一变 回头看到家人闪躲的模样 心里慌乱极了 她冲进房间 却没有发现女儿 把屋子里全都找遍了 还是没找到女儿的踪迹 杨奶奶出来后 颤着声音问道 荣荣呢 她婆婆却不说话 就是红着眼眶 杨奶奶又立声问道 娘 荣荣 荣荣去哪了 婆婆眼泪落了下来 哭道 大鸭 娘对不起你 荣 荣荣不见了 杨奶奶的名字 就是叫杨大鸭 当初出生时 父母连名字都不愿意好好想 随便起了一个 杨奶奶一听 眼前一黑 她硬撑着颤声问道 娘 娘 你在说什么 什么叫荣荣不见了 荣荣去哪了 婆婆哭道 大鸭 对不起 下午时候 荣荣说 想去门口玩一会儿 我就让她去了 结果等了好久 荣荣还没回来 我就去门口找她 发 发现荣荣不见了 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 到处去找 还是没找到荣荣 杨奶奶只觉得天都塌了 她说怎么回来时 街坊邻居看她的眼光 都怪怪的 杨奶奶终于没忍住 忍不住哭着责怪起婆婆 娘 你怎么能这样 你说 帮我照顾荣荣的 现在可怎么办 现在要我怎么办 婆婆念如着 眼眶通红 也觉得对不起而惜 杨奶奶的丈夫却不干了 起身一巴掌 将杨奶奶打倒在地 怒骂道 你怪娘做什么 娘当年逃荒路上伤了腿 现在腿一直没好利索 还帮你带荣荣 你还怪起娘来了 你怎么不怪你自己 你天天就在家中捡那个破纸 你要是少捡点 每天不要捡到半夜 就上午卖卖货 下午回来带荣荣 荣荣能丢吗 还不是怪你 娘已经好心帮你带荣荣了 而且一个丫头骗子 丢了就丢了 我们再生一个不就行了 生了荣荣 这都四年过去了 你还没怀上 你到底能不能生 杨奶奶跌坐在地上 双目无神 只剩下绝望 她心里清楚 婆婆不是故意的 也绝不是婆婆 把荣荣给卖掉了 婆婆不会骂卖女 当年逃荒路上就是婆婆看她可怜 瘦成皮包骨 还要被父母卖出去 才用一袋粮食把她换了过来 虽然婆婆也说不上对她多好 但已经比自己亲生爹娘好多了 她也了解婆婆的性格 不会卖掉家里的女儿 要是想卖掉荣荣 也不会带了荣荣一年时间才卖 之后 杨奶奶一直在寻找女儿 家里人 除了婆婆有点伤心 一直帮她寻找女儿 其他人都无动于衷 丈夫也整日吃酒赌钱 吃完酒回来 还会打骂她 都怪你 天天捡这个破纸 有什么用 就是为了捡这个破纸 才把荣荣弄丢了 以后再看见 你捡这个破纸 看你一次 打你一次 我让你捡 让你捡 丈夫把她所有的红纸都丢了 捡刀也丢了 后来杨奶奶也一直没有怎么碰过捡纸了 不知是否也觉得怪自己 如果不是她贪心 想赚多些 多捡点纸 多卖点钱 只上午去卖货 下午照顾荣荣 荣荣是不是就不会丢失了 荣荣丢了两年后 她还是没有怀孕 哪怕一直觉得 有点对不起她的婆婆 也希望她不要再找荣荣了 好好跟丈夫相处 再生一个孩子 每当这时 她都沉默不语 婆婆也开始嫌弃她 觉得她不给自家留后 想要换一个媳妇 可是没等想法实施 杨奶奶的丈夫 就在外跟人赌钱耍赖 被人打了 打到下身 再也无法生育 之后 婆婆倒是没说离婚的事情了 却因为儿子的惨状 每天哭哭啼啼 丈夫更加自暴自弃 变本家里的酗酒 喝酒了就打她 骂她减脂弄丢了荣荣 骂她不早点怀孕 现在让他们家绝了吼 杨奶奶不哭也不辩解 每天还是坚持走街串巷卖货 找自己的女儿 她挑着货走的地方越来越远 有时候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 就这样 她走了三十多年 走到公婆去世 丈夫去世 只剩下她一人 她依旧还是没有放弃 可是她到现在垂暮之年 已经挑不动货了 但是依旧没有放弃寻找女儿 网友们听完这两位网友说的话 都觉得这位老奶奶也太惨了 我的天 这么惨吗 就时代的女性 重男轻女的家庭 饥荒年被一袋粮食换了出去 还算是同养席 加上丢了孩子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所以杨奶奶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想拿到奖金 继续去寻找女儿吗 在两个龙岗镇网友的口中 也只知道杨奶奶幼年遭遇 在婆家不被待见 丢了孩子 挑着货 走街串巷卖了几十年货 也寻了女儿几十年 并不知道杨奶奶还会减脂 第383章 被扑啊了 在这漫长的寻找女儿的过程中 在这种绝望中 杨奶奶似乎也渐渐觉得 如果不是自己总是减脂 如果能多顾着荣荣一些 或许荣荣就不会被人拐走 所以 这些年都没有再碰减脂 也从来没告诉任何人 她会减脂 现在站在这个节目上 她重新开始减脂 直到此刻 她站在这里 在三十多年后 她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天赋 去获得奖金 去继续寻找女儿 或许也能借助这个节目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 说不定女儿也能看到自己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她最近几年 也不是没找过媒体 但是她一个家里贫穷的老太太 年龄大 女儿又丢失了三十多年 连张女儿小时候的照片都没有 媒体也是毫无办法 网友们还在讨论着 杨奶奶夫家好过分 孩子是婆婆弄丢了 最后还怪起杨奶奶 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 龙岗镇的两位网友说 杨奶奶婆嫁 的确狼心狗肺 那些年一直都是杨奶奶挑着货走街串项赚钱来养家糊口 一家子却照顾不好一个四岁的小女孩 害小姑娘在家门口被拐走 这些年 街坊邻居都是看过她 是怎么寻找女儿的 真希望她能获得奖金 或者在这个节目上 能帮助到她 让更多人看到她 也能让杨奶奶的女儿看到她 母女团聚 感觉有点难 杨奶奶的女儿丢失时才四岁吧 一般四岁都还不怎么记事情 这又是三十多年过去 杨奶奶的女儿也到了中年 对于幼年时期的印象肯定更加少 恐怕真的找不到 对了对了 桑桑不是会算命吗 等会儿到了杨奶奶时 能不能找桑桑给杨奶奶算算 她的女儿到底在哪里啊 感觉不太可能吧 这个节目毕竟不是算命节目 又是海选 人很多 肯定是不好在节目上给人算命 说起来 一惊相变这种也算是我们祖上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吧 桑桑在这节目上给杨奶奶算命也没有什么吧 其实挺符合节目的名字 说不定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快要失传的一惊国学文化 别争论了 先看比赛吧 二十分钟到了 看看杨奶奶到底剪的是什么 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二十位选手都停了下来 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大家 前面十几位选手都落选了 他们都是一点皮毛 所以海选也无法通过 最后那位十二岁的书法的少年通过了海选 最后一位就是杨奶奶 王诚意望着眼前头发已经花白 腰身勾搂 整个人都很憔悴的老奶奶 温生说道 不知道这位老手艺人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刚才看到这位老手艺人是在剪纸 现在可以呈现给我们看看 大家都很期待剪纸打开后的样子 杨奶奶点点头 微颤颤的伸手 把她剪好的红纸按照顺序展开 她年龄大了 她只有剪纸的时候 手才不会抖 平日里干活都会有点手抖 剪纸展开后 一幅雍容华贵的牡丹展现在大家面前 谁都没想到 这位看着很憔悴的老奶奶 剪出来的纸会如此漂亮 哇 好漂亮的牡丹 这位杨奶奶的剪纸手艺 竟然如此好 这个牡丹也太漂亮了 真的好美 天啊 天啊 竟然能从剪纸上看到这么美的牡丹 而且跟一般的剪纸完全不一样呀 感觉很复杂 这牡丹都不是对称的 是一朵主花 旁边两朵小花 连叶子都剪了出来 太美了 太美了 很多剪纸 剪出来都是对称的 这种算是比较简单的剪法 但是杨奶奶剪出来的这幅牡丹 并不是对称剪法 主花能看到层层叠叠的花瓣 小朵的牡丹也是层层叠叠 还有一朵是花孤朵 枝叶围绕着牡丹花 牡丹的胶艳欲低 竟然能在剪纸上表现出来 真的真的很好看 感觉杨奶奶说不定真的能拿到冠军 即便不是冠军 亚军和季军肯定也可以 四位评委也都很惊艳 各自开始点评 王成一点评道 很美的牡丹 这剪纸 完全呈现牡丹的胶艳 我给出的答案是通过 海选只分通过和不通过 并不打分 只要三位评委选择通过 海选就算是通过了 另外两位评委 刘诗棉和中开两位老艺术家 也都是给出了通过 三位评委给通过 那就是海选通关 杨奶奶终于松了口气 只剩下最后一位评委 杨奶奶望向眼前这个很漂亮年轻的评委 这位评委笑咪咪说 这幅牡丹非常棒 它需要六位能力里的 创作力 空间力 观察力 都比常人要高出许多 才能剪出这么漂亮的剪纸来 奶奶您有很天赋 您的作品 会得到许多人的喜爱的 所以奶奶 您通过了这次的海选 恭喜 这是肯定了杨奶奶的剪纸能力 杨奶奶面容激动 她嘴唇捏如了下 想要说些什么 想要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见过她的女儿 可是 她连女儿的照片都没有 那时候太穷了 照相很贵 她一张照片都是奢望 她连女儿的照片都没有 要如何让大家帮 她寻找女儿 其他选手 更是评委评选过之后 就离开了 她犹豫了下 知道这次 恐怕无法在观众面前 说出自己来节目的缘由 杨奶奶叹了口气 打算转身离开 可那个非常漂亮的评委女孩 却笑道 奶奶 您的剪纸技术很厉害 能不能问问 您是从什么地方学会剪纸的 您的剪纸很漂亮 若是这些年一直在剪纸界 应该也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好像并没有在剪纸界 看到奶奶 奶奶又是如何想要上 这个节目来了 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杨奶奶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女孩 之前的选手 这个女孩并没有多问什么 连刚刚通过海选的那个少年 她也没有问过 没有问少年 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书法 跟着谁学习的 为何会问自己 其他三位评委 也有些意外 看了沈桑一眼 三位都没有多言 他们清楚 沈桑开口问这个 应该是有什么深意的 杨奶奶来不及多想 紧紧攥着衣角 说道 我 我叫杨大鸭 我的剪纸技术 是跟我幼时的 一位老爷爷学的 她开始慢慢讲述自己的经历 讲述自己 跟着隔壁爷爷学剪纸 然后闹饥 她被家人以一代弥卖 给了夫家 激方逃难后 她跟着夫家一行人 逃到了龙岗镇 在龙岗镇安顿了下来 她那时候开始减纸 挑着货在镇子上售卖 她的减纸也有很多人喜欢 每次都能很快卖掉 之后 她的女儿丢了 她略去了家人 跟夫家对她的不好 也没有说出是婆家弄丢了孩子 没有告诉大家 是丈夫责骂她减纸 所以才导致弄丢了龙岗镇 杨奶奶最后泪光满面地说 龙岗镇丢了后 我不愿再碰减纸 龙岗镇的丢失 大家都有责任 我的责任更大 我是她的母亲 我应该看好她的 都怪我 今天来上节目 也是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我想找到龙龙 找到我的女儿啊 可是 她连龙龙小时候的照片都没有 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龙龙也快四十岁了 长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 要怎么去找啊 她已经满心绝望 不抱任何希望 网友们这才知道 原来这位杨奶奶 早就会减纸 可能是因为弄丢了女儿 不愿意再碰减纸 我觉得 事实真相应该不止如此 听龙岗镇的那两位网友 杨奶奶的丈夫吃喝嫖赌 还经常家暴杨奶奶 该不会杨奶奶的女儿弄丢后 她丈夫还觉得 是她天天减纸出去卖 不在家带孩子 所以孩子丢了 还怪杨奶奶 所以 不让杨奶奶再减纸吧 我觉得楼上真相望 不然杨奶奶 也不会一直重复说 自己责任更大 感觉被破了 这男人 自己吃喝嫖赌 不养家糊口 妻子为了养家 让他们一家子照顾一下孩子 还能给照顾丢了 最后竟然还责怪 是因为奶奶减纸的原因 简直渣男 幸好死了 现在杨奶奶上了节目 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大家能不能帮帮杨奶奶啊 我觉得桑桑真的太好了 我怀疑 桑桑肯定是看出杨奶奶的事情 所以才问老奶奶 为什么会减纸 之前的海选人员 桑桑可是什么都没问过 我也觉得 应该是桑桑看出什么 才会这么问杨奶奶 让她借着节目 说出自己的故事 让更多人知道 说不定可以帮着杨奶奶 找回女儿 沈桑不是会算命吗 所以 沈桑能不能帮帮杨奶奶啊 对啊 桑桑会算命 当初可是算出 孙小草并不是孙家的孩子 而是被孙母 给故意抱走换了孩子 所以 桑桑肯定也能算出 杨奶奶的女儿 被拐到了哪里 叫什么名字吧 桑桑能不能帮帮杨奶奶 太可怜了 本来说不定能成为 一位老艺术家 现在却玩仅如此凄凉 第384章 她听从了沈桑 给她的掐算结果 杨奶奶连女儿 小时候的照片都没有 现在又过去30多年 那年代 连想要查个血型都很难 现在 关于杨奶奶女儿的信息 是一点都没有 想要找到杨奶奶的女儿 这不亚于大海里捞针 就算有这个节目曝光 让全播人民都知道 也很难找到啊 所以 真的希望沈桑考虑一下吧 帮帮这位老奶奶 网友们都在喊着 让沈桑帮帮杨奶奶 但沈桑现在在节目上 自然看不到网友们刷的弹幕 但她的确打算 帮一把这位老奶奶 她一开始 就从杨奶奶面箱上看出 她子女宫凹陷 有横 成子女分离 子女幼年就被拐走的面相 但杨奶奶的子女宫后半段 又呈黑色和隐约的红气 这也分为两种命运 一种是杨奶奶这辈子 都无法再跟女儿相见 暴恨终身 孤零零地死去 另外一种命运 是杨奶奶欲贵人 帮她寻到了女儿 至此 母女相见 晚年命运发生彻底改变 会有自己的事业 会名利双收 晚年富裕幸福 其实 这两种命运也能理解 若杨奶奶在节目上 说了自己的身世 最后依旧没找到女儿 即便拿到奖金 她也会把奖金 都用在寻找女儿的途中 无法去安心地减纸 去传承自己的手艺 最后奖金用完 也无法找到女儿 结局自是不用说 悲痛欲绝 浑浑噩噩地死去 所以 要是有人帮一把 杨奶奶找到自己的女儿 杨奶奶的命运 也会发生改变 沈桑观杨奶奶的面向 她寻找女儿的机会 恰好也是这几天 要是错过这次 此生都不可能再跟女儿相见 沈桑知道 自己应该算是杨奶奶那位 寻找女儿的贵人 沈桑温声道 杨奶奶 当年的事情 你没有错 你的女儿丢了并不怪你 所以 你可以继续减纸的 也希望奶奶 你以后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天赋 另外 我懂一些一经国学 便用里面的奇门遁甲的算法 帮奶奶你掐算一番 先从奶奶的面向来看 奶奶你能寻到你女儿的机遇 就是这几天 若是错过 你此生再也无缘 同你女儿相见 此话一出 杨奶奶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但面上也有激动和喜悦 姑 姑娘 我当真能找到蓉蓉吗 找到我的女儿吗 沈桑说出这话 三位评选才惊觉 原来沈桑早已从这位老奶奶的面向上 看出她的遭遇 所以才开口帮了她一把 现在甚至还愿意帮着掐算一番 三位评委都没有说话 就连其他工作人员也都蹲在不远处 平生静气地等待着 一点都不敢催促 剩余的海选人员也是如此 都在后台 看着大屏幕上的节目现场 紧张的呼吸都轻了许多 所有人都希望 眼前这个憔悴的老奶奶能够找到自己女儿 与女儿团聚 而且这其实也算是传承的一种 易经国学本来也是H国几千年的文化 只是现在懂易经国学的人越来越少 几乎是绝技了 沈桑点点头说 奶奶 只有这一次机会 我会帮你掐算一下 杨奶奶激动点头 也不敢再多言 深怕惊扰了眼前的女孩 她也不会去怀疑 眼前如此年轻漂亮的女孩 是不是真的懂易经国学 她只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女儿 掐指算 其实就是奇门遁甲的算法 问挂前 把手指分为三节 按照奇门遁甲里的 天干 地支 八卦 八门 九宫等等的算法 演变在指节之上 现在会掐算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沈桑闭眼掐算一番 我桑桑果然出手了 就知道 桑桑最好了 又能看见 桑桑帮人算命 太好了 我就喜欢玄学剧本 嘿嘿 之前桑桑直播时 只是给人看病 那时候我还说 要是能直播给人算命 肯定更有意思 现在都没人说 桑桑是剧本了吧 我记得以前那个节目 桑桑不管干啥 都有人说是剧本 毕竟打脸太多次 肯定没人出来 说是剧本了 剧本歌也好久没出现了 好紧张 希望桑桑真的能够掐算出来 杨奶奶的女儿叫什么 在什么地方 掐算出荣荣的具体信息 在所有人的期盼中 沈桑睁开了眼睛 她望着杨奶奶温声道 奶奶 五日后的下午 你莫要离家太远 就在家门口等着 到时会有一个男人路过 跟你借厕所 你可以同他说说你的事情 你便能得到你女儿的信息 找到他 切记 五日后 一定不要出远门 只用在家等着就好 沈桑这也是千叮宁万嘱咐了 杨奶奶更是愣住了 她在家的时间 的确很少很少 她几乎不会待在家里 经常会挑着一些货 去其他城镇上售卖 然后找女儿 甚至这次参加这个节目 她也打算回去后 立刻启程去其他城市 继续寻找荣荣的踪迹 因为参加完海选 不管是通过 还是没通过 通过的话 出赛也是一个月之后了 她有时间去其他城市 没通过 她更是有大把的时间 她都打算去其他城市 继续寻找荣荣 现在女孩 却叮嘱她 一定要待在家里 恐怕是也知晓她回去后 就会离开家 杨奶奶立刻颤声说 好 好 我记住了 我一定会在家里 等着的 沈桑没有再多说 只是道 那住奶奶 您跟您的女儿早日团聚 这次这番掐算 她面色如常 并没有损伤修为和骨血 因为之前帮孙小草 找到她豪门亲生父母那一次 她是开天眼 开天眼是能看见事情所有的始末 以前 现在和未来 所有的细节和画面 但是掐算 就只是一个演算的结果 跟开天眼是完全不同的 太详细的信息 是无法得知 网友们却有一点失望 啊 就这吗 怎么没荣荣的详细信息啊 比如 荣荣长什么模样 家住何处 现在是做什么的 有着什么样的命运 怎么跟上次完全不同呀 我估计 两种是完全不同 我对玄学也有一些了解 孙小草那次 前因后果 所有的细节 都有 更像是开了天眼 开天眼对玄学术士而言 那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会伤了修为和身体 所以 那次桑桑 不是还吐血了吗 而这次才是真正的掐算 只是掐算 并不是开天眼 自然无法得知详细的信息 掐算是推演一个结果 这就是推演的结果 桑桑也不可能再开一次天眼 第一次他都伤得如此重 再开一次会有生命危险 懂了 所以这才是算命 之前那是开天眼 难怪知道如此详细的信息 这样就挺好 总不能让桑桑继续开天眼 希望杨奶奶跟她的女儿早点团聚呀 网友们还在热切地讨论着 杨奶奶已经去了节目后台 因为通过海选 她的作品留在节目组 海选继续着 很快到了十点半 所有的观众和网友们都还有点意犹未尽 本来以为传承这样古董一样的节目 可能会有点乏味 没想到非常精彩 特别是沈桑 她除了在节目上帮着杨奶奶掐算了一番 后来遇到一位海选人员唱昆曲 昆曲是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柔和了舞蹈武术唱念作打等等的方式 以戏剧典雅柔和婉转细腻为主 这位选手选的也是一首比较难的昆曲 表演时除了身段柔美 要细腻 还要唱出人物悲伤悲壮的那种心绪 这位选手表演结束后 几位评委都觉得不错 没听出有什么问题 沈桑却能听出这位选手戏腔里的一点错误 中间最难的那段 并没有唱出这首昆曲的感情 她跟选手交流时 就开口把那一段给演示了出来 甚至还起身配合了一下身段要如何 并且教了一下这位选手 如何利用嗓子去调整唱腔等等一些小技巧 沈桑唱的这一段非常惊艳 音准完全正确 也表现了人物悲伤悲壮的那种情感 只是小小一段 听的人心中忍不住一颤 有些想要落泪的冲动 那位选手听完沈桑这一段 满眼都是崇拜之情 连京剧出身的刘诗棉老师 都惊艳地望向沈桑 甚至沈桑在说小技巧时 也很认真地听完 打算记在背试本上 刘诗棉更擅长京剧 这一生也都是研究京剧 对昆曲也熟 但肯定算不上精通 沈桑在春晚上雕刻木雕 他以为沈桑只是精通木雕 没想到他还懂戏曲 随着节目的结束 传承跟沈桑都上了热搜 锦号传承海选 锦号 锦号传承沈桑算命 锦号 锦号传承杨奶奶 真的跟找到自己的女儿吗 锦号 锦号沈桑唱昆曲 锦号 锦号沈桑还有什么不会的 锦号 热搜下面也有很多网友参与讨论 沈桑帮杨奶奶掐算那一段 跟他昆曲那一段 都被人剪辑下来 被人宣传开 万万没想到 桑桑不仅会玄学 还会木雕 甚至连戏曲都很懂 所以他还有什么不会的 以后要是传出他会造火箭大炮 我都觉得不稀奇了 不得不说 这位网友也是预言家 桑桑唱的那一段太好听了 本来我对戏曲这种没兴趣 都以为是老年人喜欢的东西 谁知道 竟然如此惊艳 我可太喜欢了 我要去看看 有关这方面的文化了 我也想学一下 太好听了 我也是我也是 真的觉得好好听 果然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就没有低段位的 全是高端局啊 沈桑在节目结束后 跟王承一和另外两位评委 打了两声招呼 就打算回实验室那边的寝室 王承一道 桑桑回去的路上 开车小心些 沈桑笑着点了点头 另外两位老艺术家 京剧大师刘诗棉 跟木雕大师中开 也都过来 先跟沈桑加了好友 打算以后再找沈桑 让她帮忙指导一下 两位老艺术家的态度 都很谦虚 看得工作人员目瞪口呆的 沈桑也很快回到了实验室 而杨奶奶那边 她听从了沈桑给她的掐算结果 回到龙岗镇后 哪里都没打算再去了 第385章 男人已经彻底呆住 杨奶奶听了沈桑的话 回到龙岗镇后 就每天待在家里 杨家房子有些破旧 还是平房 周围都已经是二三层的小楼房 只有杨奶奶住的地方 还是平房 是几十年前那种红庄瓦房 正房偏房跟厨房围成一个小院子 这么些年 一直没变过 唯一的变化 大概也就是 里面多了自来水跟店这些 以前都是没有水电 水去外面的水井打水回来 这些年 杨奶奶赚的钱 也都没用在其他方面 家里也没怎么翻新过 都用来寻找女儿 就连院门 都是一些木栅栏样式的 也有些破破烂烂 杨奶奶这几日哪里都没去 甚至开着院门 就坐在院门口 生怕错过了桑桑口中的男人 她不知道 那男人什么样子 但桑桑说 是五日后的下午 她却很担心 每天刚起床吃过早饭 就坐在院子门口 一坐便是一天 直到夜深人静 她才微颤微回到房间 虽然网友们早知道 杨奶奶住在什么地方 但大家都还是很理智 也不想跑来凑热闹 担心生了什么事端 耽误了杨奶奶寻亲 所以都只是想着 等到五日后看结果 但是 也有一些想要蹭流量的主播 不远千里迢迢 跑来龙岗镇 围绕着杨奶奶住的院子 开起来了直播 这种网红还不少 杨奶奶回到龙岗镇 第一天还好 那会儿虽然上了热搜 但大家也都是讨论讨论 第二天 事情开始发酵 很多网红发现 这是蹭热度的好机会 就找到了杨奶奶家 开直播 几乎把杨奶奶家 都给包围了起来 所以 等到杨奶奶看到周围的人 越来越多时 脸都白了 微颤颤过去道 你们好 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 我 我有人要等 你们围在这里 会耽误我等人的 求求你们了 但是这些网红 还是无动于衷 甚至把直播的设备 对准了杨奶奶的脸 还有她身后的院子 不少网友也很兴奋 哇 还真是 传承 上面 那个杨奶奶 她家还是以前那种红装瓦房 看着破破旧旧 说实话 她真的 能等到什么男人 从男人口中 知道她女儿的信息吗 反正沈桑是这么说的 能不能等到 再有四天 就能看到结果了 主播会一直在这里待四天吗 靠着直播的大哥立刻说 当然 满足大家的一切要求 我们会在这里蹲上四天 让大家亲眼来见证一下 沈桑到底是有真本事 本身弄虚作假 所以 各位大哥小美女们 能不能动动手 点一下关注跟赞 如果能再送点礼物 给小弟 就更加好了 主播只要真的能在这里蹲四天 我给你刷一辆游艇 主播加油啊 已经关注跟点赞了 当然 也有一些近来的网友 觉得这样很过分 不是 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你们这么多人围着杨奶奶家 她还怎么等人啊 到时候别人看见 也不敢过来啊 你们这些主播 不要太过分好不好 赶紧走人 还人家门前一个清静 让人家跟自己女儿团聚吧 你们这样蹭流量 不怕遭报应啊 很多网友都觉得 这些网红主播太过分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 喜欢凑这个热闹 根本不在乎杨奶奶死活 杨奶奶看着围绕在自己屋子前 乌鸦鸦的一群人 还全都用摄像设备对着自己 杨奶奶急得直哭 一直跟他们祈求 让他们离开 但是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骂这些网红跟主播的网友 也越来越多 可他们就认 有人骂着 也不管 杨奶奶最后直接跪了下来 哭泣道 求求你们了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这样围观下去 我怕 会错过跟女儿的团聚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我给你们磕头了 杨奶奶碰碰的给他们磕头 他们还是无动于衷 骂这些网红跟主播 他们根本不在乎 只要自己火了 有了流量 那就是钱 这样随随便便一场直播 都能几十万收入 岂会管别人的死活 互联网直播时代 只有抓住机遇 才能成就未来 这就是他们的理解和人性 实在有人看不下去 在下面说 我已经报警了 有没有龙岗镇本地的人 能不能也拨打一个报警电话 他们这些主播太过分 这不是要逼死杨奶奶 这些人为了那些流量 真的什么都不管了 我就是住在龙岗镇 我也已经报警了 大概两分钟前拨打的报警电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警 哎 我就是担心别的 就算有警察出警 可是这么多人 把人赶走 他们肯定也还会继续跑来 这还有几天 就担心 他们这样搞来搞去 耽误了杨奶奶寻亲的时间 错过了桑桑口中你的寻亲事件 这也是网友们担心的地方 以前发生过不少这样的事 现在的网红跟主播太多了 很多还都是为了流量热度没下线那种 这种时候 法不择重 就算把人都赶走 也难保他们 明天后天大后天就继续跑来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来了很多警察 不少网友也在这些蹭热度的网红 跟主播的直播间里 看到了大批警察过来 把所有网红主播都给带走了 直播设备 也都被强行给关闭 但不耽误 网友们在网上讨论这件事情 哇 来了不少警察 我还以为只会来几个警察 最后发现这么多人 管不了根本管不了 最后就不管了呢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 还有防暴警察 感觉是龙岗镇的警察都出动了 真不错 对 警察来得还很快 我刚还看见一个警察 去把杨奶奶扶了起来 不知道跟杨奶奶说了什么 扶着杨奶奶进屋了 能不能有警察去守着杨奶奶家 就担心这些人一会儿 从警局离开后 又跑过来了 网友们都很担心后续 等到下午时候 终于有网友来报信了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没人敢再去杨奶奶家门口开直播了 因为那批网红 被警察抓走后 把他们所有人的身份信息都给封了 以后什么直播都开不了 惩罚好像还挺严重 好像如果继续发现 他们去杨奶奶 扰乱公共秩序 就会拘留了 不过我觉得活该 这些人就是吃人血馒头 现在不搞出事 以后也会搞出事 以后不能再开直播 简直太好了 真的 太棒了 这些人就是活该 没想到呀 警察这次挺给力 直接就一把掐死这些人的命文 身份信息给封了的话 以后用自己的身份信息 就无法开直播 不信他们 还敢拿自己亲朋好友的身份信息去搞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活该 那我们就静静等到三天后吧 网友们都没想到 这次警察会如此给力 直接解决事情源头 杨奶奶的门前 终于清静了 就这样 杨奶奶继续每天早上 就来到院门口等待着 到了第五天 杨奶奶天刚亮 自己煮了点面条吃 就出来院门口坐着 紧张地望着外面的马路 不止杨奶奶紧张 很多知道这件事情的观众和网友 也都很紧张 但是现在 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只能等着 杨奶奶就这样等着 到了中午 他从旁边的口袋里 掏出一个冷掉的馒头吃着 现在吃喝他 都舍不得进屋 生怕错过了 可以跟女儿相聚的机会 网友们更是又忐忑又激动 已经中午了 杨奶奶那边 也不知道怎么样啊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杨奶奶肯定能跟自己的女儿团聚 我相信沈桑 好激动好激动 时间快点过去吧 我想知道后续 就这样 到了下午两点多 杨奶奶看着门前 她这里有点偏 平日路过的人不多 现在路上也没几个新人 杨奶奶心中 已经有点绝望了 难道那位评委 算的是错的 难道他这辈子 都没可能跟女儿相聚了吗 正在这时 一辆大货车 停在了前面的路边 从货车上 跳下来一个 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男人长相普通 肌肤有黑 跳下货车后 男人捂着肚子 朝着四处张望了下 然后就见到附近 一个红装瓦房 院子门口 还坐着个老太太 男人没有犹豫 朝着老太太走了过去 他走过去后 发现老太太 似乎很激动地盯着他 浑身都在颤抖 男人吓了一跳 但也没多想 他现在那急 连忙说 老人家 你好 我是路过的货车司机 给人送货去京市 刚下高速 现在肚子疼 我能不能借 你们家的厕所用一下 您别担心 我不是坏人 说着 急忙把自己的身份证 跟驾驶证掏出来 给老太太看 杨奶奶激动地 望着眼前的男人 那位漂亮评委 给他叮嘱的话对上了 男人的口音 也不是北方或者南方 有些西北方的口音 杨奶奶浑身都有些发战 他激动地说 好好 你 你随我进来吧 连男人的身份证 跟驾驶证都没看过 男人觉得老太太 有点太激动 但也没多想 他挠挠头 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子 去了厕所 杨奶奶站在院子中等着 他一直掐着自己的手心 总感觉好像是大梦一场 生怕梦醒了 他又回到原点 大概几分钟 男人出来了 没有再捂着肚子 男人朝着杨奶奶笑道 老人家 谢谢你啊 他笑起来 眼尾附近 已经有深深的皱纹 能看得出来 这个男人的家庭条件 也很一般 工作似乎也很辛苦 杨奶奶走到男人面前 颤声说 我有个故事 想要讲给你听听 能耽误你几分钟 听听我的故事吗 那个叫沈桑的评委说 第五日 会有一个男人路过他家 跟他借厕所 只要把自己的事情 讲给男人 就能知道女儿的下落了 男人有点诧异 但没多想 以为老人家是太孤单了 老人家 你说 杨奶奶跟男人 走到院子门口 男人让杨奶奶坐下 自己也从旁边 拉了个凳子过来 坐在旁边 静静听着眼前 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讲着她的故事 杨奶奶就把自己的故事 说给男人听 从自己年幼时 到桃荒 到在龙岗镇 安定下来 自己挑着货去卖 说到这里时 男人突然意识到什么了 她的表情 已经有点震惊 她从口袋里掏了一下 似乎想掏出什么 来塞在嘴里吸一口 但想起已经答应妻子 她会把烟戒掉 男人便只是停下了动作 继续听眼前的老太太 讲着她的故事 杨奶奶望着男人 眼中有泪 我还会剪纸 会背着女儿 挑着我的货去卖 我的剪纸卖得特别好 每次都能卖光 我也会经常给荣荣 剪一些小动物 小花朵的剪纸 后来 荣荣到了三岁 她继续讲下去 讲到荣荣四岁时 在门口被拐子抱走时 终于泣不成声 后来 我找了荣荣三十多年 可是再也找不到 我现在连荣荣 长得什么模样 都不知道 甚至连一张荣荣 小时候的照片都没有 男人已经彻底呆住 她掏出手机 颤着手 想给妻子打个电话过去 可是又陡然停住 因为她也不能肯定 眼前的老太太 就是妻子的母亲 是的 她的妻子 也是从小 跟自己的亲生母亲分开 男人叫高斌 她跟妻子结婚 已经十几年 妻子给她 生了一双儿女 她跟妻子的感情很好 这么些年 也一直很恩爱 她很心疼妻子 因为妻子的遭遇 她的妻子叫失利 她跟妻子 也算是一个地方的 她认识妻子的时候 妻子是18岁 她对妻子一见钟情 后来她很艰难的 采取到妻子 妻子从小就是被抱养回去的 世家人对外的说法好像是 妻子是他们捡回来的 世家夫妻那时候没生孩子 捡回妻子后 对妻子还很不错 但是没两年 夫妻二人生了个自己的亲生孩子 还是个男孩 自此对才六七岁的妻子 就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妻子从那时候就开始做全家的家务活 甚至他们也不给妻子去读书 就是让他在家做家务做农活 第386章 不如把你们一家三口全杀了 妻子小时候过得很苦 就这样在世家长大 18岁的时候 二人相识 她对妻子一见钟情 开始追求妻子 她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追求 就知道 自己想要跟眼前的女孩共度余生 想对她好 想让她过上好日子 她追求妻子 也就是帮她的忙 护着她 后来妻子20多岁时 她去世家提亲 世家要50万彩礼 50万在那时候 已经是天价彩礼 这几年 她家也经历了巨变 父母相继病逝 家里的房子都卖了 给父母治病 最后父母还是相继离世 她也一直努力赚钱 在父母病逝后 也存了小几万 但是根本不够世家要的彩礼 她没办法 咬咬牙 只能继续去努力 她成年后 就考了大车的驾驶证 那时候开大车 还是挺赚钱 但对于世家 要的50万彩礼 也肯定不够 所以平日她除了开车 空闲时候都去打零工 帮忙搬货 可是没等一年 世家想要把妻子 嫁给一个年龄 比她大二十来岁的男人 那男人喜欢家暴 妻子受不住自杀了 男人刚死了老婆 家里又是暴发户 看上了妻子 能给50万彩礼 可想而知 妻子当时要是嫁过去 会发生什么 妻子自然不愿 世家将妻子打了一顿 锁在家中 打算强行先让妻子 送去南方家里举办仪式 她知晓后 带着斧头去了世家 那一日 她红着眼 表情凶狠地站在世家门口说 你们可以不让她嫁给我 但也不能违背她的意愿 让她嫁给一个 能做她父亲的男人 那男人还嫁 报害死自己的妻子 你们这是 把她往火坑里送 如果你们执意让她嫁过去 反正我这辈子 也只想娶她 娶不到 不如死了算了 我如今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不如把你们一家三口全杀了 我在自杀 这样 至少她这辈子 不会待在火坑里了 说完 她凶狠地把世家的一张桌子给披了 世家父母见她这副模样 也吓得不行 想着她的确孤家寡人一个 什么都不怕 但是自己家不是 他们还有儿子 横得总是怕不要命的 所以 最后也没把施力嫁过去 最后似乎也很怕高兵 收了她几万块钱的彩礼 让施力嫁给了高兵 婚后 她对妻子很好很好 这些年也很努力 二人从义务所有 到现在买了房 虽然他们那个地方是个小地方 房子也不贵 她还买了一辆二手大货车 以后再也不用给人当司机 赚的也多些 日子也越来越好 虽然跑车很辛苦 但是 她觉得很幸福 每次送完货回家 她也心疼妻子在家 照顾两个孩子 很辛苦 只要她在家 几乎不会让妻子做什么家务 二人恩爱了十几年 要说遗憾 她的遗憾 就是妻子没有真正的娘家 这些年 妻子也几乎跟施家断绝了关系 都没有回过施家 她经常同妻子聊天 问她记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 她总觉得 妻子的母亲 不会真的把自己孩子丢掉的 妻子总是摇头 红着眼眶说 我记不得母亲的样子 也不记得家住在何处 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 一个背影 黑油油的大辫子 是一个女人 她一直背着我 似乎是我的母亲 还有挑两担货 晃晃悠悠 因为三年前 她都是这样待在母亲的背后 跟着母亲走街串巷的 所以 这是她幼时最深刻的印象 她也觉得 能背着自己卖货的母亲 绝对不会把她丢掉 可养父母那边说 是在路边捡到她的 至于到底怎么去养父母家 似乎太小了 她没什么印象了 高斌也不是没想过帮妻子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也尝试着去找 始终找不到 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消息 所以 此刻听到眼前的老太太 同她讲的这个故事 说 背着自己的女儿去卖货 背了三年 她心中就一颤 等到老太太说完 她的女儿四岁时 被拐子抱走时 她也觉得 眼前老太太 应该就是妻子的亲生母亲 她颤着手 掏出手机 却给妻子拨打电话 眼前的老太太 已经泪流满面 你 你不知不知道 我的容容在哪里啊 高斌捏紧手机 整个人也很紧张 老人家 我 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我 我妻子她叫失恋 我觉得我的妻子 可能是你的女儿 我妻子是养父母家捡回来的孩子 她跟我说 对自己幼年时的印象 最深刻的 就是一头黑悠悠的大辫子 一个女人背着她 还有两单晃悠悠的货物 她根本没想到 杨奶奶是特意等她 已经知道 她跟自己的女儿 有着什么关系的 还只觉得是巧合 以为老太太 只要是遇见一个人 就会讲自己丢失的女儿 老太太哭得气不成声 想说话 张开口说些什么 却因情绪太多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高斌立刻把老太太扶着坐下 老人家 您 您先别哭 我给我妻子打个电话 同她说说 不管如何 我觉得你们要见一面 不管我的妻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 老人家 您都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杨奶奶说不出话来 只能使劲点点头 又去擦自己眼泪 却怎么都擦不干 一直有泪水滴落下来 高斌深呼吸了一口气 给自己的妻子打了个电话 很快电话接通 里面传来妻子温柔的声音 老公 你到了京市了吗 老公你午饭吃了吗 到了京市 记得先吃饭 别饿着自己 施力有点喋喋不休的 嘱咐着丈夫 丈夫常年跑车 吃饭不规律 胃不太好 他总是很担心 高斌颤声说 老婆 我 我到京市了 你先别说话了 你听我说 他把自己下了高速 走到龙岗镇 跟一个老人家借厕所 最后听老人家讲故事 说自己的女儿丢了 他把事情 完完整整跟妻子 复述了一遍 施力听完 手机都快有些雾不稳了 他激动地问 老 老公 这个老人家的地址在哪 我 我现在就订票 立刻赶过去 我 我 他已经不知道 要说些什么了 第387章 离开 高斌把地址告诉给妻子后 又嘱咐道 老婆 你路上小心些 别太激动了 交代好小伦 照顾好妹妹 小伦是他们的儿子 他们结婚十几年 生了一儿一女 儿子已经十几岁 女儿也上小学了 儿子也很懂事 这几日 先让小伦把妹妹照顾着 让妻子过来 先看看这边 老太太到底是不是妻子的母亲 施力连连点头 夫妻二人又说了几句 施力挂了电话 立刻开始订票 订票十手 都是抖的 他真的希望能找到自己亲生母亲 希望丈夫遇见的老太太 就是自己亲生母亲 可他也怕自己会失望 高斌挂掉电话后 眼前的老太太还望着他 也是哭得不成 高斌安慰了老太太一番 他还有货物要送 也是耽误不得 跟老太太说通后 把自己联系方式 手机号 还有家庭住址 都留给老太太 最后才离开 离开时 还能看到老太太面上的担忧 应该也是私女心切 怕他一去不回 但是高斌没办法 他必须先把货给人送过去 高斌离开后 老太太就没待在院门口 他进到屋子里 痴痴望着高斌留下的地址 如果明天他不来 他一点不会耽误 会立刻去这个地址寻找女儿 他有预感 这个男人的妻子 一定就是自己的女儿荣荣 很快就到了晚上 杨奶奶吃了晚饭 躺在床上歇息 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而无法入睡的 还有很多网友 都在猜测 杨奶奶见到自己女儿没 见到桑桑口中的男人没 现在都已经第五日下午了 杨奶奶见到人了没啊 一点消息都没有 好担心啊 我也是 真的希望杨奶奶 快点见到自己的女儿 所以 桑桑口中的男人 到底是什么人 有没有杨奶奶附近的住户 知道情况不 楼上别这样问了吧 那些网红刚走 又要住在附近的人 跑去看杨奶奶 到时候又围得水泄不通 跟大家会抱一声 我就住在杨奶奶附近 隔得不远 就几十米 我下午时候在顶楼看了看 的确看见一个男人进了杨奶奶家 大概半个小时候离开了 开着她的大货车走了 之后杨奶奶就没在院门口 守着了 现在已经晚上了 也没见到杨奶奶出门 再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还真的跟桑桑说的一样 杨奶奶会遇见一个男人啊 这男人到底是谁 桑桑说 只要杨奶奶见到这个男人 就能找到自己的女儿了 网友们纷纷开始猜测 这个男人跟杨奶奶的女儿 到底什么关系 沈桑自从回到实验室后 白天再忙 晚上也关注一下网上的动态 想知道杨奶奶的情况 看到网友们聊的内容 杨奶奶已经见到 他掐算结果中的那个男人 他也微微松了口气 给杨奶奶的掐算结果 只要他能遇见那个男人 就能找到自己亲生女儿了 杨奶奶第二天 又是早早起来 杨奶奶很忐忑 吃过早饭 就又前几日一样 开了院门 坐在门口等着 昨天那个男人说了 荣荣大概 今天就会过来 他已经坚信 传承上那个漂亮的 评委掐算的结果 一定是对的 他见到男人 男人的妻子 就是他的女儿荣荣 且说失利当天 就订了第二天早上 最早的航班 飞往京市 到了十点左右 他就到了京市 杨奶奶住在京市附近的郊区 距离也有点远 失利到了这边时 已经是中午 到了杨奶奶 家门前时 失利甚至有些 不敢往前走 她站在拐角处 一直不敢上前 杨奶奶却在拐角处 看见一个衣角 大概想到了什么 心里剧烈地颤动着 杨奶奶起身 急切地朝着拐角处 走过去 一过拐角 杨奶奶便看见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 女子一头短发 穿的一身羊毛衫 下身是牛仔裤 皮肤有些白皙 眼睛是杏眼 看得出 这些年 女子应该过得不错 面上有点紧张 但很温柔的模样 只是一眼 杨奶奶就知道 眼前的女子 是自己的女儿 那双杏眼 与自己年轻时 简直一模一样 荣荣 杨奶奶颤声问道 失利突然见到个老太太过来 知道她应该就是丈夫口中 可能是自己母亲的人 又听见老太太颤声 喊自己荣荣 失利心跳得厉害 她结结巴巴说 老 老人家 我 我 她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杨奶奶却已经一把抱住失利 失声痛哭起来 荣荣 娘的荣荣啊 娘终于找到你了 见老太太 抱着自己哭得伤心 失利不知为何 心里也难受极了 她也忍不住落泪 两人抱着哭了好一会儿 杨奶奶才牵着失利进到院子了 二人关上院门 杨奶奶拉着失利 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即便不去做鉴定 她也知道 眼前女子就是自己的荣荣 失利也感受到 老太太应该真是自己的母亲 二人这般说了许久的话 老太太告诉失利 她小时候的很多事迹 母女二人当初是如何 在这个地方生活 失利似乎也对老太太说的这些 都有些印象 庞佛真的看到 每次一个女人回家时 带给小小的女孩一些小小的礼物 小姑娘每次都欢欢喜喜 扑到女子的怀中 喊她娘 次日 高冰送完货 急忙赶了过来 她过来时 见老太太跟妻子 已经相谈甚欢 老太太原先的气色不太好 仅仅是隔了两日再见 老太太气色已然好了许多 面色红润 失利见到丈夫 欢喜道 老公你过来了 高冰过来 失利准备了一桌子好吃了 他现在已经喊老太太 叫做母亲了 最后 高冰还是建议二人 先去做个亲子鉴定 两人都没有抗拒 下午时候 就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结果 要等几日 这几日 高冰也担心家里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女儿又年幼 所以 他跟妻子和杨老太太说了声 就开车回了家 先把两个孩子照顾好 让妻子 先留在这边陪着老太太 顺便等亲子鉴定的结果 几天后 高冰接到妻子的电话 电话里 妻子喜极而泣 老公 亲子鉴定结果99 99% 老公 我找到自己的妈妈了 高冰也终于松了口气 太好了 妻子终于找到自己亲生母亲了 第388章 功不应求 几天时间过去 网友们也一直想知道 杨奶奶寻亲后续 关注杨奶奶的网友也多 附近的网友 也随时注意着杨奶奶家的动静 前两天 就看见杨奶奶家有个女人 不知道是不是杨奶奶女儿 这两天 一直跟杨奶奶待在家里 经常在院子里看到他们两人 很温馨的样子 我觉得 应该就是杨奶奶的女儿 所以 杨奶奶已经跟自己的女儿团聚了吗 这个女人 难道是桑桑口中 那个男人的妻子 所以 其实杨奶奶女儿 也知道 自己从小跟亲生母亲分离吗 是不是对小时候的事情有点印象 所以跟丈夫说过 八九不离时了 不管如何 杨奶奶跟自己女儿团聚了 真好 因为这件事情 我已经开始学易经了 我只想说 易经真的好牛 目前还在学习阶段 有点难懂 现在 好像懂易经国学的人 很少很少了 桑桑的掐算 是不是就跟着易经学的 真希望这么厉害的文化国学 不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这个节目真的很棒 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了国学文化 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化 以后这些文化 肯定会有更多人关注 在网友们的关注中 高斌回去 安排好儿子跟女儿 亲人团聚这么大的事情 高斌给儿子和女儿请了假 带着他们一起来到了丈母娘家中 现在亲人团聚 高斌就忍不住想起 那天来丈母娘借厕所的事情 他想想都有点心惊 忍不住说 那天 要不是妈突然拉着我 跟我说了那些事情 肯定就错过你们母女相认的机会了 他都能想象 要是错过了那天会如何 他与这辈子千千万万的人相遇 都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错过 就再也不会有相遇的机会 这辈子 老婆跟丈母娘 就没有相认的机会了 想起那天 杨奶奶还是很动容 他忍不住说 其实我寻找荣荣 是一位评委告诉我的 他把自己参加节目 然后在节目上 遇见那位叫沈桑的评委 他给自己掐算一番的事情 都告诉给女儿和女婿 两人听完也很愕然 没想到他们母女相认 竟是因为一个掐算结果 等到杨奶奶跟女儿女婿们说完这些 他忍不住感慨道 我们国家的一些传承的文化 真的很厉害 这位沈桑评委也很厉害 当时网友们也一直很惦记着我的事情 他想着 要怎么才能跟网友们说一下 自己已经找到了女儿 省得大家 也都还惦记着他的事情 但是杨奶奶也不懂网络 想着 要不要登报 跟大家说说也好 以前有时候事情 都是登报声明 最后还是女儿灵机一动 忍不住建议 妈 要不我帮你在网上注册一个账号 你可以发一条消息 告诉大家 我们母女一起团聚 另外这个账号 你平时也可以发一些自己减纸的视频 可以教大家怎么减纸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母亲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她觉得 母亲很厉害 会减纸 可以利用互联网 让大家关注到母亲的减纸 也可以 让母亲教大家减纸 母亲这辈子都很喜欢减纸 因为自己的丢失 这三十多年 母亲没有再碰过减纸 她希望 母亲的晚年 可以不留遗憾 可以尽情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杨奶奶听了 也很心动 之后 母女两人商议一番 杨蓉就给母亲注册了个账号 是的 她已经改名 叫杨蓉了 不过户口上 暂时还没改过来 已经预约去改了 杨蓉帮着母亲 注册了个账号 杨奶奶也录了一段视频里 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 坐在院子里 面容慈祥地 朝着镜头挥了挥手 大家好 我叫杨大鸭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女儿荣荣 很感激沈桑评委帮了我 我已经跟女儿团聚 知道许许多多的网友 惦记着我的事情 所以 让女儿帮我注册了个账号 上来跟大家说声 在这里 我还想跟沈桑评委再次道谢 沈桑 谢谢你 杨奶奶的账号名也很简单 会简直的杨奶奶 很快 网友们发现了这条视频 哇 这是杨奶奶的账号呀 杨奶奶真的跟女儿团聚了 恭喜恭喜 太好了 希望杨奶奶以后跟女儿能顺顺利利 幸福平安一生啊 呜 太感动了 杨奶奶终于找到自己女儿了 网友们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都知道杨奶奶注册了个账号 知道她跟自己的女儿团聚了 还有许多网友 也在下面评论 说想知道杨奶奶怎么剪纸的 让杨奶奶教教大家 杨奶奶也就上传了个比较简单的剪纸手法 开始慢慢教大家剪纸 杨奶奶有时候剪出很漂亮的纸 也会上传给大家欣赏 有些人很喜欢杨奶奶的剪纸 也会想要购买 甚至还有一些大的风俗活动需要很多剪纸 也请了杨奶奶去帮忙剪纸给报酬 杨奶奶就这样接了许多单子 经济也好了起来 最后 女儿女婿跟外孙外孙女也都搬到了龙岗镇 跟杨奶奶住在了一起 不过 这些都是后话 沈桑也知道杨奶奶注册了个账号 她也很是赞同杨奶奶注册账号 因为以后杨奶奶也会成为网红 把剪纸这项飞衣文化呈现给更多人 也让杨奶奶火了起来 她的剪纸被很多人欣赏购买 杨奶奶也渐渐富裕了起来 沈桑在实验室忙着超级芯片的事情 胡院士有时候会跟她说一下 目前国内芯片上市的进度 这天刚做完手头上的事 胡院士很高兴地跑来跟沈桑说 桑桑你快看这些新闻 目前已经有几个国家 想要跟我们国家订购芯片了 就如同年前的声明 国家在年后就开始上市了各种级别的芯片 不过目前的量 也就只能供应给国内各大市场 甚至年后上市的芯片 也是翘无声息 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也是上面刻意为之 现在就算芯片上市 但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就低调许多 已经是加班加点的制造 国内的都还有些供不应求 国内各大芯片使用商 原本也是抱着适时的态度 先是少量的订了一些芯片 从国内购买这些据说 新年发出来的芯片 也是无奈之举 毕竟跟国外芯片的贸易往来 已经是彻底断了 国内年前发的那则声明 很多公司也是属于半信半疑的态度 毕竟真要是芯片很好 为什么价格比国外同等级芯片 竟然还要便宜一些 等到第一批定的芯片到货后 应用了之后 才发现 国内新年发出来的这些芯片 比国外同等级的芯片 要更加耐用 甚至功耗 都比国外同等级芯片低了许多 使用寿命会更长 各大公司这才清楚 国家没吹牛 所以 立刻就加大了芯片的订购量 也就造成了 目前国内还供不应求的状态 第389章 听说每次的奖金都有上益 但是即便再怎么悄无声息 国内芯片上市 早被国外关注着 即便国内芯片 还只是对国内销售 但其他国家 想要购买到一些 国内新研发的这些芯片 还不是很难就找人代购了些 不过这个代购可是艰难的很 实在是芯片太难抢了 于是这些买到H国芯片的国家 回去一试 发现H国的芯片不得了 更加耐用 发热情况也好很多 寿命使用更久 不仅如此 其他功能也比同等级的芯片 更好更完美 运行更快速等等 几个国家都很震撼 他们本来以为 H国就算研发出同等级的芯片 质量肯定远远比不上英国 可结果却是如此 H国到底是怎么研发出质量更好的芯片 似乎是半导体材料上更加稳固一些 芯片都是半导体材料制成 但即便半导体材料也是有所不同 有的材料会更加稳固 这就需要技术了 H国这些芯片使用的半导体材料就非常稳固 不仅如此 芯片上的微电路跟结构也非常重要 这就要靠光刻机了 H国却让芯片上的微电路跟结构 比其他国家芯片上的微电路更加稳定 可见H国制造芯片的光刻机 也是要更加先进一点 不管是半导体材料还是光刻机 H国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明明一年前还差不多属于吊车尾状态 现在都能碾压其他芯片大国了 难不成是H国出了很厉害的科研团队 到底是什么科研团队 国外开始对H国这个科研团感兴趣 也不可能知道找出来能不能重金挖走 要知道H国科研人员的工资跟普通人相比 可能很不错 但是相对于国外的科研人员 那报酬就很低了 不管国外如何猜测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找到H国的科研团队 另外还能先从H国订购一些芯片 按照H国这些芯片发售的价格 远比他们从其他几个芯片大国进口要划算许多 所以好几个国家就开始跟H国接触 想要跟H国订购芯片 跟国外的贸易往来 本来也很被大家关注 自然而然就上了热搜 甚至一些新闻也有报道 胡院士研发芯片的 自然就很关注这方面 这是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 他也会忍不住跟沈桑分享 沈桑看过胡院士的分享后说到 今年应该还无法跟国外签订芯片合同吧 供应不上 胡院士点点头 的确如此 就算国内几个的企业 加班加点的感知芯片 也只够供应得上我们国内各大企业的芯片需求 缓上个一年倒是差不多了 等明年芯片供应大起来 应该就能出口芯片了 这对国家经济也是很有利的 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把芯片出口出去 沈桑又跟胡院士聊了会儿国际形势等等 两人又说起目前正在研发的芯片 现在研发的芯片 可以叫做超级芯片 也可以叫做超智能芯片 沈桑也已经把之前跟尤斯塔斯 林恩赛车赌的那辆超级智能汽车给拆了下来 主要就是想研究里面的芯片 林恩家族的这款今年才打算上市的超级智能汽车里的芯片 目前是英国最先进的芯片了 但沈桑他们现在研发的芯片 比这款芯片可要更加的先进 材料也是不同 目前正在攻克材料上的难关 没过两日就连网友们都知道 其他国家想要从他们H国进口芯片的事情了 网友们很激动 也很热切地讨论了起来 哇 现在好几个国家 想找我们国家订购芯片吗 虽然前些日子 芯片上市的消息 没怎么公布于众 但是不少人都还是知道 那时候芯片订购的数量也不算多 但是现在两个月过去 芯片订购的数量已经翻了好几倍 可见各大企业已经认定了 我们国家自己研发出来的芯片 那肯定是认定的 我同你们说 我一个朋友 是目前国内电子设备排名前三企业的科研部门的经理 上次我们一块喝酒 他跟我透露过 说目前国内订购的芯片 比以前从国外进口的芯片还要好 就是芯片同等级的情况下 我们国家研发出来的芯片要完胜许多 所以公司立刻又订购了一大批芯片 也就是说 咱们国家的芯片技术 真的比国外还要厉害了 的确如此 太牛了 我也觉得 我们H国成长的真迅速啊 肯定是出了一批很厉害的科研人员吧 毕竟前两年 芯片技术还落后其他国家不少 这才两年时间就突飞猛进 感觉应该是出了天才科研人员 真的很厉害了 不知道上面对待这样的科研人员 给的薪资够不够 可别被国外撬了墙脚 国外对待这样的科研人员 听说每次的奖金都有上意 豪车豪宅也是少不了 虽然楼上是在夸赞科研人员 但我怎么感觉语气怪怪的 我也感觉有点奇怪 好像就是故意说 其他国家对科研人员很好 奖金很高 本来也没什么 但是现在最敏感的时候 芯片刚出 技术显然不比其他国家差 这时候研发出这些芯片的科研人员 肯定就是香饱饱了吧 这些话就好像是给那些科研人员看的 告诉他们自己国家给他们的薪资太少了 跟国外没法比 不是吧 你们别这么敏感好不好 人家也没说错呀 我们的科研人员 薪资跟国外相比 的确挺可怜 只能说 如果是国外能研发出这样的芯片 奖金给的 让人很心动 楼上那些吹嘘国外科研人员 奖金很高的 该不会是行走的50万吧 故意挑拨离间 还真有可能哦 你们别胡说 我都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替这些科研人员 难道不应该给他们很多奖金吗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们国家没给 探讨芯片这些的话题下面 很快有网友 因为国内外科研人员 薪资跟奖金的话题吵了起来 第390章 娘你买箱单什么 网友们持续的争吵 也让芯片话题再次上了热搜 这次除了探讨H国芯片的稳定好用 剩余话题就是 研发芯片的科研团队到底是谁 就好似别有用心 也有网友察觉出不对 感觉现在热搜跟话题下面 有些人是不是别有用心 总是讨论研发芯片的科研团队 想要找出是谁 或许是聊起其他国家科研人员的薪资 跟奖金话题 大家还是别聊这个了 现在研发出这些芯片的科研人员 就是香波波 不少国家肯定都想知道他们的信息 别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带骗了 还真给不少网友猜对了 这些挑起话题的 的确是不怀好意 是其他一些国家安插在国内的一些间谍 这些国家他们查不到H国芯片到底是哪个科研队研发出来的 甚至一点关于科研队的信息都没有 没办法 就只能以这种方式先在网上引起话题 让研发芯片的科研人员给看到 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愿意来到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会给他们数不尽的财富 豪宅 豪车 想要什么都可以 万一有科研人员心动给其他国家投出橄榄枝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古往今来 财博动人心 如今不少国家都想分一杯羹 也都想使些法子 想让H国把芯片技术跟光刻机技术交出来 只是没有正当理由 人家肯定不会交 不管其他国家心思如何 至少H国的芯片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除了国内的很多企业订购 很多国外企业也开始想要跟H国沟通 订购芯片 但目前国内也没给准化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让芯片出口 日子晃晃悠悠 半个月过去了 国内的芯片消息也归于平静 目前国内并没有对外出口芯片 国外着急想要H国对外出口芯片 更加想要研发出这些芯片的科研人员的消息 但几个月过去 也还是连H国研发出芯片的科研人员的半点消息都没有 芯片的热度一直持续停久 各种热搜下面都有人带节奏 但不管怎么带 研发出芯片的科研团队依旧还是没有半份消息 沈桑他们团队自然也看到了网上这些评论 但是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人 从来都没有过其他想法 研发出芯片 上面是给了不少奖金的 当然 肯定没有网上说的那些能有上益的奖金 但他们在京市都有房有车 家庭美满 存款也很富裕 又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家人朋友也都在京市 从来没想过去国外发展 而且大部分科研人员 骨子里还是更期盼自己的国家强大 没有什么会比这个让他们感到更加荣耀的了 所以 沈桑他们看到这些讨论 也就是摇摇头 继续做起研究 日子一晃 又是两三个月过去 学生们都差不多放了暑假 沈桑三个月过得也很平静 就是待在实验室里忙碌着 他会觉得很充实 不用去想其他 这几个月 他虽然在实验室忙着 不过 传承 每周的节目 他都有趣 谁都没想到 传承 这个节目会如此火 现在已经是最火的节目之一 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让不少年轻人 对这些失传的文化艺术 很感兴趣 不管是因为一时兴起 还是看了节目后 成为自己的爱好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 开始学习这些快要失传的文化艺术 沈桑除了实验室 去节目上 休假日时 大部分都是在家陪伴家人 他的网店 现在都是交给父亲周继和去弄 周继和开着中药店 平日的病人不多 他就打理下网店 沈桑偶尔也会去看看 从网炉那里要来的能量时 跟那管已经被提取出来的能量液 因为这东西有些辐射 被沈桑所在实验室特定的保险柜里 偶尔他也会拿出来研究下 但是 这东西 没有任何变化 沈桑也只是猜测 寻宝者想让这种能量 遍布全蓝星 末法时代 灵气的消散 可能也是同寻宝者有关 可要想再往前一步寻找真相 还总是差一点什么 因为这能量含有放射性 不可能净化环境 所以 很早前 他就已经跟王炉打过电话 在电话里 他告诉王炉 王先生 这个能量是含有放射性的 不可能净化环境 用它研发出来的新能源 只会给环境带来更严重的污染 所以我劝你 还是暂时终止这个项目 不过也希望王先生能帮我隐瞒 莫要同林柳兰说起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也莫要同外人说起 我手中有这种能量 王炉很感激沈桑救了自己儿子 是沈桑发现家里 用了半年的保姆 是境外的犯罪集团里的成员伪装的 差点跟其他犯罪成员合伙 把儿子给拐走了 所以 他听从了沈桑的建议 他投资白建明这个项目 本意倒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想着保护环境 王家已经够有钱了 经过儿子 差点被绑架一事 他也觉得 自己的重心 应该多往家庭上放放 钱财足够了 再多就怕其他别有用心的人 来谋划什么 等到林柳兰来 继续同他谈合约时 王炉就以白建明被抓 合同里针对这种 是可以终止这个项目 所以他告诉林柳兰 林女士 我觉得你的丈夫人品有问题 所以这个项目 我不打算再投资下去了 林柳兰一开始好言相劝 劝了很久 王炉也不为所动 林柳兰终于有些气急败坏起来 王总 我丈夫虽然被抓了 但是这个项目他没有任何问题 他合成的新能源 不仅比其他新能源业气更加节省 用途也很广泛 还环保 以后会成为主流 你不跟我合作 你以后会后悔的 王炉道 那助林女士前途无量 去寻找别的投资商吧 我就不需要这个福气了 林柳兰气急败坏地离开 之后 他也一直在寻找新的投资商 但白建明找了许久 才跟王炉谈妥 现在白建明又被抓 大家都知道 他对自己的前妻做的事情 觉得他人品有问题 根本不看好这个投资项目了 所以 林柳兰这几个月 都没有找到投资商 其他人的日子 都是如常 简直的杨奶奶 找到自己亲生女儿后 也已经是三个月后 这三个月 杨蓉跟高斌 把那边的房子给卖掉了 户口也迁移到杨奶奶的户口上 然后在杨奶奶这边买了房 一家四口 跟着杨奶奶一起生活 而且 随着传承 这个节目越来越火 杀进前五十强的杨奶奶 也火了 杨奶奶现在接到不少单子 自己不出门 也能赚钱了 杨蓉跟高斌的一双儿女 也都很懂事 天天围着杨奶奶姥姥姥的喊着 杨奶奶子孙围绕 又能赚钱了 觉得此生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 而且 杨奶奶一直记得沈桑的恩情 等到跟着女儿和女婿 一起搬到新家 杨奶奶还特意买了一把上贡的香回来 杨蓉笑道 娘你买香单什么 家里好像也没有请菩萨呀 现在几乎没有人家请菩萨拜菩萨了 杨蓉还以为母亲是拜菩萨 但是也没见到菩萨的神像 杨奶奶笑道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第391章 功德 杨蓉没有多问 以为母亲是要拜菩萨 现在很少有人拜菩萨 好几十年前 还是有些的 想着母亲是以为能寻到她 所以想拜拜菩萨 杨奶奶也没有再跟女儿解释 把香炉摆放在窗户边的桌子上 摆放好香炉 杨奶奶取了三根香 点燃后插在香炉里 然后跪下 和掌面对香炉跪拜三次 每次叩头时 她都是诚心诚意 待三次叩拜结束 杨奶奶才起身 站在旁边的杨蓉 立刻把母亲扶了起来 现在家中就二人 一家四口搬到龙岗镇后 丈夫跑车忙 现在又出去跑车了 两个孩子虽然是放暑假 不过目前都在补课 所以家中只有她和母亲 杨蓉扶着母亲起身 才忍不住问道 母亲 您这是谢菩萨吗 杨奶奶笑道 不是 是谢谢沈姑娘 是沈姑娘帮我找到你的 所以我希望沈姑娘 此生平平安安 幸福顺遂一生 我这也是叩拜沈姑娘 我觉得 沈姑娘担得起我们的叩拜 这和拜菩萨还愿差不多 只不过 现在还愿的菩萨是沈桑 还愿需要真心实意 杨奶奶奉上自己最真实的心意 杨蓉懂了 她道 母亲 我也想叩拜一下可以吗 她也想谢谢沈桑 虽然是沈桑帮了母亲 其实也是帮了自己 找到自己的母亲 否则这辈子都有遗憾 杨奶奶笑道 自然可以 不过蓉蓉记得 一定要新城 杨蓉蓉很郑重地点头 随后 杨蓉蓉也学着母亲的样子 点燃三根香 插在香炉上 然后跪下 任任真真叩拜三次 她同母亲一样 真心感激沈桑 真心希望沈桑可以平安顺遂 叩拜过后 杨蓉起身 把香炉收起 而此刻在京市实验室的沈桑 她正忙着 却陡然愣了下 因为 她感觉到一股纯正的功德 进入自己的体内 不仅如此 原本一直卡着的修为瓶颈 也在这一刻 瞬间突破 踏入炼金化器后期 她在炼金化器中期 瓶颈了至少一年时间 怎么都无法突破 猜到是跟天道陨落有关 天道陨落 其实也是她自己猜测出来的 一开始 她修为难尽 观天象也看不出任何事来 唯有天道有问题 才无法观天象 只是那时候 她不知是天道陨落 后来知道了寻宝者 知道了那些带有辐射源的能量矿石 想到末法时代 才猜测 是不是天道已经陨落 天道都陨落 所以 她前两次修为的突破 都极难 以自身血骨受损 才得以突破 本以为往后修为想要突破 也是非常难 毕竟天道陨落 世人想要修炼 肯定也算逆天而行 所以她这些日子 虽还是继续修炼着 但修为无法突破 她也就顺其自然 万万没想到 此刻竟是突然突破 炼金化器中期修为 到了炼金化器后期 实际她现在能使出的本式根树法 远远不只是炼金化器后期 只是因着修为瓶颈 强行使用 倒也是可以 会有些伤骨血 现在修为突然突破了 沈桑忍不住蹴了下眉头 这是怎么回事 她又想起 修为突破那瞬间 有功德入体 还是两道功德 所以是因为这功德的原因吧 若是有人诚心叩拜 的确是会有功德的 即便没有天道 只要有人诚心叩拜 功德也是有的 因为即便是天道 要的也是世人的功德 只是现在没人求神拜佛 自然没有功德给天道 沈桑知道 这是有人诚心叩拜自己了 她想了想 去外面给杨奶奶打了个电话 所有参加传承这个节目的 都会有联系方式 沈桑当初看到所有人的资料 一千多人海选人员的资料 她都记得 打通后 杨奶奶 喂 你好 请问是哪位 杨奶奶并不知沈桑的号码 沈桑温声道 杨奶奶 你好 我是沈桑 是沈姑娘 杨奶奶很欢喜 沈姑娘 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她很感激沈桑 之前上节目 也再次同沈桑道过谢 她也有 想请沈桑吃饭 私底下在谢谢她 但是现在她还在参加节目 也担心请沈桑吃饭 会不会让外人胡乱说什么 说她请评委吃饭 是想要贿赂评委 这才起了这个想法 只不过杨奶奶也没想到 沈桑会给她打电话 沈桑笑道 杨奶奶 我有个事情想问问 您是不是给我上过箱 扣谢过我 杨奶奶一听 觉得沈桑真是神了 她这才扣谢过沈桑 她竟然就知道了 杨奶奶惊叹道 沈姑娘 您真是神了 我跟我女儿 方才给您上过箱 说到这里 杨奶奶生怕沈桑误会什么 觉得给活人上香不好 立刻说 沈姑娘 给您上香 就跟拜菩萨一样 我们当您是菩萨 这是有功德 现在年轻人很多不信这些 她还是小时候听老人说的 这些年 她也叩拜过许多佛祖菩萨 求他们保佑自己找到女儿 可是没什么用 反倒是沈姑娘帮了她 所以她才想叩谢沈桑 沈桑笑道 的确是好事 我能敢知道 所以谢谢杨奶奶 杨奶奶更加心惊 果然以前的老人家不会骗人 只要成心 就会有功德加深 功德是个好东西 至于怎么好 杨奶奶也算不上好 但是肯定让人更加顺 说不定下辈子 还能投个更好的胎 没想到沈姑娘连功德 都能感受到 可见沈姑娘有多厉害 难怪能掐算得如此准 挂掉电话后 沈桑掐了个绝 感受着体内的灵气和修为 至于以后修为要如何进展 她还是打算顺其自然 这次只是意外之喜 因为她无法给自己修建寺庙 让世人去诚心叩拜她 或者去改行 给人算命改名 让人去诚心叩拜她 就没有这个必要 即便帮人掐算 也是顺其自然 沈桑之后 也就是继续待在实验室 现在已经放了暑假 她之前参演的一部电影 跟一部历史剧 都是暑假档 都是暑假档 电影原本是过年那会儿 就能上映 原本这部叫 《天之四灵》的电影的男主选角 是几家松 沈桑跟几家松的恩怨早 已经解决 现在几家松早退出娱乐圈 很久都没有消息 或许是因为之前 差点选了几家松做男主 颅导后 面对这部电影 所有的选角 都是再三审核 就延迟到 今年的暑假档了 而沈桑参演的 大型历史电视剧 《无阻地》 也在暑假正式上映 不过 目前电影已经上映 电视剧要七月中旬才能上映 第392章 演技 现在电影先上映 还是点映 今天也是《天之四灵》 这部玄幻电影点映的第一天 这部电影里参演的角色 除了里面的沈桑 是大家比较熟悉 剩余的演员 不少都是新人 非常非常新的面孔 特别是饰演男主的池泽 跟沈桑还是同个公司的 纯新人 本来打算被江天成 弄去参加唱跳的选秀节目 后来被沈桑介绍给卢岛 直接被卢岛看上 选了他做这部电影的男主 本来上辈子 吉家松出世后 也是卢岛看中持责 让他来出演男主 《天之四灵》讲述的是 混沌乱世 天地初开 人鬼神妖魔怪 共存的乱世 二十八星宿降临凡尘 其中以四灵为首 诸人间这位少年 匡扶正义 降服这些妖魔鬼怪 拨乱反正 成长为人间的帝王 是玄幻类型的电影 玄幻类型的大电影 并不好做 以前上映过不少 玄幻类型的电影 票房都是很惨淡 卢岛虽然是明导 不过也得电影好看 不然大家也不会买账 一开始 只有沈桑的一些粉丝 还有一些不知道 看什么电影的路人 选了这部电影去看 看完后都很震撼 立刻安利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们 宝贝们都快去看 天之四灵 好看死了 本来以为这电影名字 有点太文艺 觉得能有什么好看的 结果好看死了 剧情也不老套 群向视角 重点是 里面每个人的人设 都好带感啊啊 不亏是卢岛 即便是反派都让心动 那个反派魅魔 简直没死我了 看到最后 她的人间爱人 为了她挡下天雷 靠哭死我了 甚至想着 让反派翻盘算了 还有人间的女将军 也就是桑桑那个角色 炸死我了 真的巨帅 女将军的打戏 是整部电影里面 打戏最最出彩的 我要去二刷了 就是想看女将军的打戏 太帅了 另外 还有男主的腹肌 嘿嘿嘿 真巧 我也去看了 真的好看 全程没有一点尿点 剧情很紧凑 桑桑的女将军没话说 她本身也会武术吧 另外就是 男主找的真的很贴合人设 真的帅 那张脸也很有变识度 少年帝王的漫漫成长路 真的好看吗 放心去看 看完不好看 你回来打我 看完保证你想二刷 要不明天 我们约着一起 我请你去看 正好我去二刷 行 那明天一起去看 很多觉得电影好看的网友们 都开始安利起来 第一天点印的人 看的不算多 一些网站预估这部电影票房 总共在十个亿左右 但是 这部玄幻电影的投资 都有十个亿朝上了 需要的特效 还有各种精美的道具 其他的经费等等都很贵 如果票房只有十个亿左右 肯定是要亏本的 三天后 天之四灵 正式上映 笔点印时候的人多了不少 晚上这部电影的热度 就冲了上去 谁还没有看 天之四灵 快去看 尊都好好看 不骗大家 不好看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倒立肯键盘 我也去看了 只想说 卢岛的电影 大家放心看 剧情不错 演员的演技 各种服装道具也很精致 还有打斗戏没得说 桑桑眼的女将军 真的好散啊 对上妖魔也完全不拒 打得妖魔节节褪败 帅死我了 就是戏份不多 可是真的很出彩 看一眼就爱上的角色 不止女将军出彩 其他角色也都很棒 各种斗法的法觉手势 也都很标准 感觉导演是花了很大功夫去研究的 男主真帅 导演哪里找来的 我看叫池泽 好像除了演了这部电影 别的什么戏都没拍过了 这个新人跟桑桑一个公司的 真的好帅 看着有点小奶狗 乖乖巧巧 但是狠起来 看着跟一头野狼似的 希望这部电影能让他大火起来 男主好帅 桑桑演的女将军 也好帅啊 大家去看 绝对不愧 最让我惊喜的 还是我家老婆 我的桑桑 演技真的没得说 打戏也没得说 之后 这部电影就待在热搜上没下来了 除了沈桑饰演的女将军 池泽饰演的男主 还有其他几个新人 跟反派魅魔 都上了热搜 去看这部电影人越来越多 当然 众口难调 有人觉得好看 有人也觉得不咋地 但其中步伐混淆着一些黑子 不管黑子如何上穿下跳 这部电影的票房都呈现出节节攀升的情况 五天后 票房直接就突破了十个亿 网站重新估算的票房至少在四十亿潮上 而沈桑也因为这部电影再次被大家认可 再次冲上流量热度 他这几个月 虽然在节目上露过脸 但只有每周两个多小时 在节目上做评委 何况这节目 让人更关注的是 这些还要消失的文化艺术 几位评委的热度都不大 就连影帝王承议在这节目上做评委的热度都不大 这部电影 才让沈桑的热度真正的诱起来 电影刚上映十天左右 沈桑跟王承议影帝参演的大型历史连续剧 《无阻地》也上映了 就在今世晚间当 每天两集 周六周日休息 各大视频平台同步放映 只是看了前面两集 就很勾人了 哇 我就看到咬戏公主出场的时候 也太惊艳了 小咬戏也很灵动可爱 等到场景转换成少女时 真的惊艳到我了 好像一个精灵 不太像人世间的姑娘 难怪少年 无阻地会对她心动 没有人能不对她心动的吧 桑桑饰演的咬戏公主 真的好灵动 跟天之四灵 里的女将军 完全不一样 桑桑演技真棒 六七岁的小咬戏的演员 哪里找的呀 也好可爱啊 那双大大的眼睛 也很灵动了 演员找的真不错 听说最后咬戏死了 历史上咬戏的确被刺杀了 不过据说跟无阻地的母族有关 所以电视剧里的咬戏 也会死掉吗 啊 不想咬戏公主死 她真的好可怜 作为质子 这辈子都被困在这个国家 和这个皇宫 也和少年 无阻地互相生了情 可最后这份情都没到出口 就死了 肯定死了 这部电视剧 就是根据历史来写的剧情 与历史上各自的人物出入不大 很多历史学家推测 咬戏公主的死 就是无阻地的母族派杀手干的 担心她儿女长情 而且 咬戏毕竟是邻国的公主 真要跟无阻地在一起 对她以后登位也有影响 我是这部历史剧的后期制作人员 我只能跟你们说 等到咬戏公主死的时候 挺震撼的 感情上的震撼吧 跟原本的一些史书 对咬戏公主和无阻地的人 设有点出入 有人开始好奇起来 啥出入 这剧里 咬戏公主的死 应该也就是被不知名的杀手给杀害的吧 剧还没播到那里 暂时不能剧透 反正下周应该就能看到了 咬戏公主的戏份不多 很快就要下线了 少年无阻地的戏份也不多 主要讲的是 中年无阻地的杀法果断 讲她 是怎么统一周围其他几个国家 她这一生 她的运筹帷幄 她的波折 她的经历为主要剧情 那我就等着了 无阻地 这部历史剧本身就宣传了挺久 又是唐岛准备了几年的历史剧 热度不低 收视率也非常高 一开始就冲上一个新高 一周播放下来 收视率没降低 还升了些 天之四灵的票房也在稳步上升中 一周后 天之四灵的票房就到了18亿 即便怎么有黑子说这部电影 但只要看过的 都很喜欢这部电影 很多去二刷三刷的 这部电影也被卢岛送去评选了 等到年底 电影跟里面的演员们 说不定还能拿一两个奖项回 而电视剧《无阻地》 也播放到咬夕公主被刺杀的剧情 看咬夕公主在花园里面 等待自己也喜欢的少年 可是即将等到少年时 她面上一震 低头看了下去 一柄长剑刺穿了她的胸口 血迹滴滴答答落下 她倒在了血泊中 少年终于出现 她却没有去看少年 她的眼神没有遗憾 没有其他 只有绝望 下一瞬 却是了然和解脱 她没有去看自己喜欢的少年太子 只是倒在血泊中闭上了眼睛 睫毛轻轻颤抖 而太子也有些愣住 场景便转换了 这就是年少吴祖地 跟自己最爱的咬夕公主 最后一场戏 今天吴祖地的收视率 更是爆炸了 是这几年来 所有的电视剧当中 收视率最高的时刻 网上也全是讨论 两人最后这场戏的 我的咬夕就这么死牢啊 哭死我了 心疼死我了 还有太子 最后为什么愣住了 咬夕公主的眼神也不对劲 太子都已经出现了 但是她最后 竟然没有去看太子 而是闭上了眼睛 那时候睫毛还在颤 说明还是没有彻底断气 还是有点知觉的 所以 咬夕最后死的时候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咬夕是不是知道 自己是被太子母妃 派人杀害的啊 不不不 不止如此 我觉得最后咬夕闭眼 似乎是对太子失望 再也不想看到太子 如果仅仅是她知晓太子的母妃会 来杀她 她不会如此对太子的 她其实也知道 如果自己对太子动情 或者太子对她动情 她都不能活 所以 她不会怪太子 但最后咬夕死的时候 却没有去看太子 而是绝望 又了然跟放下的表情 这么一说 其实太子早知道咬夕会死 早知道自己母妃 想要杀了咬夕 她是默认的 最后 咬夕也看透了这点吧 对对 好像就是这样 这样才能了解咬夕 最后倒在血泊中 为什么会如此 不愿看自己喜欢人的最后一面 哇 我也觉得 这样 更符合无祖地的人设 所以 太子早知道自己的母妃会杀咬夕 但是她选择了放任 果然很符合无祖地的人设 为了江山 可以舍弃一切 哪怕还是年少时期的她 都能做出这种选择来 或许有儿女情长 但她够狠心 这样无祖地的人设 好像的确更带感了 我 我只觉得我的咬夕公主好可怜 她明明很聪慧 至始至终都能看透一切 却还能保持这份纯善 灵动和清澈 总感觉 就算咬夕公主不死 无祖地也配不上她 网上除了讨论咬夕公主 最后是否知道 刺杀自己的人 太子也是知晓的 还有不少网友 都在讨论沈桑的演技 沈桑演技挺厉害的 她还不是正统班科出身吧 大学挑的还是金氏大学 也不是电影学院 这部电影跟电视剧的演技都绝了 演什么像什么 这好像算是她的第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吧 之前拍的起跑广告 虽然也很惊艳 但是没什么台词和太多的剧情 这个电影和电视剧 完全不一样 是需要真正有演技的 演技的确没得说 感觉应该能拿奖了 沈桑的演技 毋庸置疑 沈桑虽然在实验室 不过最近没那么忙 晚上不怎么加班了 她也有去看自己的电影跟历史剧 因为这两部剧的上映 很多导演都看中她的演技 想要找她拍戏 今天下午 江天成还给她打了电话 桑桑 最近有好几个导演想要跟你约戏 大概有五六个剧本 剧本发给你 你要不要看看 咱不说都拒绝 你挑一个也没事吧 她真是怕桑桑又跟去年一样 消失一年 怎么约都约不到 戏也不接 综艺也不接 什么都不接 连她干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江天成自打过年那时候 春晚这样给桑桑留节目 还有电视台对她的态度 隐约有意识到一点什么 今年这半年 都没怎么催她接戏接综艺 或者直播 而且如她所料 除了传承 那个节目 桑桑自打春晚过后这半年 还真就跟去年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节目时候准时出现 现在她也不求桑桑能接多少戏 接一部也是可以的 要不就崔岛的电影 崔岛这个剧本写了很久 一直没有找到女主角 直到她看到 你在这两部戏上的表现 觉得 你就是她想找的女主 而且还特意 给我打了电话 说想见见你 希望能说服你 出演她的这部电影 她也有 在微博后台私信你 不过你最近都没怎么登后台吧 沈桑最近的确没怎么登录自己账号 听了江天成的话 她才登录后台看了眼 看到崔岛给她发的消息 第393章 主页 副页 崔岛全名叫崔双 是以拍摄现实题材为主的一个导演 在导演圈也挺出名 她曾经拍摄的几个现实题材 都拿过大奖 看哭过不少人 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只是最近两年都没怎么拍摄作品了 沈桑点开后台 找到崔双的消息 崔双 沈桑 你好 我是崔双 我有一部作品 想请你出演其中的女主角 我觉得你就是我想要找的那个女主 沈桑 你可以先看看剧本 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次合作的机会 沈桑看完私信 跟电话拿头的江天成说 江总 那你把崔岛的那部戏的剧本 发我 这部戏 我下半年能见 超级芯片的研发 都是一步步来 有它在 没什么难度 但即便一步步来 很多材料跟设备都要弄出来 所以 进度就快不了 之前他还想着 半年多 或许能把超级芯片给弄出来 但是研发了一段时间 就发现时间不够 因为很多材料和设备还要调转过来 有时候会耽误一点进程 可能到年底 或者明年初 第一枚超级芯片才能面试 但其实一年时间研发出这样的超级芯片 时间已经算很快 目前都是比较稳定的阶段 它不在实验室 也没什么 江天诚一听 沈桑愿意接崔岛的戏 也很高兴 行 那我把剧本发你 你看看 一会儿是自己跟崔岛联系 还是我这边跟崔岛联系 先把电子合同签了 沈桑到 我在后台跟崔岛说一声吧 行 那我挂了 让你小助理把剧本发你 江天诚挂了电话后 古梅就把剧本给沈桑发了过来 还很激动的 发了好几个表情包 最后说 桑桑你要接戏了 太好了 沈桑给古梅回了个表情包 这才在后台跟崔岛发了消息 崔岛 你好 剧本公司已经发给我了 跟崔岛合作愉快 崔双立刻就回了消息 崔双 沈桑 你愿意接这个戏了吗 太好了 你在京市吧 我也在京市 要不我们见上一面 我有些关于女主的一些设定 想同你说说 崔双也是个拍戏狂魔 能遇到符合她剧本 符合她理想的角色 她就会有点蜂魔 看来崔双真的很喜欢自己这个剧本 她等了好几年 才等来自己想要的女主 本来她还有点忐忑 怕沈桑拒绝 因为她跟江天成联系时 江天成有些犹豫地告诉她 桑桑不一定会接 她去年几乎一整年都没有接戏 应该是有别的事情要忙 不过崔双不想放弃 还是让江天成跟沈桑打电话 她自己也跟沈桑联系了 现在知道沈桑愿意接这部戏 别提多高兴 真真是松了口气 她这部戏 找不到她想要的女主 的确是没打算拍出来的 其实她这部戏 是很多年前的一些灵感 这些年没遇到合适的女主 也就没想过把她拍出来 但是在她看到 沈桑在天之四灵 和吴祖地 这两部里面的演技后 她一眼就想到 自己那个剧本 沈桑的可塑性太强了 她需要的 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 不仅如此 这个女演员还需要最自然纯真的美貌 还要有十分了得的演技 说白了就是演技 现在年轻的女演员很多都很漂亮 但演技不够 不少影后影帝的演技是足够 但是年龄跟她的选角不符 影帝影后的演技好 但那都是她们一步步细 一年年的积累下来的 可她这个女主 年龄摆在那里 少女时期只有十八九的模样 少女时期又是整部戏最长的时间段 儿童期跟中年和老年的戏份 加起来不过十分钟 所以 她需要的就是一个 年龄要符合 演技要符合的女演员 不管如何 许多新人演技真的算不错 但始终透着一股青涩 需要真正的去代入这个角色 还要代入进去 拍戏时 要彻底无视摄像头 这是很多年轻演员 无法做到的 但是沈桑做到了 崔霜拍了很多戏 看到沈桑这两部戏的时候 就知道她的演技如何了 她仿佛真的就是那些角色 而不是沈桑 另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她这部戏 的确很特殊 本来她也没打拍这部戏 这部戏 还需要不少凶猛的野兽 需要真正的野兽 不能后期屁上去 所以 她一直觉得 这部戏 没有拍出来的可能 她的确知道 沈桑好像能驯服一些野兽 以前沈桑参加的 那个节目上 在动物园里 沈桑可是救过一头 差点被老虎攻击的小孩 后面那个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好像都挺亲近沈桑的 那个动物园 现在也是网红动物园 经常能在热搜上看见 里面神奇的动物不少 但那时候 也不太清楚沈桑的演技 现在知道 沈桑的演技 也没有任何问题 她肯定就很心动 而且 大部分演员 面对这样的猛兽时 始终会有点不自然 或者惧怕 她需要角色 去真正的亲近这些野兽的 也只有沈桑能办到 沈桑道 好 崔道 那我们约个见面的时间 崔双 那明天上午十点 沈桑 行 崔双报了个地址 两人结束了对话 沈桑这会儿 还在实验室这边的寝室 她给胡院士打了个电话过去 她刚才跟崔双聊的时候 还抽空看了看古梅发给她的剧本 这部戏跟之前拍的那两部完全不同 那两部戏 她几日就拍完了所有戏份 导演也顾着她 把她的戏份都放在那几天统一拍的 但是崔岛的这部电影不同 又是主角 戏份肯定比较长 这部戏主要讲的是 关于一个生长在深山里的脑瘫女孩 自幼被人欺负看不起 后来有拍节目的 来到深山 想要拍摄节目 村长跟村里人都很欢迎 但这些人并不是来来拍摄节目的 这些人是来偷猎的 有钱人想要山中的一只 很特殊野兽的幼崽座宠物 给的价格极高 所以伪装成节目组来盗猎 这里的山路复杂 而且深山之中没有信号 属于比较危险 没有开发的深山 里面不仅地貌环境危险 还有许多有毒的动植物 进山一趟不容易 连本地人都不轻易进山 没有本地人带路 他们就更加难以进山 所以才伪装成节目的 打算找本地人带他们进山 他们发现了女主 想着女主是脑瘫 智力肯定不太高 很容易糊弄 但女主只是运动功能障碍型的脑瘫 行动不协调 表情也管理不好 说话功能也有点障碍 但她非常聪明 即便她们没有在女主面前说漏过嘴 但女主还是从她们的一些行动 装备上看出她们的意图了 女主也知道 村里人嫌弃她是脑瘫 对她不友好 也不会相信她的话 女孩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些人 她带着这些人也进了深山 最后与这些人斗智斗勇 最终在自己深山里的小伙伴们的帮助下 将这些罪犯一网打尽 女孩最后也凭着自己的聪慧 努力走出大山 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 成为了一个出众的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 崔双需要一个天生就很有动物园的演员 来出演自己的女主 但是拍摄起来不容易 需要与不少山林的动物 还有野兽的戏份 另外要进山拍摄 也比较吃苦 这个她倒是无妨 她跟赵红合作的那个动物园 里面不少动物 除了之前的网红大老虎大毛 和不请自来的豹子二毛 还有那只喜欢跟女孩们互动的白狐狸 一群彬彬有礼 会做卫生的猴子 后面市区规划 动物园扩建 又来了不少动物 沈桑在大老虎大毛的水潭里面 加了不少灵液 动物园里的动物园似乎也知道 那水潭里的水是好东西 经常偷跑到大毛的水潭里喝水 所以 那个动物园的动物们 智商都比一般动物高很多 现在动物园每日的人流量 还是非常大 因为要进山拍摄 地方挺远 沈桑这段时间 都不可能待在实验室 肯定要给实验室的负责人 胡院士打个电话 把自己要拍戏的事情 跟胡院士说了说 胡院士笑道 那桑桑要出去几个月 沈桑算了算 大概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他拍戏挺快 都能一次过 但还有不少其他人的戏份 他跟其他角色的对戏也非常多 肯定不可能一次过 所以 大概需要一段时日 胡院士其实挺舍不得桑桑 但桑桑在这个实验室 也待了一年多 他本身还是演员 演技也非常了得 桑桑出演的电影跟电视剧 他跟实验室的研究员们都看过 胡院士道 行 本身你也是演员 去拍戏也是应该 那我们有什么事情 就在网上联系 实验室也得确离 不开桑桑 芯片的研发 其实靠的全是桑桑 沈桑 好 他又跟胡院士聊了一会儿 他跟胡院士相处 也有差不多一年多时间 心里把胡院士当成长辈 胡院士忍不住问 桑桑 你对以后的发展 有什么规划吗 继续这样 一边拍戏 一边搞科研吗 有没有想过 专心搞科研 桑桑这样的人才 不是说演戏浪费 而是他真的太优秀 他会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如果只是去演戏 真的有些浪费他的能力 如果他要是能专心搞科研 他们H国以后的未来 简直不敢想 他的确有惜才之心 以后 桑桑这些成就公布出来 那样的荣耀 不是演员演戏可以比的 所以胡院士 的确有点私心 想要桑桑专心搞科研 以后不要拍戏了 沈桑笑道 胡老 其实做演员才是我的主业 其他都只能算是副业 不过您老放心 我有分寸的 如果实验室需要我 我都会过来 以后有其他研究项目 也都会来帮忙 胡院士听了 知道也勉强不了 桑桑能帮忙 把芯片给研发出来 已经是帮了国家的大忙 之前那个新型材料 也是桑桑弄出来的 他都是知道的 桑桑的确很厉害 只是桑桑觉得 演员才是主业 这是桑桑自己的人生 他不会多言些什么 就心里还是觉得可惜 哎哟 这要是能专心搞科研 那得多厉害哟 沈桑跟胡院士请了假 第二天上午 就到了跟崔双约定的地点 见了面 第394章 影后的表妹 到了地点后 沈桑也见到了崔双 崔双今年已经40多 人比较轻瘦 短发 穿得很朴素 黑眼圈有点重 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形象 崔双见到沈桑 露出很大一个笑脸 沈桑 你好 沈桑也笑道 崔道 你好 两人坐下后 崔双甚至都没点单 已经迫不及待 跟沈桑说起剧本 说着剧中的女主 还跟沈桑道 剧中女主的中年时期的演员 我打算请于一影后来演 你同他也有合作经验 桑桑觉得如何 沈桑跟于一相识 在他最初参演的一个节目上 于一的母亲 正好住在那个村子 沈桑在节目上的任务 需要在村子里自力更生 所以 沈桑找到了于一的母亲 给他做饭照顾他 最后还看出于一母亲体内的病 让于一带母亲去做了检查 于一那时候 也是吸引状态 全身毁容 沈桑后来才知道 于一应该是被同样身上 有寻宝者的人害的 后来沈桑也用灵液治好了于一 跟于一影后 也就那么认识了 于一在 《无祖地》里面 出演的是《无祖地》的皇后 两人没对手戏 不过拍戏时 经常一起闲聊 关系很好 于一的演技 自然没得说 沈桑道 当然可以 女主孩童时期 崔岛打算找谁来演 这不具女主的年幼时期 跟中年时期的戏份不多 崔双道 我打算找小鱼儿来演 小鱼儿是个童心 一名叫小鱼儿 他从三岁就开始演戏了 也是很灵动的一个小演员 今年已经八岁了 沈桑也觉得可以 他跟崔双 开始继续聊起了剧本 说了好一会儿 崔双觉得口渴 才惊觉 自己一见到沈桑 只顾着聊剧本 聊剧情聊人设 都忘记点吃的喝的了 桑桑 不好意思 差点忘记点喝的了 现在也差不多中午了 我们再点些吃的 我请你 沈桑点头 二人点了些吃的喝的 吃喝过后 二人又聊了许多 到下午两点才散了 现在主角的孩童少女 跟中年的人选都有了 其他人选 崔双也都有 等明天开始筹备 估摸着一个月后 就能拍摄了 崔双又跟沈桑说了说 大概拍摄时间 沈桑道 行 那时候 传承 第一季 应该也能完结了 那后续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崔岛在找我 传承 这个月基本第一季 就能完结了 这个节目 倒还真是炸出 不少老手艺人 沈桑估算了下 杨奶奶想要拿冠军 有些困难 不过 亚军可以争一争 季军是比较稳妥的了 冠军应该是一位 会双面秀的老奶奶 那位老人家秀的双面秀 形身兼备 色彩鲜明 非常有灵性 善秀各类型的小动物 跟崔双分开后 沈桑先回家 陪了家人两天 沈母这大半年 恢复的也很好 沈母现在全身都能动弹 说话也顺畅许多 最近这段时间 在做康复训练 训练走路 还有机无息 沈桑这半年 和她联络的不算多 就是十天去帮她斟酒 二人才会闲聊话 约着吃个饭什么的 之前给的一起玩 姬无息倒是坚持了好久 再也没有晕过去 但是一起玩服用完后 最后过了十几天 姬无息还是昏迷了过去 沈桑就知道 她没有灵气续着 还是会无缘无故的昏迷 沈桑无奈 她也没有病因 这种古怪的晕厥 不是身体疾病引起 所以又给她备了不少 用灵液做的一起玩 这次沈桑照例 去给姬无息针酒 姬老爷子这半年 也没跟姬无息住在一起了 不过齐管家还是留在这边 老爷子也担心 小儿子万一又不小心昏迷 身边也没个人 到时候死了都没人知道 沈桑过去时 齐管家指了指楼上书房 沈小姐 小少爷在楼上书房看书 您直接上去就好 沈桑点点头 到了楼上书房 她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姬无息清冷的声音 桑桑吗 跟着就是她起身的动静 没两秒 沈桑见到房门打开 一身休闲装的姬无息 站在她面前 她面上带着浅浅的笑 面容英俊 沈桑笑道 姬大哥 我过来帮你针酒 你的一起玩 应该还有一个月的量 下个月我要出去拍戏 到时候多给你备些一起玩 姬无息点头 侧身 让沈桑进了书房 沈桑一眼看到 她书桌上的一惊 知道姬无息 最近应该再看一惊了 二人聊了会儿 沈桑跟姬无息说了 自己要拍的新戏的剧本 姬无息也给了些参考意见 过了会儿 就过去房间帮她针酒 针酒过后 沈桑还陪着姬无息吃了个饭 这才离开 一个月的时间 也是眨眼就过去了 天之四灵的票房 已经到了五十亿 最后涨得很慢了 已经成饱和状态 能三刷四刷的都刷过了 预计票房 也就是在五十二亿左右 这已经算是很高的票房了 目前在H国电影史 能排上前三的票房 五祖地的收视率 也一直很高 没有降下来过 不过姚夕公主的热度 是降了下来 传承 这个节目第一赛季 也终于结束了 就跟沈桑之前预料的一样 传承 第一个赛季的冠军 是那个会双面秀的老奶奶 杨奶奶也拿了亚军 双面秀的老奶奶 赢得冠军的秀品 是个双面猫咪和狮子 一面是活灵活现的猫咪 一面是威武霸气的狮子 非常让人惊艳 而杨奶奶在总决赛上 捡的纸 名字叫做香愁 同样也是非常让人惊艳 一副香愁 似乎能让人看到红庄瓦房 看到院中的枣树 看到院子养的鸡鸭小狗 回想起小时候 一家子待在这样并不大的房子里 只有几间屋子 屋前屋后的大树 院中养的小鸡小狗 想起一家子人的欢声笑语 只是长大后 这样的场景 似乎太遥远 太遥远了 小时候渴望长大 长大了方爵惆怅 才觉得失去好多 传承 第一赛季 也是圆满的结束了 不出所料 结束时也上了热搜 这些老手艺人 带来的作品 太让人感动 也让人知晓 这些即将失去的文化艺术 有多美 传承 第二赛季的时间还没定 沈桑也差不多 要出去拍戏了 崔岛告诉他 其他筹备的都差不多了 崔岛并不怎么差钱 又是知名导演 寻找演员也很容易 有些知道崔岛要拍戏 还主动来找崔岛投资的 因为筹备起来特别快 女主中年时期的演员 就找了余毅 余毅得知 是再次跟桑桑合作 别提多高兴了 前段时间 还给桑桑打了电话 两人聊了许久 崔岛已经把拍摄地点 都发给所有演员了 这次拍摄的地点 有点偏僻 江天诚怕沈桑拍戏太忙 不好好照顾自己 所以就让小助理谷梅也跟着去的 不过沈桑之前 跟余毅约着拍戏前去 找他玩两天 所以 沈桑不是直接去剧组的 而是先去找余毅 余毅的老家 是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也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点 有许多风景如画的地方 还有许许多多好吃的小吃 而且这时候八月份 天气还是炎热 但是余毅的老家气候 却差不多一年四季如春 很适合旅游度假 余毅之前就想邀请沈桑来玩 沈桑太忙了 一直没什么时间 现在 沈桑就趁着拍戏前两天 过去找余毅玩 沈桑还给古梅打了个电话 把拍戏的地址告诉给他 妹妹 我把地址发你了 我要先去广陵玩两天 余毅姐喊我过去玩 所以就先不跟你一起过去剧组 到时候 我自个过去拍戏的地方 古梅笑道 好 桑桑那你跟余毅影后玩的开心 我也先提前过去剧组 他得提前过去把住的位置打扫好 那里地方偏僻 是个村子 连招待所都没有 崔双安排的住处 都是村民的家 所以 他先提前过去看看 先把生活用品各种东西 都先准备好 再提前看看住的地点 该准备的都准备到位 他可是难得 跟着桑桑出来工作 平时工作太悠闲了 他是桑桑助理 桑桑平时都不去公司 他也没什么活儿 每天就去公司报道一下 江总都不管他 他有时候觉得过意不去 还问江总 要不要给他安排别的工作 江天成都说 不用 你跟着桑桑就好 他有工作你就跟着 他没工作你就清闲闲 古梅可觉得 江总真是太好了 不过有工作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认真的 沈桑第二天就飞了广林 余毅老家 只是在广林一个小县城里面 附近就有一个 很出名的旅游景点 所以 小县城里面人还挺多 之前余毅的母亲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老家是个旅游景点 人太多 老人家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 才去别的地方住着养老 然后才有缘跟沈桑相遇 沈桑那时候看出老太太身体里有肿瘤 告知给余毅 余毅本来半信半疑 最后还是决定带母亲去检查 还真的是体内有肿瘤 幸好发现得早 做了手术 沈桑又帮着配了调理的药 老太太已经康复 就连余毅母亲行动不便的腿 沈桑之前也抽空给治好了 现在老太太腿脚方便 能到处走动了 也不觉得人多烦躁了 又回到自己老家来养老 沈桑很快就到了县城 他没让余毅去接 自个到县城车站 从市区飞机下来 他坐的观景汽车 慢悠悠晃到县城的 一路上的风景实在美的说 果真是山清水秀 那些山景都跟画出来的一样 美不胜收 沈桑看得很尽兴 不过到了县城 余毅也知道了 还让他原地等着 一会儿就过来接他 余毅挂掉电话 很高兴地 同身边一个看着 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说 小贤 一块去跟我接个人 那叫小贤的女子 穿着打扮都有点用力 余毅今日穿的一身 很休闲宽松的长裙 一双藤边的拖鞋 小贤穿的也是一身长裙 不过看标签 都是名牌 手腕上戴的翡翠 脖子上还戴着一圈很漂亮的珍珠项链 表姐 去接谁啊 这叫小贤的女子 竟是余毅的表妹 余毅朝着小贤神秘一笑 一会儿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 我们开车过去 小贤没多想 跟着余毅上了车 余毅开车 朝着车站走去 县城不大 余毅开车二十分钟 就到了车站 下了车 一眼就看到 站在一棵古树下 等着她的沈桑 余毅笑容满脸的 朝着沈桑招手 桑桑 我在这里 沈桑也已经看到了余毅 笑着朝她招招手 然后提着行李 朝着余毅走了过去 倒是旁边的小贤 猛的一看见沈桑 愣了愣 甚至下意识地侧过了身子 脸上的表情 也有点慌乱 余毅也回头 准备跟自己表妹说 自己今天接的人 她刚回头 还没说什么 小贤突然捂着肚子说 哎哟 表姐 我肚子不舒服 我先去车站里面上厕所 你不用等我了 一会儿你跟你朋友 先回去就行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 反正也不远 余毅听见表妹这么说 突然愣了愣 觉得自己表妹有点奇怪 小贤明明都看见桑桑了 为什么还是以她的朋友 来称呼桑桑 小贤不是很喜欢桑桑吗 怎么可能没认出桑桑来 小贤现在怎么见到桑桑一点 都不惊喜 余毅的妹妹叫金小贤 是沈桑的粉丝 至少金小贤是 这么对自己表姐余毅说的 余毅桑桑帮了母亲 又帮了 她把一身烂皮治好后 就跟桑桑熟人许多 跟家中亲朋好友都提过桑桑 说二人 曾因一个节目结识 现在是朋友 除了母亲 其他人都不知道 是桑桑治好的她 不过 除了最亲近的表妹 也只有母亲知道 她生了病 其他的亲朋好友们 都不知她为何吸引六年 还以为她拍戏拍得有抑郁症 那几年亲朋好友都不见 母亲也只是猜测 是桑桑治好了她 因着那时候 桑桑还帮忙 把母亲的腿给治好了 所以那时候母亲问她 小易 是不是桑桑治好了你的病 第395章 心虚 母亲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又是母亲自己猜测 是桑桑治好了她 所以 余毅也没瞒着母亲 但她并没有母亲 桑桑猜测她 有可能是中毒了 没有抓出给她下毒的人 给她治疗的事情 自然不好曝光出来 但母亲是亲近之人 又是自己猜测出来 她才告诉给母亲 还对母亲嘱咐 妈 因为我的病有点特殊 所以 如果有人问起你 是谁帮我治疗 你就说也不清楚 好像是自己好了起来 其实也是想揪出一下 害她的人是谁 有可能给她下毒的人是谁 因为桑桑也说了 她当时的怪病 有可能是下毒 也有可能在哪里 沾染上未知的化学 或者一些毒素什么的 因为她的怪病 那时候 就母亲跟最亲近的表妹知晓 但是并没有什么人 来问过母亲 她的怪病是怎么好的 倒是表妹金小贤 看到她的皮肤好起来 很为她高兴 表姐 太好了 你的挫疮终于都好了 金小贤一直都以为 自己表姐得的是挫疮 就是有点严重 余毅自然也不可能 告诉金小贤 是桑桑治好了她 就笑道跑了好多家医院 终于治好了 金小贤还好奇问她 表姐 你在哪家医院治的 之前不是治了几年 都没治好吗 余毅随便说了 家皮肤科比较出名的医院 金小贤信以为真 就没有再问 她也很高兴 表姐好起来 至少在余毅看来 是这样的 因为跟桑桑熟人后 余毅也很喜欢桑桑 经常跟家人提起桑桑 她跟表妹从小一块长大 关系非常亲近 就跟亲姐妹没什么区别 所以自然也跟表妹金小贤 提起很多 金小贤也笑眯眯说 我知道桑桑 她好像很厉害 我也是她的粉丝 她是不是还会算命啊 余毅知道 沈桑的确会算命 很多粉丝跟网友 都是知道的 好像的确是会一些 金小贤忍不住说 太好了 要是有机会 能看到桑桑就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 喊桑桑帮我算算 我也不是为自己算 就是想知道 自家那一儿一女 做父母的为了孩子 真是操碎了心 表妹跟她不同 年轻时候 就已经结婚生子了 对于表妹生的一双儿女 余毅也很宠爱 每次拍戏回来 都会给她们带礼物 不仅如此 她出名比较早 那时候 表妹家里条件一般 家里的房子 也是她赠予的 因为表妹是母亲的 妹妹的女儿 母亲跟妹妹关系很好 都住在这边的镇子上 她跟表妹没差两岁 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非常亲近 就跟亲姐妹没什么区别 所以对表妹很好 后来表妹跟表妹夫也算争气 慢慢赚了些家业 现在家里条件也挺不错 比不上大企业家 但在小镇子上 也算数一数二 于一知道 表妹喜欢桑桑 也想着带表妹 见见桑桑 所以 这次跟桑桑 又是出演同一部戏 就想着喊桑桑过来 她老家晚两天 还能跟表妹见上一面 让表妹也开心起来 只是没想到 表妹见到桑桑后 反应竟然有些奇怪 不过于一暂时没多想 说道 小贤 你先进去上厕所 我跟桑桑在外面 等你就好了 你不是也一直想见桑桑吗 我一会儿把你介绍给她认识 桑桑人很好的 金小贤还是捂着肚子 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哎呀 表姐 桑桑好不容易过来玩一趟 不要因为我耽误了 你们先走 没事的 两人说着肩 沈桑已经提着行李 相走了过来 沈桑一开始也没注意到于一的表妹 只是过去跟于一抱了抱 于一姐 于一也就顾不得要拉肚子的表妹了 也抱了抱沈桑 桑桑 我先帮你把行李箱放车上 对了 我再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于一接过沈桑的行李 正打算把身边的表妹 介绍给桑桑 一转头 表妹已经捂着肚子 朝着公厕那边跑去了 于一有点无奈 看向沈桑 桑桑 那是我表妹 她也很喜欢你 所以我就跟她一起来接你 没想到她现在有点拉肚子 那我们在这里等会儿她 她当然不可能把表妹 一人扔在这里 沈桑望着女人的背影 有点若有所思 她点点头 好 我们等会儿 两人都是明星 即便戴着墨镜 也担心被人认出 就都坐在了车子里等着 两人坐在车中聊了会儿 聊最近的生活 还聊接下来要拍的这部戏 大概十多分钟后 于一就朝着公厕那边看 又过了一会儿 才看到表妹出来 只是表妹出来后 站在公厕门口东张西望 脸上的表情有点严肃 也有点捉摸不透 沈桑也看到于一的表妹 只是见到金小贤面上表情时 沈桑就知 她并不是跟于一说的一样 是她的粉丝 因为金小贤面上的表情 可不像是欢喜的样子 于一还没注意到 她跟沈桑说 桑桑 我表妹应当是还没看见我们 没想到 我们还留在这里等她 我下去喊她上来 好 沈桑吟吟一笑 她要等于一姐这位表妹 走进瞧一瞧 明明说是她的粉丝 为何避而不见 甚至有些惧怕见到她 沈桑能够明显感觉 倒站在公厕旁边那位女子 是有些焦躁不安的 即将要见到自己喜欢的明星 为何还要焦躁不安 而且她的面相 沈桑的眉心威 威错了错 于一也下了车 走到金小贤身边 表妹 走 赶紧回去了 金小贤看到于一 有点吓到了 眼睛都瞪大了 表 表姐 你 你们还没走啊 早知道她就在厕所里 给表姐打的电话好了 要是知道他们没走 自己就躲在厕所里等等 于一道 你还没出来 我们走什么 桑桑人很好的 你过去就知道了 我带你去见见桑桑 她说着 已经牵起了金小贤的手 金小贤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 跟表姐走了过去 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 沈桑就算会算命 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 什么事情都知道 那是神仙了 沈桑不是神仙 于一很快带着金小贤上了车 沈桑已经坐在副驾驶上 她只能坐在后排 上了车 于一正式给两人介绍 桑桑 这是我表妹 叫金小贤 我跟表妹从小一块长大 跟亲姐妹差不多 她很喜欢的 又对表妹道 小贤 这是桑桑 你之前说很喜欢的桑桑 金小贤坐在后排 硬着头皮 跟沈桑打招呼 桑桑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沈桑也回头 朝着金小贤笑了笑 你好 金夫人 见她竟然喊自己表妹 叫做夫人 于一愣了愣 她跟桑桑好歹已经熟悉 也知道桑桑性格 桑桑喊小贤做夫人 这是没看上小贤 难道是桑桑看出 小贤有什么 但她自幼跟表妹一起长大 最是知道自己表妹的性格 很温顺 也很善良 从小看到流浪的动物都会哭 很是心软 现在自己开的美容院挺赚钱 每年都还会捐款给一些贫苦山区 于一心里七上八下 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桑桑桑为什么第一眼见到表妹是不喜的 但现在她也不好多问 只能转移了话题 朝着自己表妹笑说道 表妹 表妹夫带着小童跟小脸回去他们爷爷奶奶那边了 反正你也一个人在家 这几天就住在我们家吧 我妈也一直念叨着你 表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于一的母亲对自己妹妹这个女儿也很挂念 小童跟小脸就是表妹的两个孩子 大儿子今年才十五妹妹小脸今年十岁 现在放暑假 被表妹夫带去自己父母那边玩了 说起表妹 她性格虽软 但是找的丈夫还不错 陪着表妹住在娘家这边 也在这边买房安居 表妹夫家也不算远 在一个省 不过开车走高速也要三个小时才能到 见沈桑并没有再跟自己说话 金小贤也松了口气 听见表姐跟自己说话 她支支吾吾 表姐 还是算了吧 桑桑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好好陪陪桑桑 我们店里还有事 一会儿就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 于一道 你们店不是有人照看着 小贤 你就跟我回去吃饭吧 表妹前几年开了的美容店 生意还挺不错 表妹也有些真本事 自己研发了一些配方 对皮肤很好 所以来美容护肤的人挺多 表妹的那家 美容店现在已经很稳定 员工经理都有 平月她完全不用操心什么 就是每隔半个月查查账什么的 金小贤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怕再说什么就要被自己表姐怀疑了 她只能强忍着心中的巨疑 想着或许沈桑也看不出什么 但心中还是担忧 毕竟她知道沈桑 看过她在以前在节目上 帮着一个很凄惨的小姑娘 找回豪门的亲生父母 还有前些日子在传承那个节目上 帮着上面的一个老奶奶 找回被拐了多年的女儿 不怪她害怕 她做过对不起表姐的事情 其实她已经知道错了 但是错误已经犯下了 她没有办法 所以她很怕沈桑会看得出来 只是表姐已经一再邀请 她要是再拒绝 也怕表姐猜测到什么 金小贤只能笑着点点头 好 表姐不嫌弃 我就好 余意无奈 我怎么会嫌弃你 她当然不会嫌弃表妹 表妹跟母亲 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近的人了 沈桑一路无言 不过她偶尔会扫过车内后视镜 看看金小贤面上的表情 从金小贤面向上来看 她幼年丧母 性情比较胆小温和 自幼家庭和睦 夫妻感情不错 子女孕也不错 只是这些到了晚年 直转而下 她面向上显示 晚期凄凉 会得绝症 子女似乎在她晚年时 也有折损的迹象 也就是她的子女 在她晚年时 似乎也都有绝症 而且她面上有阴私 也就是做过很不好的事情 没有伤及性命 但也特别缺德 一路上 沈桑都没有在说什么 她只是不断的翻看手机 余毅还以为 沈桑有其他工作在忙 就不打扰 但实际上 沈桑是在搜索 关于余毅表妹的事情 倒是给她找到些什么 余毅姐的这个表妹 叫金小贤 在镇子上 开了一家金贤美容店 里面的项目 跟一般美容院的项目差不多 除了基本的皮肤保养 精油按摩 都是比较大众的项目 但是她店里好评如潮 因为店里的项目效果很好 特别是 一项美白项目 非常火爆 效果非常好 用的是一款中药材 研磨成分的美白粉 配合着面膜使用 能够美白 应该是美白效果不错 不然也不会如此火爆 沈桑又找了找 并没有找出那种美白粉的具体配方 是什么 想来也是 能让一个美容店如此火爆的配方 肯定也不可能会外赚 只是金小贤自幼不懂中医 不懂中药材 又是哪里弄来的这种中药 研磨成分的美白配方 结合金小贤 看到她的心虚 以为自己会算命 就能看穿她做的事情的 那种心虚 沈桑心中有一个答案 已经呼之欲出 但她现在并没有说什么 沈桑关掉手机 于逸也已经带着她到了地方 于逸跟母亲住在镇子上一个自建房 不过修气得非常漂亮 二层的小别墅 前院跟后院都很大 前院后院都种满了花花草草 于逸把车开到院子里 见到自己的母亲在院子里晒太阳 这会儿虽然是八月份 但是这边的天气刚刚好 并不会感觉到炎热 见到沈桑 吴老太太也不晒太阳了 忙从躺椅上起来 笑眯眯的去迎接沈桑 桑桑 你来了 快过来坐 她可还是记得 当初桑桑是怎么毛遂自建 去她那里 说要给她做一顿饭 希望那一周 可以聘请她照顾自己 吴老太太那会儿 性子可差劲了 最后 人家桑桑 还看出她生了病 这才发现得早 救了自己一命 后来还帮她把多年的腿 挤给治好了 沈桑笑道 吴奶奶 你好 吴奶奶笑眯眯的 好好 桑桑中午想吃什么 一会儿 奶奶给你露一手 第三百九十六章 配方有问题 吴奶奶很热情 左手牵着沈桑 右手拉着金小贤 还有小贤 你想吃些什么 一会儿大姨给你做 等小童小脸回来后 把他们也叫过来 我做好吃的他们 也有好些日子 没见到小童小脸了 大姨想他们 哦 谢谢大姨 金小贤 还是有点心不在焉 但是这一路 沈桑好像都没说什么 她似乎也放心了些 吴奶奶跟沈桑聊了好一会儿 才去厨房准备吃的 于一平时请了保姆 照顾母亲 保姆手艺也很不错 今天是沈桑跟金小贤都来了 老太太就想露一手 有保姆在厨房帮忙打下手 老太太就自己来炒菜 她也不让女儿跟外甥女帮忙 让他们在院子里陪着沈桑 沈桑坐在院子里 远处就是 那在云雾之中的山 的确是山清水秀好风景 气候也好 很舒服 沈桑都很心动 以后可以在这边买房 陪着爸爸妈妈养老 她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过上养老生活 沈桑半垂下眼瞼 她好像崩了许多许多年 于一正在跟金小贤说话 过了会儿问沈桑 桑桑中午要不要小酌几杯 有锅酒 我们喝点锅酒 沈桑笑咪咪地 好 于一又跟她聊起别的来 聊起这次的剧本 聊了会儿 不知怎么聊到 自家表妹的美容院里 于一说 桑桑 我们这里除了山清水秀 小吃也很不错 女儿我带你去吃小吃 吃完再去我表妹的美容院 按摩放松一下 她美容店的美白项目还不错 她这也只是 想带桑桑出去玩 吃点东西 四处逛逛 体验下美容店 至于表妹美容院 那个美白配方 也就是让桑桑体验下 因为她知道 桑桑网店的生机高 可比表妹的美白配方好多了 她的护肤品 现在都换成了生机高 以前她皮肤没出问题时 也去表妹的店里体验过 那个美白的项目 效果真的很好 都是中药材配方 主要就是这个配方的功效 敬念后 用纯净水把这些中药研磨的粉末 搅成糊状 敷在脸上 最后贴上一张保湿面膜 过个二十分钟后 把面膜撕下 脸上的中药粉洗净 整个皮肤水润润 白了很多 坚持来护肤后 皮肤的确能白许多 她以前有空就会去的 后来没多久 她身上就开始长错疮 从脸上开始 那时候真的以为就是搓疮 直到长满全身 连头发上都是 头发都有些脱落 也去表妹的美容店 再次用那种美白项目 但是却没了效果 反而对皮肤越发不好 后来就是开始各种求医之路 因为那时候 皮肤刚开始长搓疮 她去不少医院看过 后来 才想去表妹的美容店试试 因此 表妹也才知道 她得怪病的事情 后来她还要求表妹 不要把她得怪病的事情说出去 表妹也很信守承诺 一直没跟其他人说过 连自己诊边人都没有说过 再就是怎么也治不好 她吸引六年 直到遇见了沈桑 桑桑给她配了中药 还给了她生机膏 那个生机膏的效果 实在太好了 皮肤状态 都能年轻个十岁 所以 即便怪病治好后 她也没怎么再去过 表妹的美容院 一直都是用桑桑配的生机膏 沈桑听到余奕说的 便点头 好呀 明天就去金夫人的美容院瞧瞧 金小贤心中忐忑 不敢表现出来 只善善笑道 好 当然是欢迎桑桑去 到时候不收你们的钱 余奕也没有跟表妹争这个钱 因为 她给表妹的 也非常多 很快 吴老太太就做好了午饭 吃饭的也就五个人 除了桑桑 余奕 金小贤 还有吴奶奶跟她的保姆 吃过午饭 吴老太太也有些年龄 中午要睡午觉 余奕就自个带着沈桑出去逛逛 还把金小贤也喊着一起 金小贤跟沈桑相处这几个小时 见她除了对自己冷淡点 别的好像也没什么 心中不由放心许多 想着 或许是自己 把沈桑想得太厉害 她其实并没有那种看一眼 就能把人看穿的本事 她不会知道自己的秘密的 而且 她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对表姐的了 金小贤或许是知道 自己想多了 知道沈桑不会看穿她的秘密后 就自在了许多 下午陪着沈桑逛了许久 去的附近的景点 晚上又是在家中吃的 金小贤也在余奕家中吃的晚饭 吃完晚饭 她才开车回家 余奕还跟金小贤约好 明天继续陪桑桑 金小贤也都说好 第二天 两姐妹又陪着沈桑去坐了牧船 晃晃悠悠去看两边的山川景色 这次中午就在外面吃的 吃过午饭 三人过去金小贤的美容店休息按摩 金小贤的美容店还是很大的 在这边县城最高楼的顶楼 有好几百个平方 当然 一开始她的美容店很小 只有三间房而已 后来越做越大 名气越来越大 就租了更好的地方 在这个县城里面 也是属于名声响当当 而且 她是余意表妹 县城里很多人都知晓 都会给她几分面子 加上她的美白项目 名气越来越大 生意也很稳当 金小贤是老板 让经理给三人安排了一个大房间 里面三个床 还有洗手间小厨房 配套的沙发冰箱 小吃水果茶水 也都是免费 进到房间里 三人休息了会儿 这才安排了项目 最后体验美容店里最火的美白项目 等到把中药粉调好均匀的涂抹在脸上 沈桑躺在那里 仔细嗅着里面所含的中药成分 里面有白纸 白丁香 白竹 当归 白勺 人参 茯苓 还有其他 另外好几种中药材 加中药粉 这些配方 的确也算是中药美白配方 但效果就跟敷面膜差不多 天天敷 的确能白一些 但不可能很夸张的效果 因为就是很普通的中药美白面膜的配方 网上都能搜索到的那种 它的升级高所用的中药材配方 比这个美白中药配方复杂多了 也是独门配方 还是加了灵液 所以效果采集好 他在网上搜出来的 都说这个美容店的美白配方效果非常好 皮肤细腻白了很多 一开始做好皮肤 可以连续去个十天半月 十天半月后 每周去两次就能稳固效果 只是普通的美白配方 并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 沈桑在这些中药美白配方里 还闻见一种从来没有闻到过的味道 并不是任何一种中药材 也不是其他可以美白的一些矿物石的味道 不过也像是一种矿物石的味道 但并不是从王炉那里获得的那种全黑的矿物石的味道 那种矿物石 它闻不出任何味道来 倒是既无稀能嗅出那种矿物石的味道 只是它也无法形容出味道 只说是自己非常厌恶的一种味道 它嗅不出那种能量的味道 但是能感觉到那种能量 可能是因为灵液天生克制这种能量 所以它能感觉到 这个面膜里并没有那种能量 是的 它怀疑金小贤身上也有一个寻宝者 而且怀疑 就是金小贤从寻宝者那里兑换了什么东西 给余意下的毒 让他皮肤成了那样 也怀疑 这个美白配方 其实当中最关键的一样东西 也是从寻宝者那里兑换的 本来以为会是那种黑色矿物石 但显然不是 是另外一种东西 想来那个寻宝者那里 可以兑换到不少东西 兑换到不少不是蓝星上的东西 而且 他从金小贤面箱上看 他晚年凄凉 会得绝症 甚至他的儿女 他的丈夫也是如此 一家子在一二十年后 都会得绝症 但太过巧合 除非他们长期接触同一种东西 才导致这种传染性的生病 等到二十分钟过去 三人接掉脸上的面膜 美容师过来 帮他们洗去脸上残余的粉 然后取了镜子过来 轻声跟沈桑说 沈小姐 您瞧瞧看效果 显然 这个美容师也认识沈桑 沈桑看了眼 的确挺白净 但是他皮肤本来就跟嫩豆腐似的 一点瑕疵都没有 倒也看不出什么 余逸看起来也不明显 他一直在用自己配的生机膏 肌肤状态都是最好的 用了这东西 也没什么用 金小贤的就很明显 他现在都是每周使用两次 这种美白面膜 现在脸上比刚才还要更加白一些 金小贤照着镜子 摸了摸脸颊 惊叹道 这个美白配方的效果真好 余逸笑道 表妹能得人赠这个配方 也是因为你心善 他也很高兴 表妹能有此机缘 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余逸还跟沈桑说了说 表妹是如何得到这个配方的 是金小贤告诉他 自己帮了一位老人家 那位老人家 把配方赠送给他的 沈桑听懂了 金小贤这是告诉自己表姐 自己得来的这个配方 是帮了一位老奶奶 人家赠送给他的 沈桑并没有在此刻 拆穿金小贤 因为这个配方是很简单的配方 网上都很常见 不常见的是 里面那种 他也未曾见过的东西 敷完面膜后 几个美容师 开始帮三人按摩 沈桑也乘机看了看三人的面相 其中一位年龄有 三十来岁美容师的面相 也显示 他晚年会得绝症 其他两位年轻些的 倒是没有 等到按摩完 离开房间 来到大厅 沈桑快速扫了一眼 美容院里能看见的面孔 那位女经理 面相上也显示 晚年会得绝症 还有其他好几位 也是如此 也有几位并没有此面相 沈桑心中了然 恐怕是长期待在美容院 一直工作下去的这些员工 就会生重病 而其他一些 应该并不会一直在美容院工作 可能后续会因为各种情况离职 所以并不会很多年后生重病 因此待在美容院久了 以后身体都会出问题 沈桑突然转头跟金小贤说 金夫人 不知那美白粉 我能不能买一些回去 金小贤有些为难 桑桑 不好意思 这个美白粉 一律不对外售卖的 就连表姐都不行 这也是美容店的规矩 我自己都不能带出去 她心中一紧 沈桑不会看出什么来了吧 又觉得不可能 这种奇遇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沈桑不可能猜测到 更加不可能知道 这个美白配方 李家了什么 于逸对着沈桑点点头 对 桑桑 表妹家的这个美白粉 的确是不对外售卖 只有店里可以点这个项目 同时 她心里也有点好奇 按理说 桑桑的生机高效果 可是比这个美白配方好多了 桑桑怎么还想要表妹家这个美白粉 沈桑自然是想要一些美白粉 回去研究下 那里面到底掺杂了什么东西 不过金小贤不愿意 让这种美白粉暴露出来 可见的确是见不得光 她猜的 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沈桑没有多言 于一看着时间不早了 说道 桑桑 表妹 我们回去吃饭吧 我妈晚上又准备了一桌子菜 今天吃完晚饭 明天我跟桑桑也要进剧组了 因为这部戏有些特殊 需要跟大型猛兽 和许多动物接触 她在剧里的戏份虽不多 但需要提前跟这些动物多接触接触 要熟悉一下 不然怕拍戏时候太紧张不自然 所以就跟沈桑一起早点进剧组了 听到沈桑跟表姐明天就要离开 金小贤终于松了口气 三人回到家里 已经是下午四点 又在院子里悠闲地坐了一个多小时 就开饭了 今天保姆有事 就没在家里吃 做完饭就离开了 家中只有四人吃饭 吃完饭 金小贤彻底松了口气 一会儿她就能离开了 她正想跟表姐大姨跟沈桑打个招呼 说要回家 沈桑却忽然望向了她 金夫人 我劝你的美容院 最好还是不要再用那个美白配方了 金小贤愣住 连于义跟吴老太太也呆住了 不明白沈桑这些是什么意思 金小贤结结巴巴说 桑桑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 我这美白配方怎么了 我 我没有欺骗顾客 要价也不贵 效果也是有的 不然也不会有如此多的顾客 沈桑道 金夫人 你这个配方有问题 这个配方 你是不是除了自己使用 你的子女 你的丈夫也都在使用 第三百九十七章 承认 金小贤娜娜道 这个美白方子效果很好 他们也经常去美容院洗脸按摩 自然也会做这个项目 就连才十岁的女儿 她也觉得 女孩子就是爱漂亮 要从小知道美 从小知道 怎么搭配衣服 怎么爱护自己 护理皮肤 所以她很支持自己的女儿 飘飘亮亮 不要像自己小时候 日子过得不好 只能看着别人漂亮 所以 每周两次的皮肤护理 全家人都会去做 沈桑望着金小贤 那就没错了 我从你的面相上来看 你晚年会得很严重的疾病 从你面相上也能看出 你的子女跟你的配偶 差不多时间段也会得急 跟你的急差不多 都是恶性疾病 金小贤脸色刷一下白了 她盯着沈桑 有些不敢相信她的话 又有些害怕 她说的是真的 那她见到自己第一面时候 为什么不说 还说她 能从自己面相上 看出自己对表姐做了什么吗 难道看出来了 没有告诉表姐 不 不可能 沈桑的性格 有点嫉恶如仇 真要看出 她对表姐做了什么 一定会告诉表姐 所以 她现在说的话 只是哄骗自己吧 只是刚才 她不愿意把美白粉 卖给沈桑 她吓唬自己的 金小贤心乱如麻 旁边的余逸 跟吴老太太 一听二人之间的对话 脸色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他们自然知道 沈桑的医术有多厉害 光是看人脸色 就能诊断出疾病 而且 桑桑会项面树 她说 小贤晚年会得恶疾 那就一定是 说小贤的两个子女 跟她老公也是如此 那也绝对不会错 余逸说 桑桑 你肯定吗 沈桑点点头 余逸严肃的问金小贤 表妹 你那个配方里面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不然光是中药粉 怎么可能会让身体出现问题 难怪桑桑刚才在美容院 说想问小贤个 购买一点美白粉 肯定是知道 里面的配方有问题 不然 桑桑有升级高 怎么可能需要美白粉 金小贤死死的掐着掌心 脸色有点白 只有她自己知道 自己这个美白粉里面的配方 加了什么 那个东西 她都不知道是什么 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反正不是中药材 有点像一种矿石 可是也查不出是什么矿石 而且 那东西的来历 本来就不能被公开 所以 她才从不对外销售美白粉 就是怕人发现 美白粉里面的秘密 怕自己被人当成妖怪 难道是沈桑知道些什么 金小贤试探到 桑桑 会不会是你弄错了 就算你觉得 我们一家会得恶极 那你为什么 肯定是美白配方 我们美容院有不少配方 会不会是别的配方让我们生病 而且都是一些美容的东西 我都送去检测过 都是合格的 不可能让身体出问题的 她的确送去检测过 开店并不容易 特别是美容店 里面的产品肯定都会经过检测 那个美白粉的配方 她一开始也有点忐忑 但送去检测后并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她才安心下来 送去美容店 还自己经常使用 让家人跟着一起用 是啊 检测都没有问题 所以她不相信沈桑 肯定就是脑塌 没有把美白粉卖给她而已 沈桑道 不管金夫人你相信不相信 我就是觉得 那个美白粉有问题 算是一种知觉 我懂中医 懂所有中药材 能嗅出他们的味道 但是刚才在美容店时 我能嗅到里面有一样东西 并不是中药 直觉这东西对人体有危险 而且我观察过你店里的员工 有不少人的面向上显示 他们晚上都会得恶解 她当然不可能告诉金小贤 自己知道寻宝者 自己猜测出 她的那个美白粉里的配方 有从寻宝者那里兑换来的东西 吴老太太 已经开始劝自己的外甥女 小贤啊 你还是相信桑桑吧 仔细检查下 那个配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桑桑不会害你的 你这个美白粉的配方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 要不这个项目干脆停了算了 经常使用对你自己不好 对其他人也不好啊 镇上很多有钱人 都会去外甥女的美容店 做那个美白项目 这真要是有问题 那不是害人性命吗 于一也劝 表妹 我觉得 你应该相信桑桑的话 你的美容院 现在已经很成熟 去掉这个配方生意 或许有点影响 但生意总归能做下去 而且我会帮你 我们可以再 做些别的生意 我帮你代言 她身为影后 要是帮表妹代言 带来的影响力也很大 能够弥补 撤掉美白粉的带来的损失 她更希望表妹一家子 健健康康 而且 要是美白粉有问题 会害很多人 金小贤摇摇唇 她开始有点生气 生气表姐跟大姨 宁愿相信沈桑 都不相信她 大姨 表姐 为什么你们信她的话 不信我的话 美白粉的配方 我早送去检测机构检测过 都是中药材配方 没有添加别的乱七八糟的 不然也不能合格 而且表姐 你应该知道 我的美容院 为什么能活起来 就是靠着这个中药美白配方 如果没有了这个美白粉 别人凭什么来我的美容院 你说愿意代言让我做别的生意 我这八九年 除了干美容院 别的也不会 生意并不好做的 以前也不是没有做过其他生意 都亏损了 她不想再过以前的生活 也不想继续被表姐接济 虽然表姐以前 对她真的很好 不仅给她买了房子 金钱方面 也从来没亏待过她 转账首饰什么的都不收 但她并不喜欢这种感觉 虽然去了美白粉配方 美容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但生意肯定会大幅度减少 她会少赚很多钱 这个美白粉的利润 真的很大很大 云逸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醋着眉 一时半会儿 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表妹 吴老太太 还是忍不住劝说 小仙 你听话 你表姐也说了 你可以做其他生意 她愿意为你代言 你赚的不会比现在少 大姨 为什么你们这么轻而易举的 相信一个外人的话 不愿意相信我的 金小贤心中特别失望 吴老太太叹口气 可桑桑不是外人 桑桑也从来不会骗人 所以他们才担心小贤 担心以后 美容院出大问题 金小贤看着大姨跟表姐 心中对他们失望极了 她起身 算了 我同你们也不想说什么 美容院是我自己的 我有权决定里面的所有配方 我的配方也没有任何问题 美容院也不会停掉美白粉 说完 她转身就想走 沈桑却忽然说 金夫人 你表姐带你 应当是掏心掏肺 可是对你表姐做了什么事情 静小贤的脚步猛的顿住 于亦望着沈桑 一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又或者 她已经意识到 桑桑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脸色一点点褪去血色 变得苍白 于亦放在桌面上的手 慢慢攥成拳 金小贤连头都不敢回了 她慌乱地说 沈小姐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现在 想要回家了 我觉得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先是想要弄垮我的美容院 现在又说出这样的话 想来挑补我跟我表姐的关系 我并没有对我表姐 做过什么事情 说完 她立刻朝外走去 金小贤 你站住 于亦呵斥了声 金小贤的脚步 就停在了那里 她回头 眼眶已经通红 表姐 为什么你要相信她的话 从昨天接到她开始 我就觉得 她对我很冷淡 她根本不喜欢我 说着 她红着眼盯着沈桑 沈桑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来我表姐家想干什么 沈桑诞声说 我并没有想做什么 只是昨天来 就从你面向上 看出一点东西 她没有说 是从她面向上看出 她对自己的表姐下毒 因为只是猜测出来 昨天发现 她见到自己很慌乱 下意识避开她 又搜到她的美容院的 美白配方 下意识绝对不太对劲 今天去她美容院体验一番 才肯定 她身上的确有个寻宝者 既然有寻宝者 于一当初的事情 猜测就是身上 有寻宝者的 对她下的毒 所以 只能是金小贤 不过现在也只是炸她而已 金小贤浑身颤抖 大声辩解 我没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吴老太太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意 桑桑 你们在说什么 小 小贤 对小意做了什么 于一没有说话 沈桑也没有说话 吴老太太皱眉 小贤 你对小意做了什么 不用说 她是又相信了桑桑的话 金小贤终于承受不住这种精神压力 对着吴老太太哭了起来 大姨 我什么都没对表姐做 我真的没有做什么 她污蔑我 她就是想要挑拨我跟表姐的关系 吴老太太皱眉 她觉得不对劲 小贤这个反应太过了 但她到底对女儿做了什么 沈桑突然说 金夫人 你应该知道 我把白剑民送进去的消息 她伤害了我的母亲 偷窃了沈家的古董盘子 即便证据摆在眼前也不承认 但那些证据不足以让她被判刑 可你知道 最后她为什么全部认罪了吗 这件事情 金小贤也知道 当初网上的热度很高 特别是沈桑说说到古董盘子时 她的表情就更加惊慌 甚至带着点惊恐了 古董 她身上的秘密 就是同这些有关 她绝对不能把这个秘密暴露出去的 她想到那时候的网上 关于这件事情 都说是沈桑对白剑民下了咒 下了真言咒 所以白剑民才会承认 自己犯下的罪行 最后才被审判 沈桑这话的意思 不就是她 要是不说实话 就会对她下真言咒吗 如果对她下了真言咒 她岂不是什么 都会说出来 把自己最深的秘密也说出来 这些年 她赚的积分 也只够兑换美白粉里面 那个最关键的配方 根本无法兑换别的 来抵挡这个真言咒 金小贤绝望地看着沈桑 她为什么要逼迫自己啊 自己已经知道错了 知道对不起表姐 甚至表姐好了以后 她再也没有那种坏想法了 她当时真的只是一时冲动 她早后悔了呀 余意也不说话 只是她有点颤抖 她知道桑桑是什么意思 是说对她下毒的人 是表妹 当时桑桑就猜测 她要么是在什么未知的地方 沾染上未知的毒 要么就是有人给她下毒 如果是有人给她下毒 应该也是认识她的人 对她产生极度新的人 她与表妹从小一起长大 她从来没有想过 表妹会对她产生极度 会来害她 甚至以前没怀疑过表妹 也是因为表妹性格纯善 从小就很爱护小动物 看见小动物受伤都会哭 很容易共情一些悲惨的人和事 而且初一时候 有一次放学 她被学校的人堵在巷子里霸凌 是表妹发现了 跟踪上来 表妹看着她在巷子里被人欺负 表妹那么胆小的一个人 还是捡了一块砖头冲了上来 事后表妹抱着她 哇哇大哭 从那时候 她就发誓 她会永远对表妹好 所以长大后 她开始演戏 成了名 也没有忘记表妹 给买房买车赚钱买首饰 还资助表妹做生意 只是一开始 表妹做的其他生意 都是亏损 知道资助表妹开了美容院 表妹得了那个配方 生意开始火爆起来 表妹也越来越有钱 还会送礼物给她了 她以为 她跟表妹是最亲近的 可是没想到 这一刻 桑桑却告诉了她 这样一个残忍的事实 客厅里很沉默 最后还是沈桑抬了下手 金小贤吓了一跳 以为她 要对自己下咒 她绝对不能让自己 那个秘密暴露出来的 金小贤猛地冲到鱼翼身边 扑通一声 对着自己的表姐跪了下来 哭道 表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是我不好 我不该对你下东西 让你的皮肤烂成那样 我真的只是一时想岔了 后来 看到你如此痛苦 我也很难受 我不敢面对你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希望你可以找医院 治好你的皮肤 后来你的皮肤终于治好了 我真的很高兴 表姐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打我骂我吧 第398章 你这个畜生玩意 金小贤这番话说完 吴老太太一脸的不可置信 她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 女儿的皮肤烂成那样 竟不是得了怪病 而是小贤给女儿下了药 可是小贤跟女儿的感情 明明很好 就连她也是把小贤 当作亲生女儿来看待 她为什么要这么害女儿啊 云翼没有说话 她的表情有点茫然 也有点冷 果然 桑桑那话的意思 就是表妹对她下了药 她只是想不通 明明那么心软的表妹 跟自己一起长大 感情那么好的表妹 为什么要对自己下药 金小贤哭得不行 她又抬手啪啪 给了自己两巴掌 表姐 大姨 我真的知错了 你们打我吧 只要你们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只要你们肯原谅我 她真的知道错了 吴老太太气的 都有点哆嗦了 小贤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表姐对你不好吗 你们小时候 明明那么要好 你怎么能干出 这种出生不如的事情 我们家到底哪一点 亏待你了 你表姐给你买房买车 出钱让你做生意 你母亲死后 我也把你当做 亲生女儿疼爱 你 你去 她实在说不出 剩余那些话 她想到 女儿那六年是怎么过的 躲在家里 就跟鹰沟里的老鼠一样 什么人都不敢见 即便在家里 都要全副伪装 害怕被人撞见她的模样 有好几次 她夜里起来 都听见女儿在房间里哭泣的声音 她都要心疼死了 本来以为是怪病 却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故意下毒害的 她如何不通心啊 于亿也诞生问 金小贤 为何 为何对她下毒 金小贤跪在地上哭着说 表姐 大姨 我真的是一时想岔了 你们对我很好 是我自己心里出现问题 是我猪狗不如 其实小时候 我就很嫉妒表姐 因为大姨你是大厨子 家里条件好 表姐什么都不缺 小时候不管是穿戴还是吃喝 都比同龄人要好 我小时候就很羡慕表姐 长大后 我也知道 表姐对我很好 给我房给我车 还给我做生意 可我却产生了极度心理 我想着 凭什么不能是我自己赚这么多钱 我的心里越来越纠结 是我着了魔 是我觉得 表姐样样都比我出彩 这才生出了这种龌龊的心思 于一旦生到 你给我下药时 你的美容院已经开了起来吧 那时候 也开始慢慢赚钱了 为何还要下毒害我 说白了 金小贤的确心软 可也的确对她有极度心理 小时候或许不懂这种心理 但是金小贤越来越大 这种心理再也压制不住 即便那时候 她的美容院已经开始赚钱 她还是极度余异 所以才会下毒 金小贤哭道 表姐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很后悔的 我没想过那东西会让你毁容 我当时只是想让你尝一些痘痘 根本没想到那东西如此厉害 会让你全身皮肤溃烂成那样 我想了许多办法 想要治疗你 可是当初那个老太太丢粉末 只是说 对皮肤不好 并没有说别的 也没有 给我治疗的方子 后来我也找不到那个老太太 她当初就说 谁欺负我 把这个粉末 吓到吃喝里面吃进去 就能让此人皮肤生疮 就能给人一点小教训 我不知道那个粉末会如此多 沈桑坐在旁边 表情一直很冷漠 金小贤还在说谎 这个东西 是金小贤跟寻宝者兑换的 就跟美容院的美白配方里的那个东西一样 都是跟寻宝者兑换 根本不是什么 她帮了个老太太 老太太给她的 寻宝者既然有这东西 那肯定也有解读的东西 同样可以兑换出来 金小贤要是真知道后悔 真的想要弥补 早就从寻宝者那里 兑换了解要给于逸 而不是眼睁睁看着于逸痛苦了六年 说白了 她就是想要看于逸如此痛苦的 金小贤还在哭着 吴老太太跟于逸都不说话了 两人似乎也觉得 她或许是真的知道错了 毕竟于逸好了后 她的确没有再动手 或许当初是真的没有解药 沈桑却说 金夫人 你当真没有解药吗 当真知道错了吗 看到自己表姐痛苦了六年 你是真心悔过吗 金小贤死死地咬着嘴唇 她痛恨死沈桑了 为什么要逼迫自己 她都已经跪下跟表姐道歉了 以后也不会伤害表姐了 沈桑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非要自己说实话 说她就算有点后悔 但也只是一点 从来没想过 帮表姐治好她的皮肤 于逸跟吴老太太 也看向沈桑 二人表情都很冷 所以 桑桑这话的意思 事情 要是不被揭露出来 小贤根本不知道后悔 现在道歉 也只是迫于无奈对吧 沈桑抬手 金小贤吓坏了 以为她又要对自己下真言咒 到时候万一把自己那个最大的秘密说出口 就完了 表姐 我错了 我错了 其实我有解药 但就是想让你痛苦 我就是畜生不如 我猪狗不如 呜呜呜呜 她那时候的确有点后悔 可更多的 却是有点畅快 可是想着 表姐从小什么都有 自己的什么东西 都是表姐施舍给自己的 表姐永远都高高在上 她想着 再久一点 让表姐再痛苦一些 就这样 一年又一年 六年时间过去 她看着表姐 痛苦了六年 于义气的脸的都红了 吴老太太更加不用说 扯过旁边的碗 就砸在了金小贤的头上 你这个畜生玩意 我们家对你如此好 你竟然还给小一下毒 还 还从不知悔改 明明有解药 她还看着自己的表姐 痛苦了六年 这到底是个 什么畜生 要不桑桑 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不知道小易的皮肤病是下毒 不知道小贤竟是这样的心理 而且做错了事 还不知悔改 还想看着小易 痛苦那么久 滚 于义再也忍不住了 金小贤哭着起身 想要离开 身子一软 倒在地上 又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踉跄着跑了出去 等她跑掉 吴老太太的气还没消 身体还有点颤抖 小易真是没想到 你表妹 她竟然是这样的人 于义望着门口 目光有些茫然 谁知道 那么痛苦的六年 会是她最在乎的人所为 于义叹了口气 回头跟沈桑说 桑桑 谢谢你 她以为是桑桑 从金小贤的面向上 看出她对自己做的事情来 毕竟桑桑会项面之术 她以后都不可能再喊 金小贤做表妹了 以后就当没了这门亲戚 沈桑道 于义姐 你表妹是不是从你这里 要走过不少古董 或者一些老物件的翡翠玉石 不少古董跟老物件的翡翠玉石 都带着灵气 寻宝者寻的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金小贤也寻这种东西 那么就百分百肯定 她身上有寻宝者了 于义点头 对 我以前虽然对她很好 不过她从来不会主动抄我要什么东西 还是大概七八年前 她开口问我 要了一样古董 还有两样翡翠首饰 几样都是我花大价钱弄来的真东西 她竟然想要 那时候我就给了她 沈桑知道没冤枉金小贤 她身上的确有寻宝者 那个美白粉配方就是有问题 给余翼下的毒 也是跟寻宝者兑换的 沈桑点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寻宝者这种事情 她不可能告诉给余翼 她一开始 就是想拿针严皱 吓唬金小贤而已 金小贤为了保住寻宝者的秘密 才什么都承认了 她也没打算让金小贤身上 有寻宝者的事情暴露出来 现在她就知道已经三个人身上有寻宝者 当初在新生典礼上 还有军训的地方用阵法夺大家生命力的人 身上说不定也有个寻宝者 而且身上的寻宝者还是比较特殊的那种 发生这种事情 余翼跟吴老太太说不伤心是假的 不过余翼还是比较想得开 事情已经解决了 她的皮肤也被桑桑治好了 也认清了金小贤的真面容 以后不同她来往就行了 不过她又听见桑桑突然说 余翼姐 金夫人美容院那个美白粉的配方里 有伤害身体的东西 我觉得你最好是能跟她沟通 让她把这个项目去掉 或者把配方里的东西换掉 具体我也不清楚 到底是配方里的哪一样对身体有害 所以这个项目还是换掉比较好 换成别的比较温和的配方 余翼点点头 好我会同她沟通的 不沟通肯定不行 金小贤这个美白粉既然有问题 如果放任不管 那以后到底会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她简直不敢想 不管如何 她都必须让金小贤 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 次日一早 沈桑订了下午的机票 打算下午就飞过去剧组 至于余翼跟吴老太太 怎么处理他们跟金小贤的事情 就不是她能插手的了 另外 也还是很希望余翼姐 能够劝动金小贤 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 她也会注意着美容院那边的动静 如果余翼姐劝不动 她会再想别的办法 总不能让寻宝者 利用人类来害人类 余翼因为这件事情 有些担心母亲思虑过重 加上要跟金小贤沟通配方的事情 所以打算晚几天再去剧组 吃过午饭 余翼开车送桑桑 去了市区的机场 二人告别后 沈桑登基飞往剧组 余翼则给金小贤打了的电话过去 问他 你在哪里 金小贤本来唯米不振 接到余翼的电话 还以为是他原谅了自己 表姐你原谅我了吗 金小贤的声音有点激动 余翼道 不是 我有些事情要和你商量 你在哪里 金小贤犹豫了下 还是把自己的地址给了余翼 她就在美容院 除了家里跟表姐家 或者美容院 她其实很少自己去别的地方 想到自己跟表姐 还有大姨闹成这样 想到小时候 跟表姐的感情 金小贤在办公室里 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后悔了 她不应该给表姐下那种东西 那时候她从里面看到 这个会损伤皮肤 但不会伤人性命 她就一时的糊涂 被换了出来下 给了表姐 现在却闹成这样 她真的后悔了 她其实还是爱表姐和大姨 余翼很快到了美容院 见到了金小贤 金小贤面上还有点期待 小声了喊了声表姐 余翼道 先去你办公室说吧 好 金小贤领着余翼过去办公室 去的路上时不时回头看余翼 眉心微微醋着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她一直小心翼翼 似乎觉得这样 表姐就能够原谅她 余翼却不为所动 到了办公室时 金小贤小声说 表姐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表姐真的知道错了 我很后悔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余翼道 昨天桑桑说了 你那个美白粉的配方有问题 你必须停掉美容院的这个项目 不然以后会有很多人 因为这个美白粉身体出问题 连你一家子都会出问题 金小贤 你懂吗 你不能为了赚钱 就罔顾人命 金小贤脸色慢慢变白 她喃喃道 可是停了这个项目 我的美容院 跟别人的美容院 有什么区别 我的美容院能赚钱 也正是因为这个配方 要是停了 美容院的生意就没了 金小贤 余翼立声道 你觉得 是你赚钱更重要 还是那些人命重要 金小贤猛地抬头 表姐你就这么相信沈桑吗 余翼冷笑 我不信她 难道信你 金小贤的脸色 又白了两分 美容院停了 她还怎么赚钱 她这辈子 没什么太大的野心 即便得了那样的恩赐 她想做的 也就是利用那东西 多赚点钱 还让一双女儿 以后不会为钱财发愁 想让一双儿女 不要同她小时候一样 只能眼巴巴 看着别人拥有自己的东西 现在 她终于能够让儿女们 自幼就过上 想要什么 都能满足的生活 她怎么可能舍弃掉 这个配方 而且 那里面的东西兑换起来都很贵 需要很多积分 她的积分有限 第399章 来闹市 是的 金小贤身上 也有一个寻宝者 是十年前 她睡醒后 突然就有了 第一次听到那冰冷冷的声音 她吓了一跳 整个人都很害怕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甚至吓得病了一场 等病好了 慢慢了解了这个东西 她才知道 这东西就跟她告诉自己名字是一样的 寻宝者 既寻宝 也是个宝贝 寻宝 然后可以攒积分 可以兑换东西 能够兑换的东西 也是五花八门 但是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贝 可以给寻宝者 甚至去了许多玉石店 想让寻宝者 自动寻找宝贝 结果一般的玉石翡翠 她都看不上 首饰店几十万的翡翠玉石都不行 后来 还是去表姐家 这个寻宝者 突然在她脑子里出生 附近五米 有一青花瓷花瓶 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附近十米 有一翡翠镯子 和一翡翠簪子 可得到同我交换 金小贤一听 就很心动 她一开始 就想要兑换寻宝者那里的一种矿石 这种矿石看起来有点像石膏 一块块 可研磨成分 功效是美白护肤 就没有其他说明了 这种矿石兑换的积分 也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她一点积分都没有 想要兑换这种便宜矿石都不行 她胆子很小 也没什么大抱负大理想 从来没想过 在这里面兑换别的什么东西 只想兑换那种矿石 她都想好了 要是有了积分 只跟寻宝者兑换这种矿石 然后开个美容院 弄个什么中药美白配方 把这种矿石加进去 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知道 表姐这里有三样寻宝者满意的宝贝 她自然就想跟表姐讨要过来 要知道这半年 寻宝者一样看上的宝贝都没有 表姐家却有三件 她跟表姐一说 表姐也没犹豫 把这三样东西给了她 那时候 她也没什么太大的感激之情 因为表姐一直对她很好 后来她把这三样东西 给了寻宝者 换了很多积分 就跟寻宝者 兑换了不少那些矿石 又跟表姐说 想开美容院 表姐给了钱 资助了 她开了一家美容店 一开始规模很小 但随着美白粉的项目 越来越出名 她的美容店也越开越大 赚得越来越多 即便如此 她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有点嫉妒表姐 可能是因为看着网上 所有人都崇拜表姐 表姐的粉丝 为她发狂 看着表姐出众的演技 看着表姐娇好的容貌 她心里始终是嫉妒的 就想着 让表姐皮肤不那么好也行 让表姐做一下普通人 从寻宝者那里 兑换了一种药粉 加到了表姐的饭菜中 表姐对她不设防 吃下后 慢慢表姐的皮肤开始长痘 然后长疮 越来越严重 遍布全身 开始发烂 头发都掉光了 看着表姐每天躲在家里 她心中是有些开心 她觉得 表姐这辈子演戏 也赚了很多钱 以后不演戏也不缺钱 对她没什么损失 所以 渐渐的 她就不再关注表姐 也从来没想过 自己表姐这六年过的是 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而她的美容院 开得越来越大 她每日都很高兴 可是两年多前 表姐的皮肤突然治好了 她去问表姐 表姐也说 找了一家医院治好了 她心里有点失望 但觉得六年也够了 就没继续给表姐下药 还有另外一点 她担心继续给表姐下药 她会怀疑什么 因为之前表姐一直以为 自己生了古怪的病 现在她才知道 其实表姐的病 就是沈桑治好的吧 现在沈桑 还来破坏了她和表姐的关系 她恨透了沈桑 她更加无法接受 表姐此刻更相信沈桑 让她去停了美容院的美白粉项目 停了美白粉 她的美容院 肯定就不赚钱了 金小贤摇摇头 咬牙说 表姐 美容院的美白项目 我不会停的 停了我的美容院 肯定会倒闭 于逸冷声问 你当真不愿意 金小贤还是摇头 又红着眼望着表姐 似乎想让她可怜自己 但于逸见到她这副样子 心里更怒更气 好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会去起诉你八年多前对我下毒的事情 那六年 我跑了无数医院 有无数诊断的医书 可以证明我的身体出现问题 金小贤一愣 她没想到表姐会对她这样 但即便如此 她也不会同意 何况根本没有证据 金小贤咬牙说 表姐 你起诉我也没什么证据吧 毕竟八年多前的事情了 表姐除了无数的诊断医书 并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是她投毒 对人投毒的确会判刑 但是表姐没有证据 余意冷笑 证据 金小贤 我的客厅有安装监控 昨天晚上 你跪下道歉 承认给我投毒的事情 都已经记录下来 而且 这美白粉的配方 要是不愿意去掉 我有的是人脉和办法 让你的美容院直接关门 你可要试试 这些年 她身为影后 岂会真是任人揉捏的面团 又岂会没有自己的人脉 金小贤要是愿意取消了美白粉 此后她跟金小贤的这件事情 可以一笔勾销 但以后 她是绝不会 再任金小贤做自己的表妹 金小贤一听 脸色都白了 她没想到 余意客厅里 竟然安装了监控 以前明明没有安装的 余意自然没告诉她 是因为她的皮肤好了后 又开始接戏 母亲也治好病回老家养老 她担心母亲 所以在家中客厅安装了监控 还是最先进的监控 非常清晰 声音也很清楚 金小贤半天都不说话 她知道 如果自己还不同意 表姐肯定会起诉自己 不仅如此 还会找人卖关了她的美容院 但她还想试试 她微微抬眸 楚楚可怜 表姐 我真的 不等她说完 余意转身就走 金小贤脸色大变 知道表姐这是不想 同她再多说什么 表姐 我知道错了 我同意 我同意停掉美白项目 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余意听到这里 才转身 回头看着金小贤 那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把我以前资助你的钱 资助你所有的一切 全都还给我 我也不算多了 折成现金 你给我一个亿 她给金小贤的不止这些 光是给她的那个古董 还有两样翡翠首饰 价格都已经大几千万块上亿了 还不算她以前接济过她的那些 一听这些 金小贤有点恼羞成怒了 给出去的东西 怎么能要回来 余意冷笑 我给出去的东西 从来都没有回来过 即便和人闹翻 也不会要回来 但你不一样 你对我投毒 我凭什么还要顾忌着你 现金一亿 或者我去起诉 你自己选一个 三天时间 你要是没有把钱打给我 没有把美容院的美白项目停掉 我就会去起诉你 说完 余意转头就走 看着她毫不留情的背影 金小贤气的大哭 觉得表姐也太不惊人情了 她明明知道 错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她 但她清楚表姐的性格 清楚的知道 自己不照办 等待她的将会是牢狱之灾 可是一亿现金 实在太多了 她的存款 也就一亿多而已 毕竟就一个美容院 没有开连锁店 不然那种矿石供应不上 这些年 这个美容院 也就给她带来这么多利润 其实已经算很多了 余意三天后 等到了金小贤 转给她的五千万 还有一条短信 表姐 对不起 我没有那么多现金 能不能等我缓缓 余意什么都没说 只给金小贤发了个图片 是公安局门口 不到三分钟 另外五千万 也转进了余意的户口 而金小贤的美容院 也出了一则告示 声明美容院的美白粉配方 因为缺少了一样配方 现在已经停产了 以后会再配出 其他美白配方 但需要一段时间 还跟往常一样 来做美容的贵妇们 本来高高兴兴 来美容院做美容 结果洗完脸 突然听见美容师温柔 跟他们说 几位夫人 不好意思 我们美容院的美白项目 已经停产了 你们要体验一下 别的项目吗 什么 你们美容院的 美白项目停产了 那刚才我们进门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 我请来的贵客 就是想体验一下 你们店里的美白项目 现在告诉我停产了 让我们体验别的项目 别的项目 你们美容院有什么出彩的 和其他普通美容院 不是差不多 美容师也只耐着性子解释 夫人 很抱歉 声明我们贴在了门口 可能是你们没看见 那位夫人冷笑一声 真是好笑 你们贴店门口 谁能注意这种玩意 你们美容院 本来就是以这个美白配方文明的 我以前过来 也从来都是只做这个项目 你们应该熟悉我的吧 我可有在你们美容院 体验过别的项目 明知道我是来做美白项目 还敢把我们领进来 妆都卸掉 脸都洗了 是觉得我不会发脾气 还是觉得 我应该会凑合一下 美容师满脸的尴尬 他们也没有办法 他们就是员工 是老板开会 让他们这么做的 说先稳住客员 介绍给客人们其他的项目 见美容师不说话 这位夫人 先是跟自己带来的 两个朋友道歉 两位朋友说 没事 这哪能怪你 这美容院也太不应该了 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三人起身离开 这种事情 这几天一直发生着 金小贤本来想让美容师们 把客员先稳住 结果根本稳不住 几天过去 客员已经少了一大半 他才开始慌了 可现在 他不立刻恢复美白项目 他本来是想着 时间久了 他利用那个矿石 换个项目 不叫美白项目了 表姐也挑不出什么错来 可现在 客员越来越少 他真的担心熬不下去 不过想着 也就各把月 熬一下吧 而此刻 于亦可不管金小贤 他已经飞往了剧组 桑桑都已经在剧组里 开始拍戏了 眨眼间 桑桑已经在剧组待了一个月 他拍戏很顺利 就是跟其他人对戏 其他演员总是有点接不住 好在慢慢磨合 空闲时间 沈桑也会给大家讲戏 拍摄起来也算越来越顺利 因为这部电影的特殊性 请来了不少动物 甚至连沈桑那个动物园的大老虎大毛 跟大豹子二毛 都来客串了一把 因此 剧组每天都能看到 大毛二毛 在沈桑面前争宠的画面 渐渐的 大家也就不那么惧怕 剧组里面的动物 甚至开始亲近他们 拍戏起来 也越来越顺利 而且 沈桑似乎有天生的动物园 除了大毛二毛 就连剧组跟其他动物园 还有马戏团里进来的动物 都很亲近沈桑 连马戏团跟来的训兽师 都嘖嘖称奇 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其实这些动物 虽然是我们训养长大 但平日里 我们也都紧绷着 还是有点害怕 也从来不会看到 这些动物 跟我们哪个训兽师撒娇 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 跟人类撒娇 沈桑听到这些 也只是摸摸这些动物们 大家自然不知道 沈桑总喜欢偷偷为他们淋业 所以 他们也越来越亲近沈桑 沈桑这边在剧组拍戏很顺利 再有两个月 所有戏份应该都能拍完 他这边顺利着 金小贤的美容院 却很不顺利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美容院的客流量 连五十分之一都不剩 每天空荡荡 好在他还有些存款 还能维持美容院 一两个月的开销 但他现在也得努力想办法 把这矿石 融合在其他项目中了 至于那个美白粉 他根本不信 这东西用了会得什么绝症 毕竟矿石下面 并没有介绍其他详情 他觉得 寻宝者是上天给他的恩赐 给他的金手指 不会害他的 所以 这些美白粉他自己 还用着 还给家人也 用着 可让金小贤没想到的是 不等他 用矿石想出别的配方来 美容院就被人上门闹了 上门闹的 是美容院已经很稳定的顾客 每周都会来做两次美白项目的老顾客 从他开美容院开始 就在光顾 已经光顾了七八年 第四百章 声明 这位女顾客上美容院来闹的时候 脸上的皮肤很吓人 红彤彤一片 看着跟毁容了一样 还带来记者 女顾客一来到美容院就哭了 我就是以前天天来这个美容院光顾 每周做两次皮肤护理 他们美容院有个项目叫做美白项目 做的就是这个 做完后效果很好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脸上的肌肤 是长时间使用激素 或者一些上瘾成分的东西导致的 如果连续使用 可能需要很多年才会出现弊端 甚至有可能对身体的健康产生影响 但是一旦停用 肌肤就会大面积爆发 弊端就会立马显露出来 我今天来 就是带大家来揭穿这个美容院的真面目的 记者找美容师问出 谁是老板 美容师连忙去办公室找了金小贤 把门口发生的事情跟他说了遍 金小贤慌慌张张喊了出来 金老板请问一下 你承认你的美容店里面的美白粉配方 有问题吗 金小贤生气道 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这简直就是污蔑 我的美白粉是对肌肤有好处的 不可能烂脸 我美容院也开了快十年了 从来没有顾客烂脸过 而且我从一开始也在使用美白粉 我的脸不是好好的吗 记住把摄像头对对金小贤的脸上 那位女顾客愤怒之问道 你这一个月是不是有继续使用美白粉 金小贤不说话了 但她很快反应过来 她立即道 没有 美白粉的配方有样已经停产了 所以 美白粉已经没有了 我当然不可能再继续使用美白粉 我的脸还是好好的 所以 你就是来闹事的 女人愤怒说 但是 我去医院诊断 医生说我就是长时间使用激素 或者什么成瘾性的化学物质 突然停止使用才会导致的 这些年 除了基础的护肤品 我坚持最久的 就是你们家的美白项目 每周两次 这可是你说的 我在你们美容院办卡 都花了不少钱 金老板 你应该认识我的吧 我可是你们家老顾客 没想到你心肠这么黑 而且 你肯定有继续使用美白粉 我也不幸就我一例这样的情况 我今天就是找记者过来 曝光事情真相 他把这些年 在美容院的消费记录 都弄了出来 给了记者 让记者展现在大家面前 但是 不管这位顾客怎么说 怎么证明 金小贤就咬定他的美白粉 没有任何问题 还找了当初的质检报告 表明 都是纯中药成分 最后闹了半天 也没什么结果 金小贤回到办公室 脸色却有些白 他知道 这位顾客 可能真的是因为 停用了美白粉 脸上才出问题 他有点担心 难道这个东西 真的对身体有害 沈桑说的都是真的 他只盼着 这位顾客的情况 只是个例 但让金小贤崩溃的是 这位顾客的新闻 播报出来后 很多老顾客 都上门来了 因为 他们跟之前 那位顾客一样 都是美容院的老客户 每周都有来做 美白项目 可现在脸上 全都出现了 跟之前那位顾客 一样的情况 有的甚至更严重一些 都有些烂脸了 有些脸上不仅红 还有疙瘩 这些顾客们 都快崩溃了 全都聚集在美容院门口 赶紧让你们老板出来 我说 怎么我的脸烂成这样 根本没往美容院上面想 还是看之前 那位顾客带记者来 才发现 原来是你们美容店的 美白配方有问题 具有成瘾性啊 我说怎么停用啊 脸就开始不舒服 开始发热发烫 你们美容院 真是黑心肠 那个美白粉 到底有什么配方 为什么停用了会烂脸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化学物质 老板呢 快把你们老板喊出来 这美容院 真是黑心肠 美容院门口的顾客不少 都有几十个了 这还是没注意新闻 不然应该会更多 这种顾客还不少 镇子上几乎有钱人家的夫人 都会带朋友 或者带家里女儿 来这里做美容 做美白项目 每周都做 基本都是半卡消费 这些年 在这个美容院消费了不少 这个美白项目 价格还很贵 一次是588 还不带其他的费用 快喊老板出来 这老板太坏了 这些年都不知道 给我们用的什么 他自己肯定没用 随着知道这件事情的顾客 越来越多 上门找金小贤的人 也越来越多 金小贤哪里还敢开店 这几天 美容院都是关门装掏 但是美容院出了这么大事情 很多人去告美容院老板 金小贤作为美容院老板 被警察带去调查 而且 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还上了本地的论坛跟热搜 热搜上讨论的人也有很多 锦号广陵南口镇 一美容院爆出大瓜 店里使用成瘾性护肤项目 锦号 哇 这个美容院在我们这边很出名的 老板姓金 所以美容院的名字 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叫金贤美容院 没想到爆出这么大的瓜 他们家的那个美白项目特别火 每天都要预约才轮得上 还要是店里的 VIP客户 办卡都是一万一万的起冲 里面项目价格都不便宜 这老板有点过分啊 竟然使用这种成瘾性的配方 这种东西 如果不继续使用 就会烂脸 很严重 而且一般都是什么物质有点超标 会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 我建议 这些老顾客 最好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我网上搜了搜 说他这个美白粉 是纯中药配方 为什么还具有成瘾性 不过不管如何 这美容院为了赚钱 真是害人不浅 这个老板真的害人不浅 我的脸毁了 从18岁就开始在他的美容院 做这个美白项目 现在我才25岁 跑了好多皮肤科医院 人家医生说 没有办法治疗 但是会尽量帮我治 可治了半个月 还是没有任何好转 以后可怎么办 我被这美容院害得毁容了 这美容院的老板 就应该坐牢 这位网友还发了几张 他脸部毁容的图片 红得很严重 有些地方都破得有一些流浓了 卧槽 好严重 这个美容院老板 真是缺了大德 楼上别急 虽然你这个问题有点严重 但是我知道一家网店 他们家的生肌膏 真的特别牛逼 叫没事 你直接去摸宝梭就出来了 他们家的生肌膏 牛逼到我无话可说 不仅可以治疗痘痘 挫疮 毛孔粗大 各种脸上的皮肤病都有用 而且 人家这才是真正的中药配方 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停用了肌肤状态也非常 呜呜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就抢到过几次 最近一年一次都抢不到 不过就用了三个月的生肌膏 我的皮肤状态 现在都还是很好 他们家的产品 都要靠抢的 每个月的月出上薪 一秒没 我要心疼死了 哇呜 则 这种时候 还有给自己店铺打广告 会不会太过分了 为什么要在别人伤口上撒盐 他这脸 能治得好才怪 楼上怎么回事 这么孤陋寡闻吗 是男的吗 真的没有听过这家店吗 别 我是男的 我都知道这家店铺 他们家不仅生肌膏牛逼 好像还有生发液 也超有效 另外 还有一些治疗慢性疾病的药 像是鼻炎 咽炎 支气管炎 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 都非常有效 效果真的超牛 我爸有高血压 抢到两次治疗高血压的中药丸子 效果老好了 就是只抢到两个月的量 就把我爸的高血压控制住了 这都快一年了 血压还挺正常 对 这家店真的很厉害 里面东西都老好了 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量手 抢不到啊啊 我还问过掌柜 为什么每个月上的量那么少 人家说是纯手工中要熬制 不然要是加工厂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也没有办法 人家这才是真心为大家 不像这黑心美容院 其实建议这些的受害者 可以私聊一下没事的掌柜 看看能不能让他卖你们一些生机膏 而不是走店铺 我觉得那个生机膏真的能治疗你们的脸 不少受害者都急忙开始询问没事 看样子是想问问掌柜的能不能卖他们一些生机膏 热搜下面的评论除了谴责美容院 还有就是没事的很多忠实顾客 跟这些受害者们出主意 怎么跟掌柜的沟通 因为没事的掌柜很高了 但渐渐的下面评论也开始多了一些其他话题 因为金小贤是鱼翼的表妹 这也是公开的事情 还是比较好查到的 于是开始有人借故这事 骂鱼翼 咦 这个老板是不是叫金小贤 他好像是影后鱼翼的表妹吧 我去查了查 还真是 不是吧 怎么会是鱼翼的表妹 我还挺喜欢鱼翼的 影后你表妹骗钱干缺德事 你知道吗 听说这美容院 其实就是于逸出资给他表妹的 会不会这个美容院 其实就是于逸的 堂堂影后还赚这种黑心钱吗 影后还钱 是一种缺德钱都骗 下面很多人开始骂于逸 骂得非常难听 也有一些粉丝们 觉得事情都没调查清楚 而且这个美容院的营业执照上的人 都是金小贤 又不是影后 哪有这么骂人的 最后把于逸还给骂上了热搜 而远在剧组的于逸跟沈桑 还有整个剧组 都刷到了这些热搜 沈桑微微皱眉 不等他说什么 于逸拍了拍他的手背 桑桑别担心 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于逸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 也很简单 他发了一条微博 于逸 艾利广大网友们 最近在剧组忙着拍戏 也看到了热搜上面 关于我跟金小贤的事情 金小贤的确是我的表妹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们自由关系就很好 所以我有的 基本也都会给他准备一份 他的美容院 也的确是我资助开起来的 这我不否认 但我要说的是 他美容店的美白粉配方 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出资 我曾经也出资给他 让他做过很多生意 而且 我已经与他断绝了表姐妹关系 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我吸引的六年 是被人投了毒 皮肤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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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投毒的就是金小贤 另外 我无意之间得知 他的美白粉配方有问题 所以用起诉他 对我投毒来谈条件 让他的美容院 取消了这个美白项目 这个美白粉 长时期使用下去 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 甚至会得绝症 于一还晒了照片 发了自己皮肤最严重时候 拍下来的那些照片 还有医院的各种诊断书 他把自己曾经的那六年 坦坦荡荡晒了出来 他的确答应金小贤 他取消美白项目 自己就不起诉他了 也的确没起诉他 只是把这件事情 公之于众 这下子 网友跟粉丝们 直接炸了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人啊 我说于影后怎么吸引六年 还是吸引得如此 悄无声息 原来是被人投毒 被人害得这么惨 天啊 这皮肤好吓人 都成这样的烂丸了 不过看影后 现在好像没事了 是治好了吗 治了六年吗 金小贤也太恶心了吧 给自己表姐投毒啊 把影后给害成这样 而且影后对他那么好 影后以前那些付出 希望你收回来 求求你了 不然我一个路人粉 都看不下去了 太憋屈 太生气了 于逸又发了第二条微博 于逸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身体 既然我现在能出来演戏 自然是治好了 很幸运在皮肤成那样的 第六年 遇到一位神医 帮我治好了我的皮肤 另外 我也要求金小贤 返还了我给他的东西 折成现金有一亿 这一亿我也已经捐给慈善机构 希望用他帮助更多人 而不是给这样一个白眼狼 太棒了 宁愿把钱要回来 捐给慈善机构 给更需要的人 而不是给这样一个白眼狼 影后干得漂亮 就我好奇 帮影后治好皮肤的神医是谁 是不是桑桑啊 毕竟之前桑桑跟余逸都没接触过 好像同拍 五祖地时 二人的关系就很好了 我也觉得 是桑桑治好了余逸影后 桑桑医术也很牛 以前直播时候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最近这一年多 桑桑没直播了 也不知道什么去了 不管是谁治好了影后 都很感激这位神医 大家也不用追着问到底是谁了 虽然我也觉得是桑桑 另外这件事情也告诫大家 对任何人都要有所提防 人的嫉妒心 真是太恐怖了 第401章 夜半入房 换住处 不管网友们如何讨论 余逸把声明发出来后 就没再管过 专心待在剧组开始拍戏 沈桑跟剧组的人见网友们已经开始帮着余逸说话 便知这件事情攀扯不到余逸头上了 网友们都是有点见风使舵 不明真相时都是跟风 现在金小贤被抓 余逸也声明清楚了 网友们自然只会去喷金小贤 美容院的受害者太多了 这件事情肯定会立案 等待金小贤的就是赔偿 他的美容院也基本不用想了 肯定是开不起来了 他的命运也将会回到从前 不过金小贤身上有个寻宝者 也不保证他会不会弄什么积分 做别的营生 但沈桑发现 即便是有寻宝者 也不一定就跟气韵之子一样 就能拥有一切 现在含有灵气的古董宝物可不多了 所以即便有寻宝者 也不一定就能兑换积分 网友们知道 余逸跟自己表妹的事情后 都只顾着去骂金小贤了 而这些受害者 在得知梅氏这个网店里的生机高 都跑去后台私信掌柜 希望掌柜能帮帮自己 沈桑在剧组 也收到了这些私信 看到网店后台的私信 已经有几百个人来私信他了 沈桑统一回复过去 附上病例和图片 下个月的生机高 可以优先安排给你们 余逸坐在沈桑旁边 也看到了他跟这些受害者的话 他是知道 梅氏这个网店是沈桑的 有桑桑出手 这些受害者的脸 肯定能治愈了 这些受害者 得了梅氏掌柜的回复 都有些喜极而泣 但隐约有点担心 他们这已经是毁容状态 生机高对他们的脸 真的有效吗 看生机高的评论区 大家的脸最多也就是长点痘 毛孔粗大 都是一般的皮肤问题 医生说 他们脸上皮肤的真基层 都已经损伤了 所以很难治愈 不过这些受害者能找到梅氏 多亏了网友们 才知道梅氏 现在梅氏的掌柜 愿意把生机高 优先卖给他们 他们就网上跟网友们 报备了一下 网友们得知后 也很为这些受害者高兴 果然 梅氏掌柜还是不错的 虽然平时挺高冷 他们这是生病了 梅氏掌柜虽然高冷 但还是分得轻 既然愿意把生机高卖给他们 可见梅氏掌柜还是挺好的 哦 好想要生机高啊 我已经半年没抢到过了 我能不能去 伪装成受害者 也去买点生机高 生机高真的不能量产吗 量产不用想了 这纯手工的中药护肤品 量产肯定就不一样的 不然掌柜为啥不量产 还有觉得自己赚的多的吗 就希望生机高真的能帮助他们 不然真是太惨了 那个美容院现在疯了吧 希望这个金小贤出来后 别继续换了个地方 开美容院继续害人 有没有他的照片 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网友们不管讨论的如何 沈桑也没怎么继续关注这件事情了 他已经把网店交给周继和打理 周继和平日都在是别墅里熬主生机高 用的都是别墅里的井水 别墅里打了口井 沈桑往里面浇灌了不少林液 家里平时吃喝 还有黄娘娘修炼嘛 都是吃的水井里面的水 甚至黄娘娘也经常带些水 去浇灌别墅后山那棵 要快死掉的千年古术 周继和熬主生机高 也是用的井水 效果跟他做的没什么区别 之前网店的产品 刚上架没多久 沈桑晚上下工回到村民家时 就跟周继和打了个电话回去 他虽然人在剧组 不过每天都会给家里打电话 周继和接到女儿的电话很高兴 跟女儿聊了几句 沈桑就把美容院的事情 跟父亲讲了讲 又道 这些受害人就找到了没事 想从没事购买一些生机高 这些ID我都已经设定好了 把你下次做好生机高 直接挂在另外一个链接上 就只有他们能购买 每个人限购五瓶 差不多就能治好他们的脸了 把你也别太忙 每天抽空做点就行 周继和笑道 桑桑放心吧 每天都没什么活儿 中药铺里也很清闲 我每次都在铺里 把药材都准备好 带回去直接熬煮就行 不费什么劲 其实 网店的收益 比他中药铺的好很多 中药铺挺清闲 除了一些老人家 大多数年轻人 还是不怎么喜欢看中医 所以 他每个月大部分时间 都是帮着打理网店 熬煮网店需要的药材 和生机高生发业 妇女两人又聊了会儿 周继和就把电话给了妻子 让妻子跟女儿聊着 沈桑每天跟母亲 都有许多话说 母女两人也聊了 差不多半小时 沈母趴再聊下去 打扰了女儿吃饭 才依依不舍挂了电话 挂掉电话 一个皮肤有点有黑 面容比较的腼腆的妇人过来了 沈小姐 谷小姐 可以过来吃饭了 这妇人看着三十来岁的模样 是沈桑跟谷媒 借助的村民家的儿媳 叫何秀玲 性格非常好的一个女人 剧组拍摄的地点很偏僻 村子里连招待所都没有 只有三四十户村民 家里大多数也都不富裕 剧组的人 就分别住在这些村民家中 自然都是给了报仇 沈桑跟谷媒 一开始并不是住在 何秀玲家中 而是住在另外一户村民家中 那算是村里比较富有的一户人家 家里的房子是二层小平楼 沈桑跟谷媒住进去 一开始还好 都是交了生活费跟住宿费 而且前面一个月拍戏不太顺利 沈桑的戏都是一次过 但跟他对戏的演员们很容易NG 所以也会连累沈桑拍摄到很晚 前面基本都是早出晚归 一个月后 渐渐地配合默契起来 拍戏顺利很多 晚上回去的时间就早点 结果那户人家有个儿子 平时睡得早 没注意到沈桑 那天 沈桑回来的早 那男子见到沈桑惊为天人 当天晚上 竟摸到了沈桑的房间里 沈桑哪里会让他好过 给他抱打一顿 腿都打断一根 这男人的哀嚎 响彻村落 自是惊动了男人的父母 男人母亲见到自己儿子成了这样 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对着沈桑辱骂起来 骨眉怒气冲冲道 这位沈子 你凭什么骂人 是你儿子半夜摸我们桑桑的房间里 被打不是活该吗 但是这妇人哪里听 她就这么一个儿子 即便在这样的穷乡僻壤里 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即便现在三十了 还觉得是他们的小宝贝 你们胡说 明明是这个女演员的勾引我儿子 让我儿子半夜进他房间 现在还冤枉我儿子 还打我儿子 我要告诉村长 你们别想走了 你就得留在我们家 给我儿子当媳妇 伺候我儿子 好 好